你一个交警却每天不务正业 骑车不带头盔的你不管 老实过绿灯的行人你却每天抓事情 队友们辛辛苦苦指挥交通 你却一门心思只盯着手法行人 看起来越老实的越会成为你针对的目标 只因为你有一双善恶之眼 一眼便能看透别人犯下的所有罪 你原本是一个满分毕业的准刑警 却因为得罪权贵被迫吓到了交警队 然而当站在车神马龙的路口执行时你傻眼 因为周围所有人头顶上都出现了各式各样的信息 柳如烟 罪恶之五 李浩 罪恶之灵 张晓东 罪恶之一 不过一眼看去罪恶之都没有超过五点 根据你的了解 被系统评定为罪恶之五以下的 基本上都是犯过一些小错误 连批评教育都算不上的那种 你有些欣慰地点了点头 事实证明大厦的老百姓大多都是奉公守法的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你的目光忽然一宁 锁定住了两个身形 那两个人是一男一女并肩而行 男的戴着一顶鸭舌帽 身形枯瘦目光锐利 而那女孩脸色确实有些苍白 眼神里还有惊恐 不对劲 你心中闪过一个念头 立刻打开善恶之眼 顿时间那个男人的信息浮现出来 陈子超 罪恶值106 罪名 绑架杀人 现挟持被害人子女准备逃离 特殊提示 危险指数三星 看到这你整个人立刻紧绷了起来 此时双方的距离在不断接近 小女孩发现了你 眼泪顿时就一涌而出 她微微张嘴无声地说了两个字 就我 你却好像没有注意到她一般 把挂在胸前的哨子放进嘴里 滴滴滴地吹响 快点通行 马上就要红灯了 你看起来依旧是在指挥通行 但是谁也不知道 此时你的心中非常紧张 又近了 那个绑架杀人的罪犯距离 你已经不到五女 双方马上就要错身而过 你目不斜视 扫了一眼小姑娘那边 就继续对着后面的人群催促了两句 双方终于擦肩而过 而在这一刹那你看到的绑匪一只手 放在右边的口袋里 袋子里似乎拿着什么东西 正对着少女的后腰 有武器 你心神猛的一顿 管制刀具 还是枪 此时你已经心生退役 可如果任由对方离开小姑娘 必然会更加危险 情况非常紧急 一瞬间你就做出了决定 当你和那个罪犯错身而过的差了 你双目疯狂猛然间 用身体撞开了那个女孩 同时出手一把握住了绑匪的右臂 然后猛的脑袋后仰 直接用自己的脑袋狠狠撞在对方的头上 你反手扭过对方的手臂 狠狠地朝地上按下去 不到两秒钟的时间 那个罪犯就被你放倒在地上 周围的人群被这一幕给惊呆了 不明白为什么你这个交警突然就要打 还有人注意到被撞倒在地的小女孩 立刻去扶起她 你脑门有些疼痛 双目极为凝重 那绑匪的手死死地握着一把锋利的踢补刀 刀把用胶部捆着 想卸下来都不容易 看到这一幕你不由地惊出了一身了 真是个亡命徒 此时队长赵国栋已经发现了动静 立刻跑过来 可是当他扒开围观的人群后 顿时就傻眼了 尤其是看到对方用胶部捆着踢补刀的时候 眼神里就不满了民众 你头也不抬 用尽全身力气控制住嫌疑犯说道 赵队快把他的刀下了 赵国栋闻言二话不说就俯下身去 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刀给卸下来 等等 你别动 我先打电话 说完他拨通了一个号码 喂 老许 马上派人过来一趟 我们抓住了一个当街行凶的嫌疑人 赶紧过来 等等 啥玩意儿 你们交警抓住了一个当街行凶的 电话那头一个中年警察 有些诧异地皱起了眉头 他叫许青山 和赵国栋是高中同学 也是如今龙华路派出所的所长 行 我现在就带人过来 挂断电话 许青山立刻就带着民警出发 而赵国栋挂断电话后 心里却是五味杂陈 这小子 咱明明是交警啊 怎么干起了刑警的活 很快许青山一行人来到了现场 两个民警把人靠了起来 老赵 怎么回事 他开口朝赵国栋喊道 后者文言指了指小姑娘说道 他是受害者 不过受了很大的惊吓 你先带回去找人做一下心理疏扰 行 许青山点了点头 马上安排了一个女警员 可小姑娘却怯生生地站在了你的身旁 死死地拽住了你的袖子 我不走 我就留在哥哥身边 哪里都不去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众人都有些猝不及防 尤其是你 搞不懂自己啥时候成了他的依靠了 那个小妹妹 听话 哥哥还在工作 你跟这位姐姐先去派出所里 说一下事情的经过 放心 等我这边工作完了就去看你 你只能耐心安慰 哥哥不骗人 小姑娘满脸泪痕地看着你 你笑着点了点头说 不骗人 我是警察 好 那我跟这个姐姐走 小姑娘点了点头 回到了女警的身旁 等到小姑娘被带到警车上 许青山便开口问道 到底什么情况 赵国栋看向你 意思很明显 你来解释 刚刚执勤的时候 我看到这个小姑娘在求救 我感觉有些不对劲 你语气平静地 给出了最合理的解释 听得赵国栋 简直是头皮发麻 就连许青山也听得 浑身血液涌动 这小子是真不怕死啊 万一对方藏的 不是刀而是枪呢 想想都让人害怕 赵国栋忍不住上前 给你检查了一拳 放心 赵队 我没瘦 你笑着开口 可还没说完就被打断 你这个小兔崽子 命是真的大 赵国栋满脸震惊地 发出了惊喜 然后一把就把你的反光服 给拉了起来 你愣了愣低头看过去 就发现衣服被横着 滑拉出了一道口 足足有一尺多长 里面的警符 倒是没有没刺破 可即便如此 也是吓出你一身冷汗 许青山脸色 也是一片吃惊 差之毫厘 那可是一把锋利的剃骨刀 连牛精都能轻易切开 划破肚子 那是轻而易举 他深深地看了一眼 你开口说道 老弟 要不要来我们派出所干 你要是愿意 我现在就向上面打报告 听到这话 你不心动是假的 毕竟你学的是刑侦专业 可你不甘心就这么离开 无论自己到底被谁打压下 必须要讨一个公道 而且如果你现在答应 可能自己不但不能转岗 而会连累许青山 所以还不到时候 你心中做出了决定 当即摇头说道 抱歉 组织上安排我在交警队 那我就在交警队 哪里都不去 许青山愣了愣 根本就没有想到你会拒绝 即便是赵伯东也愣住 许青山开口挖他的人 他没有阻止 因为你用实际行动 告诉了他 你是干行真的了 可谁想到你居然拒绝 只是那拒绝的语气中 似乎隐隐藏着一丝怒谱 为什么 赵伯东和许青山 几乎同时开口 你笑了笑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 警校的教官教导 我们坚决服从上级命令 你 许青山发现了一丝猫腻 嘴巴动了动 终究是没有再开口 赵伯东也是脸色变换 不再提问 你越是如此 他们对你就更加喜欢 此时他们已经在想 找一些关系去调查一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随后许青山 带着他的人离开了 接下来你和赵伯东 继续执行交通疏导交通任务 赵伯东心到今天 应该能够安然度过了吗 可是谁曾想 仅仅过了不到十分钟 你再次抓捕到了一个罐头 身上搜出了几部手机 还有现金首饰若干 彻底骂了 赵伯东觉得很有必要 告诉你咱交警是干什么的 然而他的话还没来得及说出来 过了大概七八分钟 你又出手了 这次落网的家伙 竟然涉嫌多起 寻衅滋事和伤害案 岂不都是五年以上的那种 一个又一个 再来一个 一直到早上十点钟 你终于在赵伯东的招呼下 一游未尽地收工 边上一个社区民警 有些麻木地看着这一幕 一个早上就抓了八个 这到底是哪路神仙 哪怕是刑侦专家 也没有这样牛逼吧 你则是满脸笑容 轻点着自己的收获 恭喜宿主抓捕罪犯 已累积一千点积分 可参与特殊技能抽奖 听到脑海里系统的声音 你毫不犹豫地下达指令 系统开盲盒 系统界面上 瞬间出现了一道光芒 恭喜宿主 获得全新技能 近战之王 近战之王 超强的近战格斗能力 让宿主拥有绝对的力量 碾压罪犯 接着你脑海里 突然涌现无数格斗画面 与此同时 你还感应到了 自己的力量也在增强 开挂的感觉真爽啊 你握紧拳头 感受着自己翻天覆地的变回 此时就算是那些 格斗世界冠军 站在你面前 也未必能讨到好处 祖宗 咱可以回了吗 忽然间耳边 传来了赵国栋的声音 你不好意思地转头望去 这位大队长 此刻脸上满是优越 早高峰 延迟了接近一个小时 才结束 市队长那边 收到了好多条投诉 已经打电话 给他臭骂了一通 说实话有点冤枉 他深深地看了一眼你 突然觉得手下 太优秀了 也不是一件好事 两人赶紧上了车 离开了龙华路路口 而此时的交警一大队中 已经回来的 副大队长刘兆 正和手底下的 一群警员看着视频 一个个脸上都带着震惊 副队 你确定这小子 是咱队里的那个新人 满脸震惊地 指着手机上的那个声音 早上你摁下绑架 杀人犯的视频 已经在网上疯传 各种标题飞速扩散 史上最强交警诞生 杀人犯束手就起 交警英雄 英勇无畏 交警也是警察 有事真能上 一时之间 你成为了最帅交警 整个交警队的形象代言人 但此刻的 你并不知道自己已经火了 而是和赵国栋 一起来到了大桥 去龙华路派出所 你答应过那个小姑娘 等到结束任务后就去看她 那个小姑娘 见到你的第一眼 立刻就起身 跑到了你的怀中 哥哥 爸爸被害了 言言没有亲人了 呜 就剩下我一个了 气血般的哭声响起 招待室里的 所有人都沉默了下来 你叹息了一声 拍了拍小姑娘的后背 一直等到哭声渐渐落去 不知道什么时候 小姑娘居然抱着你就睡了不去 接着你便和赵国栋 一起来到了所长 许青山的办公室 许青山亲自泡了一杯好茶 小徐啊 我已经向上面打报告 针对当街行凶的案子 给你请公 另外我还给你 申请了一笔线人的奖金 谢谢 你也没有拒绝 正好自己手头也缺钱 是我应该谢谢你 要不是你控制了 那个丧心病狂的家伙 我们龙华路派出所 所有人都得挨主 没遇到也就罢了 遇到了总得管一管 交警也是警察 但是你背后的那只黑手 也压不住你的崛起 说完他一脸讨好的表情 看向我 小徐 要是到时候 你从交警队那边离职 第一时间到我这里来 我把副所的位置给你留着 听到这赵国栋顿时就急了 许青山你够了 当我的面挖人 而你文言顿时感觉有些不妙 要是被所有人都知道 那岂不是那些罪犯都绕着自己走 那还怎么抓人赚几分 不过也没办法 你可没有那个能力去影响舆论 你没有办法影响舆论 但是有人有这个能力 警校 副校长办公室 林正和一脸的阴沉 自己堂堂一个警校二把手 女儿竟然被一个毫无背景的毕业生给拒绝了 这种不适抬举的家伙 我一定不能让他有翻身的机会 只不过就在他准备出手的时候 校长唐年忽然闯进了办公室 脸上满是怒 老林 怎么回事 徐林怎么会在交警队 你给我一个解释 他也是刚刚看到网络上的视频才知道 他是知道你的 在学校表现非常出色 各项成绩都是优秀 甚至在校期间都还立过一次三等功 这样的人才为什么会到交警队去 林正和见到是唐年当即起身说道 唐校长 您怎么亲自过来了 您不是在疗养院吗 唐年一挥手 林正和 你少给我打马虎眼 以前那些破事我就不提了 但是徐林这个事情 你必须给我一个解释 而林正和闻言没有丝毫紧张 反而扬起一抹笑容 唐校长 你想要什么解释 他的语气还带着一丝不屑 接着他继续说道 对了 之前贵公子的事情 我现在正在找人解决 相信用不了多久 他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 则则 两条人命啊 如果不好好周旋 估计他被抓住就得吃枪子了 你 唐年听到这句话脸色狂变 过了一会儿终究是没有骂出来 他整个人颓然地瘫坐在了沙发上 算了算了 我不管了 你自己看着办吧 唐年说着就朝外面走去 他的权力其实早就被林正和给架空了 因为他的儿子车祸撞死了两个人 而且还是肇事逃逸 后来怕对方醒来指控 他又回去碾压了两遍 丧心病狂的程度简直是令人发指 但就在他抓着儿子去自首的时候 却被林正和发现了 这家伙当即说可以帮他们解决 从那一刻开始他就一直被挟破 最后没有办法直接告病疗养去了 眼不见为敬 等到唐年离开林正和立刻拿起了桌上的电话 喂 李市长 我是林正和 是这样的 随后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网络上关于你的所有视频消息全部都消失了 在交警外勤办公室里 刘兆和手底下的警员正说着视频里的你 忽然间视频直接下线 不管他们怎么找都找不到 副队 这什么情况 其中一个交警瞪着眼睛问道 文言刘兆想了想回答 应该是上面出手了 毕竟徐林涉及到的案子也不行 万一人家的亲友要报复怎么办 不得不说 林正和他们想的理由的确是有理有据 让人无法拒绝 哪怕是刘兆也是一样的想法 可你对这些丝毫不在意 而且降低自己的曝光 反而利于自己捉贼升级的警 时间来到下午 吃完午饭后你就立马来到了知情点 你站在路口位置 目光不断地在行人身上扫过 不知不觉就启动了善恶之眼 好清来 善恶之三 行送 善恶之一 两百年 善恶之四十七 贯偷 涉案金额共计五十四万女 你目光一鸣 感觉自己又要不务正业 你大步走了过去 在对方惊慌失措的眼神中 直接伸手抓住了对方的手臂 一顿操作那个贼娃子 直接被按到地上 周围的人群有些猛低 结果你在那贼娃子身上摸索了一番 好家伙 足足接近二十个手机 杨伟嘴角抽了抽 看向你说道 徐玲 这么多围观人群 你不觉得交通好像更拥堵了吗 文言你咧嘴一笑 杨队 是贼总得抓吧 你赢了 杨伟竖起了大拇指 接着拿出警务通联系对你 因为这次执勤的区域 属于战前派出所管辖 所以赶过来的是 战前派出所所所长张文贵 和他的民警弟兄 队长赵伯东随后也来到了现场 此时路口处执勤点 已经蹲了三个人匪徒了 他一脸无奈地看着张文贵 张索 人就交给你了 你带回去吧 我们得指挥一下现场交通 再有这么多人围观 我怕出乱子 好 谢谢赵队 张文贵说着 接着又看向你说道 小徐同志 干得不错 回头我给你申请奖金 谢谢张索 你笑着点头 随后张文贵准备离开 不过临走之前又被赵伯东给叫住 张索 你要不然派一辆车 再派两个民警 啥意思 张文贵有些不解 也没啥 就是我队里这小子吧 很能干 你是不知道 他早上已经在龙华街的 二号县地铁口抓了八个 真的假的 这话一出张文贵吓了一跳 这么能抓 他去交警队干啥呀 信我 赵国栋正色说道 成 那我回头派辆车来 就停在后面的那个路口 张文贵说着带人离开了 不到十分钟 一辆警车停在了前面的路口 两个穿着便衣的民警 从车上下来 其中一人见到你 立刻满脸兴喜地跑过来 徐灵 你怎么在这里 正在扫视人群的 你突然被身后出现的声音 吓了一跳 见到是警校同学张朝 你也忍不住乐了起来 执勤呢 老张 你现在就在站前派出所 对啊 今天第一天上班 张朝点头 有些兴奋地说道 老徐 你算是来着了 我听我们所长说 今天这边来了一个很牛的高手 出手就抓住了三个贼娃子 所长让我们过来学习一下 我可告诉你 然而他话还没说完 你却如同一只猎豹一样 蹿了出去 啥情况 他下意识地回头 此时你来到了一个 面向老实的中年人面前 不等对方开口 你直接一把就扣住了他的手臂 您干什么 那中年人顿时大声喊了起来 快来人了 交警打人了 周围的人群 听到这话立刻就围了上来 时不时还指指点点 张朝有些猛逼 连忙开口说道 老徐 你疯了 快放开 结果你神色平静地 在这个中年人身上摸了摸 下一刻一个个钱包 手机 手势等脏物 都被你给翻了出来 卧槽 张朝瞪大了眼珠子 满脸难以置信 而你却是淡然一笑 老张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把人和脏物都带走 哎哎哎 来了来了 张朝和另外一个民警 当即上前 把那个垂头丧气的 贼娃子给控制住 随即又忍不住开口问道 老徐 我们张所说的那个高手 该不会是你了 你笑了笑道 不出意外 应该是我 牛逼啊 我就知道 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 张朝狠狠地夸了两句 接着带着那个贼娃子离开了 赵国栋看着这一幕 竖起了一个大拇指 心中自豪的同时又有些无奈 哎 无物正业 一个下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 然而张朝整个人 都被你的操作给震惊妈了 短短三个小时的时间 九个贼娃子 只要是从你这边路过的 全部都被打了起来 而且靠近傍晚这一段 盗窃高发期的时间里 他们居然一起 失窃报案都没有接到 很显然贼娃子们都收到了丰盛 好了 老徐 这一车都快装不下了 今天就收工了吧 张朝挥了挥手跟你招呼 接着他开着警车离开了 而你看着系统面板上 1300多的积分已经乐开了花 竟然又凑足了一次抽奖的数 不知道这次的惊喜是什么 赶紧回家抽奖去吧 想到这你就打算 骑着摩托车离开 然而下一刻你的目光猛的一致 一种莫名的熟悉感袭上心头 前方路口站着一个男人 戴着黑矿眼镜 手里还拿着一本杂志 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标准的上班族 你仔细扫了一眼 那种熟悉感越发强烈 不再多想你直接开启了善恶之眼 王广平 杀人分尸暗凶手 B级通缉犯 特殊提示 危险指数三星 卧槽 你猛的心神一阵 竟然又碰到一个狠角色 而在你注视对方的时候 对方那一双平静的双眼 也看向了你 要糟 你心中一个咯噔 自己这一眼绝对会让对方起疑心 果然王广平在微微的后退 见状你心中一沉 身形直接启动 一瞬间就朝前狂奔竖米 接着他猛的回味过来 脸色勃然大变 此时你已经追着一个人 朝拐角的街道跑去 卧槽 警呼一声后 杨伟也立刻追了上去 一边跑一边拿起 警务通联系大队 照对照对 我们发现了B级通缉犯王广平 正在往东明路追捕 请求支援 请求支援 此时此刻 正在指挥交通的赵国栋 猛的听到警务通里的话 神色立刻大变 B级通缉犯王广平 那可是个极度危险和凶残的罪犯 想到了自己手下兄弟 有可能正在面临危险 他二话不说 拿起警务通喊道 所有分队注意 立刻朝东明路包抄 见到人马上给我围起来 二分队明白 三分队收到 正在执勤的交警 迅速地开始行动起来 赵国栋随后也上车 打了电话给许青山之后 便直接开车 朝东明路方向冲过去 你的速度很快 仅仅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就已经拉近了 和王广平的距离 相隔不到十米 王广平看到你如此穷追不实 脸色顿时大扁 他看了眼前方的一个小区 二话不说 就直接冲了进去 门口的保安想要阻拦 却被他直接撞开 一见状也毫不犹豫地 追进了小区之中 小区内部绿花茂盛 正有几个老人和孩子 在小区内的树荫小玩耍 看到这一幕 你立马就急了 而王广平却是露出了 猙獰的神色 他抛出了一把尖刀 直接朝着一对老人和孩子冲去 这事奥 徐灵一声嘀吼 几乎是用尽全身力气 加速冲刺 狠狠地扑了过去 就在王广平 即将把刀架在孩子的脖子上之时 黑影猛然压下 徐灵一手抓住他的手臂 将他狠狠地扑倒 不过王广平这家伙极为狠力 居然直接扭转手腕 朝他的胸口捅了过来 寒光闪现 徐灵急忙翻身 可胸口却依旧被撕开了一道口子 鲜血淋漓 给老子去死 王广平面露凶光 疯狂地朝着他冲过来 匕首对准他的脖子挥舞而出 徐灵脸色一沉 正准备出手 忽然一辆酒红色的豪车 猛地从一旁的地下车库冲出 狠狠地撞在了王广平的身上 碰 这倒霉孩子 直接被撞飞了五六米 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匕首被甩出去了好远 躺在地上不省人事 见到这一幕 徐灵顿时松了一口气 不由感激地看了一眼豪车 随后他走上前去 一把就将被撞倒的王广平翻了过来 在他身上搜索了一遍 确定没有其他武器之后 便将其皮带解下 捆了起来 B级通缉犯 这可是行走的三等功 等到确定王广平 无法挣脱自己的捆绑之后 徐灵才起身 这一动 顿时感觉到胸口剧烈的疼痛 他对着受到惊吓的老人和孩子 挥了挥手 让他们离开 自己则是在边上的一块景观石上坐下来 脱下了外面交警制服 然后将里面的衣服也脱了下来 露出了一身极具冲击力的肌肉 胸口位置 一到大约十厘米左右的伤口 正在往外躺血 他看了眼翻开的皮肉 还好自己躲避得很及时 伤口并不深 用自己的背心按压着伤口 徐灵拿起警务通 准备告诉了自己的队友 现在所处的位置 登登登 就在他和杨伟他们说地址的时候 忽然间脚步声响起 他诧异转头 首先映入眼帘的 就是一双精致白皙的狱卒 红色的指甲油 白嫩的脚趾 以及光滑的肌肤 让他都有些情不自禁地多看了一眼 没事吧 接着 一道声音响起 带着慵懒的小奶鹰 非常独特 像极了前世的那位洋老板 徐灵当即抬起头 看向了对方 一身黑色的职业妆 面容精致靓丽 画着淡淡的妆容 成熟中带着妩媚 他一手轻撩自己的病发 一双明媚水润的毛子 略带关切地看着自己 如果说打分的话 徐灵愿意给他99分 剩下的一分 那是怕他骄傲 暗下那颗有些躁动的内心 他一手按着地面 站起身来 直面那个身高 差不多有一米七的绝美女人 目测这个美女的年纪 应该27、8左右 长相几乎无可挑剔 眼角的一颗很小的美人质 更是平添了一份诱惑力 我没事 他笑着摇了摇头 接着道 刚刚谢谢了 徐灵在短暂的失神之后 眼神就变得很清澈 现在的他 只想抓贼 提升自己 其他的什么都是空的 而女人 只会影响他拔枪的速度 不用 帮助警察叔叔 一不容辞 女人奄然一笑 百花黯然失色 徐灵 姐姐 我 22 你叫我叔叔 不合适吧 哥哥 老实教的 女人扫了一眼 徐灵几乎完美的身躯 脸颊微微泛起一丝红润 她连忙一开了视线 说道 既然没有什么事情的话 我就先走了 好 再见 徐灵点头 女人踩着高跟凉鞋回到了车里 徐灵看着她上车 这才注意到 那辆酒红色的兵力豪车 车头已经凹陷进去一大块 连大灯都碎了一个 她正想开口 却不料车子已经启动 朝着小区门口驶离 算了 回头查一下 不管怎么说 都得感谢一下她 徐灵自言自语地说道 默默地系下了车牌 她刚刚说完 就看到小区门口方向 冲进来几个身影 其中两个是保安 还有两个 则是方伟和杨伟两人 杨伟第一时间就看到了徐灵 见到她浑身是血 脸色顿时间大变 徐 徐灵 你受伤了 她急忙跑上前 有些担心地看着徐灵 按着伤口的手 徐灵魂不在意地笑道 杨队 我没事 就是滑破了一个小口子 不过气血比较旺盛 多流了一点 确定没事 方伟皱着眉头问 真没事 不信你们看 她放开了手 只见按压许久的伤口 已经不再大量流血 只有少部分一出 两人仔细看了眼 确认没有什么大碍 也就放心了下来 现在只要等人过来 然后再给徐灵送到医院就行 卧槽 徐灵 你这身材是怎么练的 这个时候 方伟注意到了徐灵的身材 顿时间瞪大了眼珠子 发出惊呼 杨伟也呆住了 后退几步仔细看了看 倒吸了一口凉气 死 八块腹肌 公狗腰 徐灵 你比电影里的那些老外还吓人 方伟 我摸摸看 徐灵听了 顿时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连忙后退说道 老方 你恶不恶心 哈哈 方伟也反应了过来 忍不住摸着脑袋 哈哈大笑起来 恭喜宿主 抓捕B级通缉犯王广平 获得600点积分 积分到账 徐灵的眼中露出了一抹喜色 600积分 再加上之前剩下的350积分 他很快又可以抽奖了 嗚 警笛游远极近 很快大部队就来了 交警一大队的所有人 除了两个留在队里值班 以及文职人员 全部都到齐 除此之外 龙华路派出所的所长 许青山也带着几个兄弟过来了 赵国栋下车 第一眼就看到 上半身都是写的徐灵 脸色瞬间大变 赵队 我没事 就是被划了一道口子 皮外伤 徐灵连忙说道 赵国栋 祖宗 您真是我祖宗 知道我现在什么心情吗 真想把你小子给踢出去 省得到时候 被你折磨成神经病 他是真怕徐灵出事 如果是轻伤还好 但要是重伤 甚至是牺牲呢 自己这个大队长 还干不干啊 许青山走上前 看着徐灵身上的血迹 笑着点头 嗯 应该没啥事 这点血 最多也就是十里你的伤口 也不深 要不然 出血量不止这么点 徐灵文言竖起大拇指 果然不愧是老警察 从自己的出血情况 就看出伤口 许青山笑着 朝他竖起了大拇指 说 你等着 迟早我要把你 弄到我们锁里来 副锁的位置 我给你留着 说完他大步走向了 躺在地上昏迷过去的 王广平 仔细辨认之后 立刻说道 是正主 上手铐 给我丢车上去 小周 小言 你们负责 把他送医院检查一下 记住了 全程不离视线 是 两个经验老道的民警 立刻把人带上车 徐青山重新回到了 徐灵的面前 开口说道 小徐 昨天一个 今天又一个 这两个凶犯 两个三等工 我都给你报上去 至于那些贼 我给你申请奖金 到时候一起给你 谢谢徐索 徐灵笑着给他敬礼 行了行了 上医院吧 伤口虽然小 但也得处理一下 徐青山摆手说着 转身离去 到了车上 他的手机响了 拿出来一看 赫然显示着郭局两个字 郭局 他急忙接了起来 徐青山 我听说 今天整个大桥区很热闹啊 一个区的交警 都在围堵B级通缉犯 偏偏没有我们警局的人 泽泽 看来我明天得和你们 一起去管交通啊 把手里的工作 都给交警队吧 那阴阳怪气的声音和话语 让徐青山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郭局 您听我解释 徐青山再次被喷了一个狗血淋头 而徐灵则是在赵国栋的陪同下 来到了医院 青窗缝合之后 小护士满脸通红 呼吸急促地 给他包扎好了伤口 而那个给他缝合的女医生 则是还在用纸巾擦着自己的鼻血 这身材 怎么练的 太完美了 姐妈 我感觉大腿有点热 怎么办 我快站不住了 这位交警哥哥 有没有男朋友 我想给他生一窝小崽子 小丽 你不是快结婚了吗 结个屁 让那个狗东西有多远滚多远 老娘不嫁了 这身材 护士长都快忍不住扑上去了 走 一起过去摸摸 徐灵本想再休息一会儿 但实在是忍受不了那些虎狼之词 狼狈地逃离了医院 赵国栋 有一说一 你小子的身材的确是这个 比我年轻的时候就差那么一点点 徐灵 赵队 那你咋不去行侦 来交警队干啥 赵国栋脸色一黑 臭小子 能不能好好聊天 徐灵 不是祖宗吗 怎么又变臭小子了 嘎吱 车子好旋 没撞上路边的大树 接下来的几天 赵国栋按着徐灵 哪里都没让他去 没办法 这要是放他出去了 万一又抓个罪犯啥的 他的伤口绝对好不了 这可把徐灵给憋坏了 可没办法 必须执行命令 他只能天天待在队里值班接电话 转眼就过去了一周 这天他刚刚来到队里 就找到了赵国栋 赵队 帮我查个车牌 徐灵说着 把写着一串车牌的小纸片 交给赵国栋 后者一脸狐疑地看了眼车牌 问道 你小子别整那些歪门邪道的 告诉你 我不是那样的人 处理不了 他以为徐灵是找自己开后门 给人处理违章的 这种事情 他从来都不屑做 哪怕是自己的老婆 都没有帮过忙 徐灵知道他误会了 立刻说道 赵队 您误会了 这是当天转网广平 帮了我的那辆车子 是那辆车 我现在就查 你小子得感谢人家 赵国栋二话不说 就打开系统 输入了车牌 很快 车辆的登记信息就出来了 颜瑶 女 29岁 电话 13 家庭住址 江云市中江一号 红湾别墅 咦 是他 见到信息 赵国栋的脸上露出了惊诧的神色 赵队 您认识 徐灵文言开口问道 赵国栋 江云市有名的女强人 中江一号红湾 就是他们自己的产业 两年前接手家族企业 雷霆手段镇压所有反对者 一手掌控千亿财团 你就说牛不牛逼 徐灵 妈妈咪啊 还真是牛逼 赵国栋 我还听说 人家是单身 怎么样 小徐 能不能给咱们交警队蒸蒸脸 一举拿下美女总裁 徐灵 赵队 您可拉倒吧 就这样的身份 以后我得绕着走 哈哈 玩笑归玩笑 徐灵还是给对方打了一个电话过去 喂 你好 电话接通 那头传来了一个清冷而又熟悉的声音 喂 严小姐 你好 徐灵打了个招呼 接着继续说道 我是你上周见到过的那个交警 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 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 严瑶一边转动着手里的签字笔 一边接听陌生电话 听到对方说出身份 并问自己 还记不记得的时候 他先是一愣 然后脑海里就浮现出了 那一声完美的体魄 顿时间霞飞双颊 眼眸也微微露出了一丝修意 说起来真的挺不好意思的 他就记住了肌肉 没记住长相 是这样 我这边要代表我们交警队 对你表示感谢 同时 我们也会支付你修车的费用 徐灵的声音再次响起 不 不用了 车 我自己修 好吧 那我们要怎么见面 终究是遏制不住内心的那一丝 迟到的青春悸动 严瑶鬼使神差地答应了下来 这边的徐灵也愣住了 你不是都已经拒绝 怎么突然又答应了 不过也没有多想 他道 下午吧 你可以来我队里找我 或者我去找你 严瑶 下午有个会 不过三点以后有空 到时候我去找你 好 我在交警一大队等您 你到了之后 直接给我打电话 我的号码是138 徐灵和对方确认好之后 便挂断了电话 一个早上 又是在办公室里无聊地度过 中午时分 徐灵来到了食堂吃饭 忽然看到了杨伟和方伟两个人 他顿时眼睛一亮 端着饭菜走了上去 杨队 拼个桌 两人见到是徐灵 立刻眉开眼笑 给他让出了一个位置 小徐 这几天你安生了 我们也都安生了 还是本职工作好啊 不用提心吊胆 方伟塞了一口饭 边吃边倒 杨伟 说的是 正常执情 每天都是美好的一天 徐灵 他感觉 两人就是在 扑握自己 让自己做一条咸鱼 不过怎么可能 他可是立志 要穿白衬衫的人 行了 别废话 下午没什么事 带我出去逛逛 再做办公室 我都快生锈了 徐灵没好气地说 那不行 没有大队长的允许 我们 徐灵不等他说完 就开口道 还有完没完了 再这么下去 我干脆辞职算了 一直被按着 什么时候是个头 他还想着 立多点功劳 然后想办法 让上面注意到自己 接着转回到市局那边 再狠狠地打击一下 林家妇女 这被按在办公室里 别说是立功了 怕是连露脸的机会 都没有啊 行了行了 下午正好去 小湾堂的采沙场那一块 那边收到举报说 很多大型的沙土车 超载和超速 我们过去看看情况 徐灵 你也一起吧 杨伟抬头看了一眼 一边说着 一边露出了笑容 得嘞 徐灵立刻咧嘴一笑 大口地吃起了饭菜 别没开眼笑的 小祖宗 你给我记住了 小心点 背后忽然响起了 嗡声嗡气的声音 徐灵立刻反应过来 转头就看到 赵国栋端着饭盆 站在身后 是 赵队 徐灵笑了起来 他终于知道 刚刚杨队 为什么会突然答应 原来是赵国栋 在身后示意了 嘿 下午争取一下 积分破个千 再抽一次奖 吃完饭 休息了半个小时 徐灵就和杨伟 以及方伟两个人 开着车子直奔小湾塘区的采沙场 小湾塘区位于一大队辖区的边缘地带 背靠新规划的工业园区 由于工业区很多的厂房都在建造当中 所以沙土资源非常紧俏 也正是如此 小湾塘区出现了不少的采沙场 不过后来 似乎所有的采沙场都被人吞并了 成立了一家名为建工的超大型采沙场 这个建工采沙场 几乎抢占了江云市70%的市场 间接抬高了沙土的价格 转得盆满钵满 当徐林他们的车子 来到了建工采沙场外面的一个 城乡结合部边上 就看到大马路上 一辆辆沙土车急驰而过 掀起了阵阵灰蒙蒙的尘土 污染环境部说 那些沙土车的速度还非常快 最少都是七八十码以上 有的甚至是标出了上百码的时速 要知道 这里可是城乡结合部 虽然在边上 但还是有不少行人和车辆的 杨伟看着飞驰的沙土车 眼神里带着一丝愤痕 这帮畜生拉着几十方的沙土 一旦前面有车辆 连刹车都没用 根本就杀不住 他们是在拿人命和财产安全开玩笑 他狠狠地拍了一把方向盘 方伟 去年这条路上撞死了三个 其中有一个还是不到十岁的孩童 可是人家直接砸钱了事 时候依旧我行我素 没办法 据说王建功上面有人 谁都拿他没办法 徐林看着那迎面 飞速行驶过来的沙土车 脸色非常难看 看到他们交紧的车子停在边上 依旧超速行驶 这是什么 挑衅 他们在挑衅执法者 挑衅娇规规的权威 想到此 他心中涌出了一股怒火 说道 杨队去沙石场门口 咱们直接把路给封了 杨伟听到这话 心中一个哆嗦 他看了眼徐林 说 你小子疯了 为什么要封路 徐林 像他们这么干 迟早还会出事 王八蛋 这帮家伙 把人命当成什么了 撞死人赔钱了事 有没有考虑过 造成的社会影响 之前我不知道那就算了 现在我知道了 就绝对不允许他们罔顾法纪 我们明明看到了 却是不作为 那就是独职 老百姓怎么看我们 你们心中难道不会内疚吗 听到这话 杨伟和方伟两个脸上 露出了一抹惭愧 他们今天本来就是想来巡逻警告一下 毕竟不管怎么样 都拿这个踩沙场 没有办法 可徐林的话 却像是一记警钟 重重地敲击在他们的脑袋里 真疯 方伟有些不确定 看向杨伟 毕竟他才是第一小组 也就是一小队的队长 杨伟抬起头来 眼神里带着一丝坚定 似乎有一种火焰在燃烧 整个胸腔里面的血液 都沸腾了起来 他被徐林的一番话 彻底给唤醒了血性 疯 他嘀吼一声 猛地挂挡踩踩下油门 准备朝前面冲过去 坐在后排的徐林拍了拍他的肩膀 说道 杨队 等一下 先停在这里 把所有超速的车辆都拍进去 杨伟愣了愣 随即明白地点了点头 要执法 当然要罪证确凿 只要他们拍下来所有的违法车辆 那么风路就是名正言顺 车子重新停下 徐林下车 驾起了测速仪 呼呼 呼呼 一辆辆超速的沙土车带着浓重的噪音和漫天的灰尘 不断地来来往往 短短的十分钟不到 至少有接近一百辆沙土车经过 每一辆车都是超速 甚至根本就没有司机里会路边停着的警车 徐林看已经收集得差不多了 当即拍了拍杨伟肩膀 说道 杨队 走 开干 好 杨伟二话不说 一脚油门下去 直冲彩沙场门口 很快 他们就来到了彩沙场的大门前 此时彩沙场大门右侧的保安室离几个保安看到了交警的车子 几个人当即走了出来 却不料杨伟一个甩尾 直接把自己的车子横在了大门口 方伟和徐林两个则是从车上下来 二话不说就拉出了一条破胎器 横在了彩沙场门口的位置 你们干什么 一个保安见到他们的举动 直接冲上来 想要阻止 方伟眼疾手快 挺身挡在他面前 大声呵斥 交警执法 让开 执法 那么的 知道这里是哪里吗 滚开 要不然别怪我们兄弟不客气 那个保安大声喊道 一招手 周围陆陆续续地出现了一个个身影 他们每一个都是穿着短袖 身上纹龙画缝 眼神如同凶神恶煞 哪怕是面对交警 这帮家伙也完全不出 甚至还有些跃跃欲试 杨伟从车上下来 见到这副情景 脸色一变 大声呵斥 干什么 退回去 说着他从警车后备箱迅速地拿出两根备用的警用伸缩棍交给了方伟一根 随后和他一起对抗那帮家伙 无法无天 简直是无法无天 他们都已经说明了执法 这帮人居然敢直接动用武力威胁 胆子太大了 徐灵眯起眼神 目光冷冷地扫过那几个站在最前面的人 郭航 绰号大郭 杀人再逃犯 逃避法律制裁11年 现为建工集团工作 于衣水 绰号老水 重大刑事案逃犯 造成二死六伤 情节严重 现为建工集团工作 张大可 绰号可乐 目光扫过 20多人当中 至少有10人是逃犯 这简直就是一个犯罪分子的藏匿窝点 除此之外 徐灵还发现了 人群中有两个人是建工集团核心成员 他们身上同样背负着大案 没有一个是简单的 那20多人 面对杨伟和方伟手里的警用伸缩棍 好几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不屑的声色 如果他们面前的是两个刑警 或者是特警 他们还会忌惮一些 哪怕是派出所的人来了 他们也不放在心上 何况你们两个小小的交警 走在最前面 一个穿着黑色短袖 下身套着一条花裤头 脚上踩着人自托的青年 站在杨伟他们的面前 直接指着杨伟的鼻子呵斥 徐灵双目瞳孔微微一缩 脑海里出现了这个家伙的信息 王建成 建工集团王建工的亲弟弟 涉嫌寻衅滋事 绑架 故意杀人 故意伤害 密密麻麻的犯罪记录 出现在脑海里 徐灵心中猛地涌出一股怒烟 这种人不服法 天理难容 作为王建工的弟弟 王建成仗着自己哥哥的势力为所欲为 不知道祸害了多少人 直接和间接死在他手里的百姓 至少有十人 他还放高利贷 逼迫那些贷款的女大学生 拍下特殊照片 然后一步步引诱他们 进入到深渊之中 出卖自己的身体 去还利息 可即便是如此 九出十三规 利滚利 他们哪怕是卖到死 也还不晚 除此之外 这个家伙还会用毒品控制那些女人 根据系统的提示 这个采沙场 就是一个毒窝 王建成在哥哥王建工的授意下 在这里控制那些女学生 这帮畜生为了拉拢人心 一般都会让女学生 去伺候手底下的人 一旦伺候不好 就是拳打脚踢 甚至是威胁他们的家里人 在如此威逼之下 有好几个女学生在这里自杀 尸体都被埋在了杀石场的地下 徐林看到那些信息 脑海里就想到了四个字 惊天大案 这个案子一旦挖出来 整个江云市都要发生大地震 所有和王建工和王建成兄弟 有关系的人 都会被调查 甚至直接入狱 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滚出去 要不然别怪老子不客气 王建成恶狠狠地看着杨伟和方伟 他一边拿着手机 拨通了一个号码 喂 大哥 交警队这边又来人了 王建成对着电话里的人说道 对方正是他的大哥王建工 建工集团的创始人 听到弟弟的话 正在陪几个女人洗澡的王建工 猛地从大浴缸里坐了起来 冷声道 他们想要干什么 王八蛋 一点点小事还没完了是吧 建成 踩沙场里面不能曝光 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们进去 给我把人打出来 打死了我负责 听到电话那头的声音 王建成顿时凶有成竹了起来 如果之前 他还有些因为身份的缘故 不太敢动手 那么现在已经全无顾忌 交警又怎么样 大不要把人打死了 往地下一埋 谁都不知道 他把手机放回到口袋里 冷冷地说道 大锅 给我打 明白 兄弟们 给老子打 接到了王建成的话 郭航毫不犹豫 一声吆喝 就冲向了杨伟和方伟二人 两个人的脸色瞬间就变了 他们怎么都没有想到 这些丧心病狂无法无天的家伙 真的敢动手 猛然间 好几个人朝着他们 迎面就挥来拳头 他们立刻挥动手里的 紧用伸缩棍进行反击 但是双拳难敌四手 很快他们身上就挨了好几下 不知道从哪里砸过来的一根铁棍 一下子就抽在了杨伟的头上 他脑袋瞬间就血流如主 也就是 在这个时候 一个如同猎豹一样的身形 猛地从后面冲到了前方 狠狠撞进了人群 本身就获得了近战之王的技能 再加上身体素质全面强化 徐灵的战斗力 如今堪称恐怖 碰 他就像是一头猛兽一样 直接就冲到了 那个叫做郭航的罪犯面前 狠狠一拳砸在了 他的腮帮子上 带着恐怖力量的一拳 加上迅捷如同闪电般的速度 打得郭航脑袋猛地一个扭转 然后直挺挺倒下 碰 随后他又飞起一脚 直接将另外一个家伙给踹飞 撞倒了好几个人 接着身形冲入人群 如同狼入羊群一样 每次出手 就至少干翻一个人 双眼渐渐变得赤红一片 徐灵把从系统那里弄到的 近战之王的能力 发挥到了极致 不管是手脚肘肌 或者是狠辣的琴拿 或者直接卸掉对方的关节等等 短短的一分钟不到 他就放倒了六个人 一个开始只见下一刻 他猛地抓起一个身高一米八 至少二百斤以上的壮汉 一手掐着对方的脖子 一手抓起对方的裤腰带 直接抡了起来 砰砰砰 几个人躲避不及 被狠狠地砸倒在地上 顿时间一片哀嚎和惨叫 徐灵不管不顾 抓着那个家伙 对着前面的人就是一顿猛砸 几轮下来又放倒了七八个 二十多个人 除了王健成和他身旁的三四个人之外 全数被放倒 每个人的伤势都不轻 猛了 杨伟和方伟两个人一脸震撼 尤其是前者 挨了一棍 脑子嗡嗡嗡的 感觉自己好像还在做梦一样 方伟 徐灵这小子 他这么猛的吗 方伟 老杨 你这不都看见了吗 还问我 杨伟 我是看见了 不真实啊 二百多斤的壮汉 直接扛起来抡 这得有多大的力气 对面 王健成满脸骇然地看着徐灵 随手把昏迷过去的壮汉 啪哒一声丢在地上 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 迎着徐灵那赤红的双目 他忍不住一个哆嗦 连忙后退了几步 老水 可乐 做了他 做了他 王健成慌乱地拉过了两人 挡在自己面前 对着徐灵歇斯底里地吼了起来 老水和可乐两个人 都从自己的身上 摸出了两把锋利的匕首 咬牙朝着徐灵冲上来 面对那森冷的刀光 徐灵后退了一步 徐灵 给 方伟快步上来 把手里的伸缩棍递给他 徐灵接过来 转头间那二人 已经快要冲到自己面前 他直接抡起手里的锦用伸缩棍 狠狠砸在了 其中一人握刀的手上 咔嚓 鼓猎声响起 匕首应声落地 另外一人的匕首 却已经来到他面前 只差不到二十公分 就能刺进他的身体 徐灵 小心 杨伟大声喊道 一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徐灵闪电般抓住了对方的手 然后狠狠一扭 咔嚓 碰 一次扭断手臂 接着对着脑袋 就是狠狠一棍 可乐连惨叫都来不及 就已经栽倒在地 上次之所以被王广平 划了一道口子 是因为他要救人 这一次根本就不可能 以他的实力和反应速度 对付这样的两三个 非常轻松 见到徐灵这么凶猛 杨伟悬着的心 总算是放下了 他摸了摸腰间的警务通 早就不知道 被打到哪里去了 肩膀上的执法记录仪 也在刚刚被打碎了 不只是他 方伟 徐灵 他们身上的警务通 和执法记录仪 也都不知道掉哪里去了 毕竟场面这么混乱 这些东西被打落 也很正常 快 方伟 给大队长打电话 请求支援 杨伟这个时候 终于想到了呼叫支援 快 方伟 给大队长打电话 请求支援 杨伟捂着流血的额头 对方伟大声叫喊 徐灵听了 眼神里恢复一些冷静 回头说道 打电话报警 就说有人手持凶器暴力抗法 现场死伤多人 暴力抗法 死伤多人 听到这八个字 方伟和杨伟的神色 就是疑症 这家伙完全是 闲事情不够大 一旦真的这么说了 别说是派出所 怕是市局的特警 都会出动 不过话说回来 这的确是最有效的办法 很多时候 出警速度和案情的严重程度挂钩 而且警力也是如此 要是一般的报警 说发生冲突 估计市局那边只派来几个人 按照彩沙场这帮匪徒的尿性 遇到他们三个交警 都直接出手 几个警察 他们难道就不会赋予完抗了 不 杨伟和方伟保证 这些人一样会反抗 这彩沙场肯定有大问题 从这些人的疯狂行为上 就能看出来 我答给我特警队的同学 方伟说着 立刻掏出手机打电话 操你马 给我去死 听到方伟要打电话给特警 被吓得连连后退的王剑成 眼神里露出了疯狂 他伸手进怀里摸了摸 等在拿出来的时候 赫然多出了一把手枪 徐灵的汗毛瞬间炸起 千军一发之际 甩手把手里的伸缩棍 狠狠砸过去 啪 伸缩棍准确命中王剑成的手 碰 枪声响起 这一枪打在了地上 然后手枪也掉落在地 啊 王剑成痛苦一声 接着就要去捡枪 但是他已经没有机会了 徐灵一个大跨步上去 狠狠一脚把王剑成 给踹飞出去两三米 跟着立刻捡起了地上的手枪 心有余悸地松了一口气 背后已经被冷汗浸透 王剑成有枪 这是谁都没有预料到的 刚刚他的动作 要是稍微慢一点 今天自己三人 怕事都要交代在这里 枪声回荡起来的那一刻 整个踩沙场的大门外 都沸腾了起来 杨伟和方伟两个人张大嘴巴 骇然地看着被徐灵捡起来的手枪 方伟还拿着手机在通话 电话那头的是他的同学 特警钟队长 几秒钟之前 他刚刚接通电话 就立刻按照徐灵的话告诉了对方 结果对方根本就不相信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暴力抗法 可是随着枪声响起 电话那头瞬间炸锅 老方 老方 有没有事 怎么会有枪声 他惊声问道 持枪抗法 是持枪抗法 老随 再不来 就给我收尸吧 方伟大声吼道 等着 马上到 一中队 集合集合 快快快 电话还没有挂断 那头就传来了紧急集合的命令 方伟松了一口气 挂断了电话 随后立刻给大队长赵国栋 拨过去一通电话 赵国栋听到他们遭遇暴力抗法 二话不说 就命令全队集合 交警一大队外面 一辆豪车缓缓停下 盐妖从车上下来 拿着手机拨通了那个号码 可是当电话拨通响了一会儿后 直接传来了无法接通的提示 他不由微微醋眉 让自己过来 电话也打不通 他是准备就这样放他鸽子 神色有些冷意 他对司机吩咐了一声 来到了大门口的值班港厅 想要询问一下 徐林的办公室怎么走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声沉喝响起 快点 老刘 小湾堂区的沙场 怎么回事 暴力抗法 那帮家伙还有枪 什么 一群交警上车 接着匆匆离去 盐妖看得有些猛 一汪春水般的毛子里 满是好奇 暴力抗法 还有枪 那关交警队什么事情 不应该是刑警 或者特警队管的吗 他们这么急干什么 忽然间 他的脑海里忽然想到 一周前也是那个小交警 抓住了通缉犯 通缉犯的身份 还是他晚上的时候 在报纸上看到的 难不成是特殊队伍 看着一群交警 疯疯火火离开 盐妖真的是 障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 电话又打不通 人也找不到 他只能无奈地上车离去 小湾堂踩沙场 徐林拿着手枪 冷冷地凝视着王健成 王健成 寻衅姿势 绑架 故意杀人 故意伤害 非法持有枪支弹药 你完蛋了 谁都保不住你 王健成脸色煞白 他颤颤巍巍地说道 你 你就是一个交警 为什么要管我们的事情 操 就算你知道又怎么样 老子上面有人 徐林冷笑 你就算上面的关系再硬 也绝对压不住 王氏兄弟 死定了 地上这些逃犯 有一个算一个 全部都要完蛋 哄 就在这个时候 发动机的轰鸣声瞬间响起 接着就看到一辆运刹车 疯狂地从里面冲出来 无视地面的爆胎器 对着他们直接冲来 碰 车台爆开 警车被一下子撞翻 随后车子朝着徐林和杨伟 方伟三个人碾压过来 卧槽 徐林双目圆争 二话不说 就朝着杨伟两个人冲过去 抓起发呆的两个人 朝边上一个翻滚过去 哄 因为爆胎的原因 运刹车司机无法控制方向 撞到了门口的一堵墙上 车子终于停下 接着那家伙从车上下来 手里拿着一把手枪 静止朝徐林三人开枪 碰 碰碰 枪声响起 杨伟和方伟两个立刻抱头鼠窜 心中却是一阵妈妈批 亡命图 这些家伙都特么不要命的 他们就是来抓个超速 首先是被人围殴 现在又搞得跟鹰匠大片一样 枪战都来了 徐林则是一个翻滚 来到了被撞飞的警车后面 从另外一边冲出 抬起枪口扣动扳机 碰碰 一连六枪 其中三枪命中了那个匪徒 那家伙被击中后 躺在地上想要起身 嘴里鲜血喷出 无论如何 奋力都站不起来了 徐林也把目光锁定住了他 善恶之言启动 郑虎 绰号老虎仔 剑弓集团豢养的杀手 曾经为剑弓集团 杀掉两个竞争对手 打残打伤多人 就在他在查看 郑虎的犯罪记录之时 脑海里瞬间想起了 系统的另外一条提示 恭喜宿主 击毙杀人犯 获得500积分 当前积分1450点 击毙的结算 来的就是快 有可以抽奖了 不过显然 现在不是时候 看了一眼尸体 徐林深吸一口气 并没有什么不是 他是警察 是罪恶的克星 清除穷凶极恶的罪犯 是职责 没有什么好怕的 他从尸体边上走过 重新来到了 彩沙场的大门前 发现王建成 已经朝里面跑去 他的神色顿时变了变 根据系统提示 这个彩沙场里 藏着的罪恶太多了 仅仅是毒品 就超过了一公斤 王建成跑进去 肯定是为了毁灭证据 地屋地屋地屋 也就在这个时候 警笛声大作 两辆特警的冲锋车 正朝着这边飞速冲过来 在他们后面还有 好几辆城市装甲车 还有救护车等车辆 徐林见此对杨伟说道 杨队 外面交给你们了 我去追王建成 彩沙场有大问题 我怀疑 他要毁灭证据 好 小心点 杨伟立刻点头 徐林头也不回的 冲进了彩沙场 朝着王建成追过去 就在他刚刚进去不到一分钟 警车来到了现场 首先冲过来的 就是鹤枪实弹的特警 当他们看到 坐在地上的两个交警之后 其中一个 三十岁左右的特警队长 走上前 见到方伟之后 立刻一把拉起了他 老方 有没有事 方伟见到来人 立刻说道 隋东 快带人进去 我们有一个人追进去了 隋东听了 立刻喊道 一分队 控制现场 二分队 进 建功集团总部 位于市中心的位置 一栋足足有二十层的大楼 此时此刻 在建功集团的顶楼 董事长王建功 一脸阴沉地 放下了手里的电话 白痴 扶不起的烂捏 碰 一声怒骂 他狠狠地把自己面前的一只金蝉 给砸在了地上 发出了沉闷的声响 地砖都全部均裂开来 金蝉是纯金的 重量达到十公斤 足可见王建功的豪横 可是他现在根本就没心思去想 金蝉到底摔坏没有 而是脸色铁青无比地拿出电话 拨通了弟弟王建成的号码 想了一遍 电话就被人接了起来 哥 救我 救我 王建功咬着牙 怒声咆哮 白痴 我说 别让他们进去 谁叫你主动攻击他们呢 他们不过视察你们的超速问题 只要你们配合 他们根本就不会动手 混账 你个蠢货 怎么不去死 王建功的声音说到最后 变得阴冷无比 王建成文言 正在朝着彩沙场办公楼跑去的身形 猛地一个哆嗦 他感觉自己的呼吸都要窒息了 哥 我保证 我什么都不会说 绝对不会说出去的 哥 我是你的亲弟弟啊 大哥 咱妈走得早 爸也没了 你救我一个亲人来啊 王建成在电话那头的哭喊声响起 王建功的心中到底是软了下来 他开口说道 你现在在哪 王建成 我在彩沙场里面 后面有一个交警在追我 听到他的话 王建功立刻说道 王八蛋 一个交警而已 这么拼命 他是嫌自己命长吗 老二 你马上去右侧的青瓦房 有人会在那里接应你 别的什么都不用管 快去 哦 好 大哥 我知道了 王建成听到这话 顿时面露喜色 二话不说 就朝青瓦房跑过去 青瓦房 是彩沙场里的一座特殊建筑 周围都有围墙 只有王建功亲自来的时候 那里才会打开 平时就连王建成 都不敢轻易靠近 因为王建功警告过他 没有他的允许 进去就得没命 徐灵追进了彩沙场 看见王建成朝着一栋建造着青色围墙的房子跑过去 没有犹豫 立即就追了上去 双方的距离在拉近 当王建成跑到青瓦房的门口之时 一道身影已经为他打开了门 对 他已经到了 明白 把他送出去之后 我就不欠你什么了 那是一个冷漠的女人 穿着一套紧身皮衣 身材极为火爆 他一手拿着电话 一边和电话那头的王建功说着 一边冷冷地看着跑进来的王建成 随后 目光汇聚到了十多米外的一个 飞速狂奔的身影上 抬手 举枪 碰 碰 碰 手枪瞬间射出了竖发子弹 正在追击王建成的徐灵 看到那青瓦房院子的门打开 就把注意力放在了那上面 忽然看到了一个女人 眼神一鸣 而当对方举枪射击的时候 他不假思索地朝着一旁扑倒过去 可即便如此 对方的枪法仿佛如影随形一样 直接在他的肩膀上留下了一个子弹眼 死 看着肩膀上飙射出来的血迹 徐灵脸色变得极为难看 不过 此刻他已经藏在了一片围墙的后面 对方失去了射击视角 活动了一下 痛得有些撕心裂肺的肩膀 徐灵抬起头 双目瞬间红了 特么的 太猖狂了 自己是一个有系统的人 打伤了我 我特么还能让你跑了 操 爆喝一声 徐灵整个人仿佛被注入了一股强大的力量一样 猛得如同猎豹一样窜出去 伤口也不疼了 仿佛进入到一种神奇的状态 他体内的肾上腺素正在疯狂分泌 以平时的百倍水平在紧喷 那个身材火辣的女人 正准备带着王剑成进入青瓦房 然后从后面离开 忽然间听到后面有急速的破空声 他的脸色瞬间一变 转身抬起枪口 却赫然发现对方手一扬 漫天的沙子撒了他一脸 动 女人下意识闭眼 但手里的枪依旧扣动扳机 当枪声响起的那一刻 他身形猛地飞了起来 重重地撞在了身后的墙上 轰隆隆 墙面破裂 女人感觉自己 好像是被一辆急迟的货车撞到了一样 浑身上下都疼痛不已 王剑成发出了一声惊呼 徐灵已经站在他面前 不等这家伙转身逃跑 他一把抓住了这家伙的脖子 往外面猛地一甩 碰 王剑成摔在地上 脑袋先落地 弄了个狗吃屎 在地上滑行了好几米之后 彻底晕了过去 徐灵神色凝重地 看着那撞倒的墙体里面 缓缓站起来的那个女人 对方虽然是女人 但给了她一种极度危险的感觉 在刚刚那一刹那 自己撒出去沙子 她却依旧不慌不忙连开三枪 其中一枪还命中了她的大腿 要不是她反应快的话 心虚已经击中自己的要害 这个女人绝对不简单 比起之前开车杀土车 冲出来的杀手更加可怕 系统 善恶之眼 金玫瑰 绵帮人 雇佣兵 杀手 因为再一次战斗中被俘虏 后被王剑公解救 答应帮助王剑公出手三次 雇佣兵 杀手 见到对方的身份 徐灵顿时明白过来 这个女人 的确不是一般人可以比的 妥妥的蛇蟹美女 徐灵双眼死死盯着对方 咬牙忍着身上的剧痛 一步一步朝前走去 金玫瑰 你不该来大侠 她口中直接说出了对方的名字 金玫瑰的脸色瞬间大变 语气森冷地问道 你是谁 你是怎么知道我身份的 不可能 是王剑公出卖了我 徐灵嘴角微微露出了一丝冷笑 什么都没有说 在对方心神 出现间隙的刹那 直接扑了上去 金玫瑰的反应 速度极快 在徐灵发动进攻的刹那 就反应过来 这个家伙是故意喊自己的名字 好让自己分神 高手对决 分神即是死亡 碰 碰 徐灵一个肘击被挡下 瞬间抬腿飞踹 金玫瑰矮身闪过 双方转眼间 交手十多招 徐灵越战越狠 金玫瑰则是节节败退 他心中已经掀起了惊涛骇浪 这个年轻人绝对不是什么交警 一个交警怎么可能拥有这么恐怖的身手 这种手段 在他们绵帮的雇佣兵组织中 都可以算得上是最一流的 该死 心中暗骂一声 金玫瑰硬生生承受了徐灵的一拳之后 身形猛地退进了青瓦房 徐灵正要追上去 却突然看到了一个枪口 吓得他立刻后退 可是等了几秒钟 对方根本就没有开枪 随后在青瓦房的后面 就响起了哗啦声 徐灵立刻意识到不对 冲进去一看 发现房子后面是一条开阔的大河 河水激流 河面除了正在荡漾的水波 什么都没有 金玫瑰跑了 徐灵很确定 因为整个青瓦房内部空空荡荡 除了一些训练器材 还有一张简单的单人床之外 什么东西都没有 也没有能够葬人的地方 打开的窗户 激流的大河 他沉着脸看了一下河面 杀手 古佣兵 这个职业的人 绝对都是潜伏逃生的高手 他们任何时候 都会为自己准备好后路 这个金玫瑰 也不会例外 呼 他深吸了一口气 有心想追 可也是力不从心 河水湍急 以他目前的状态 别说是抓人 就算是自救 都未必能行 死 他一股屁坐在地上 倒吸了一口凉气 接着靠在墙上喘着粗气 浓重的疲累感 还有失血过多 造成的意识模糊 让他感觉到 整个身体都重若千军 之前是肾上腺素狂飙 现在放松下来 他就觉得 抬一下手指头 都很困难 光荡 下一刻 大门被人一脚踹开 然后一个全副武装的身形 冲进来 接下来是第二个 第三个 当徐灵看到他们身上 穿着的特警制服之后 心中松了一口气 脑袋一歪 就沉沉睡去 发现伤员 快 快送医院 隋东大吼一声 立刻让自己的两个队员 抬起徐灵 朝外面跑去 随后他带着队伍 开始检查青瓦房的 每一寸地方 一直到确定没有人之后 才收队离去 来到门外 隋东看了眼 被一个特警队员压着 垂头丧气 如丧考比的王剑成 眼神里露出了一抹冷意 公然抗法 还持枪攻击执法人员 这家伙死定了 把所有人都带走 收队 隋东一声令下 特警队员 立刻把人给带出了踩沙场 这边刑侦和派出所的支援民警 也已经完成了工作 踩沙场上百人 被从里面带了出来 除此之外 刑侦的人 还联系了 击毒那边的兄弟 因为他们在踩沙场的 一个地下室里 发现了一公斤以上的兵 除了兵之外 他们还发现了好几个 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女学生 等到所有事情全部都搞定 踩沙场被彻底查封之后 隋东等人站在门外 几个部门的领导 站在一起讨论了起来 这帮畜生 都该死 隋东咬牙切齿地说道 看到那几个女孩子 不着寸侣的凄惨模样 他刚刚恨不得 直接给王剑成来一枪 击毒的队长点头说道 是该死 不说别的罪名 光光一公斤的兵 已经足够我们枪毙他好几次了 听到他们的话 那个刑侦的带队队长 立刻有些焦急地说 叶队 隋队 我觉得你们还是得先 把人交给我们刑侦先审讯 我觉得 他身上的事情 绝对不止这些 刚刚我们带那几个女孩子 出来的时候 他们说 还有几个姐妹被打死了 隋东 对 不管怎么样 我们必须要挖出 他们所有的罪恶 给受害人一个公道 我同意 击毒的叶队 也点头说道 对了 我听说这次的行动 是一个交警牵头的 人呢 叶队忽然抬起头问道 隋东点了点头 说 起因就是 交警正常查超速 结果踩沙场的人 暴力抗法 甚至还动手 殴打咱们的交警 然后咱们的那位 交警兄弟 单枪匹马 撂倒了一群人 那小兄弟身中两枪 我刚刚已经送他去医院了 射枪案件 咱们将云是要捅破天了 说着 他对刑侦的那位队长说 对了 胡队 那几个躺在 踩沙场门口的人 得查查 我觉得 这几个人的身上有事情 都什么年代了 袭警 这只有亡命图敢做 我明白 胡队点头说道 江云市第一医院 杨伟和方伟两个人 从医院里出来 杨伟脑袋上挨了一棍 缝了八针 而方伟则是全身多处皮外伤 检查之后并无大碍 他们刚刚出来 就遇到了交集赶过来的 赵国栋和刘赵 赵队 刘队 两人见了领导 有些劫后余生的开口 喊了一声 说实话 刚刚他们差点就回不来了 如果不是徐灵奋不顾身 在最后关头 一人扛下了所有 他们两个就算是不死 也得残了 赵国栋上前 拍了拍杨伟二人的肩膀 说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刘赵 徐灵呢 杨伟 挨了两枪 现在还在手术室 不过刚刚我们问了医生 应该没有生命危险 挨了两枪 赵国栋的眼眸中 闪烁着震惊和后怕 更多的是 有种忍不住想 直接给徐灵两个大逼多的冲动 早知道 他今天中午的时候 绝对不会放这小子出去 那些罪犯有枪 你一个交警 装什么大尾巴狼 早点报警不会吗 让专业的人去做 总好过 你一个交警去拼命吧 这个小祖宗 真是 赵国栋问声问气地说着 最后苦笑摇了摇头 正义感这种东西 还真不是一句两句能说得轻 能放得下的 不过 也不是每个人都有徐灵那样的勇气的 换成是他 怕是在那种情况下 明知是死 肯定会犹豫 毕竟 他们的职责不是打击罪犯 也就是那小祖宗 一个不要命的疯子 刘赵 老赵 看来这次 我们真的可能留不住他了 赵国栋愣了愣 点头苦笑 这样优秀的人才 上面绝对不会放任不管的 哪怕是被打压 也终有一日会一飞冲天 听到这句话 刘赵嘴角狠狠抽了抽 报道第一天 早上抓了八个罪犯 下午抓了十二个 前几天抓了一个毕通 今天呢 直接打掉了一个射黑 射枪的窝点 抓捕了接近二十人 其中还不乏重刑犯 他哪里是来当交警的 是来给他们交警队送公计的呀 虽然他们的参与感并不是很强 但不管怎么说 都是他们交警一大队的共同荣誉不是 也不知道这小子下个单位会是哪里 就在赵国栋和刘赵他们正在讨论 徐林接下来到底会何去何从的时候 在江云市的一栋豪华别墅中 几个人坐在昏暗的房间里 静静地喝着茶 王剑成不能留 必须闭嘴 突然间 一个威严的声音响起 黑暗中 此人的背影异常高大 看不清面容 但光从声音就可以听出来 绝对是一位身居高位的存在 我也赞成 王剑成留下来 那么我们整个团体都会负面 另外一个略有些苍老的声音 也开口了 我同意 洪先生说得对 我建议 让人在里面动手 接着又是一个赞同的声音 那个坐在角落里 一直没有开口的人猛地上前 在昏暗的灯光下 他的面容全部浮现 那是我王剑公的弟弟 亲弟弟 谁都不清楚 王剑公的利益集团里面 到底有多少人 但可以肯定的是 在这个集团中 肯定有几位位高权重的存在 要不然 他们不可能如此轻松地说出让王剑成闭嘴的话 要知道 王剑成现在已经被带进了看守所看押 任何人不能探视 想让这样的一个人永远闭嘴 这觉得需要手眼通天的能力 徐灵悠悠醒来 发现自己正躺在医院里 看着雪白的天花板 还有周围一片白色 他的双眼慢慢恢复焦距 还没挂 看来我的命还是比较硬的 他忍不住 嘴角露出了一抹笑容 心中没有恐惧 有的只是在见到罪恶之时的愤怒 还有那一颗永远不会动摇的正义心脏 恭喜宿主 协助抓捕杀人凶手 获得100积分 恭喜宿主 协助抓捕杀人凶手 获得160积分 恭喜宿主 协助抓捕犯罪分子 获得110积分 恭喜宿主 协助抓捕犯罪分子 获得 恭喜宿主 协助抓捕主犯王剑成 获得580积分 刚刚醒来 徐灵就听到了脑海里 一条条疯狂提示的声音 奖励到账 短短的十几秒钟时间 足足有接近20条信息出现 最低的奖励80多积分 最高的奖励达到了580积分 徐灵拉出所有的奖励 扫了一眼数字 好家伙 3730积分 足够自己开三次盲盒了 其中最高奖励 正是来自于王剑成 这家伙是头目 手下血案累累 罪孽深重 不过有些遗憾的是 徐灵最后昏迷过去了 系统自动结算为协助抓捕 虽然让他有些不爽 但也算是合理 而就因为是协助 所以他的积分 被腰斩了一大半 少是少了点 总比没有好 叹息了一声 徐灵有些激动地 看着3730的数字 三次技能抽奖 也不知道能给自己 带来什么样的强大能力 他心中嘀咕一声 当即选择抽取技能 恭喜宿主 获得技能 施语者 施语者 与尸体对话 法医终极技能 短短的一句介绍 随后无数的信息 就传递到了徐灵的脑海里 有关于尸检 有关于人体结构 等等无数的信息 都汇聚到了他的记忆之中 仿佛是烙印在了里面一样 徐灵 只觉得脑袋一沉 有些吃不消那庞大的知识灌输 不过这种 感觉在几分钟后 缓缓消散了 闭上眼 他脑海里便出现了 各种专业的信息 各种解剖 检验 分析等等 终极技能强悍如此 他忍不住有些心仰难耐 想要找一具尸体 试试看技能的成色 当然 他也就是想想而已 要真付诸行动 也没有尸体 让他来试验 摇了摇头 闲着也是闲着 他当即开启了第二次技能抽奖 恭喜宿主 获得技能加强卡加一 听到系统的提示 徐灵先是愣了愣 接着立刻打开系统仓库 查看了一下技能加强卡 很快就了解到了 技能加强卡的作用 大部分抽奖得到的技能 都是初级的 就比如善恶之眼 还有近战之王 这两个都是初级技能 技能等级的划分是 初级 中级 高级 以及最强大的中级技能 通过使用技能加强卡 可以直接提升技能等级 也就是提升自己的实力 但也有例外 比如说施语者 系统出来就是中级技能 再来 徐灵没有着急使用强化卡 而是开启第三次抽奖 恭喜宿主 获得技能 寻踪 寻踪 蛛丝马迹 千里追凶 行真终极技能 终极技能 徐灵差点兴奋地 从病床上跳起来 又是一个终极技能 当系统提示出现的那一刻 徐灵的脑海里 再次承受了一次风暴 而这一次的风暴 绝对不比之前的那一次弱 反而是更加庞大 作为行真终极技能 寻踪几乎是囊括 所有的破案技巧 包括足迹鉴定 显微观察 犯罪模拟 气味甄别 化学分析 等等 庞大的知识量 差点把徐灵的脑袋都撑爆了 啊 他忍不住发出了一声痛呼 这种感觉 简直是生不如死 光荡 病房门忽然被推开 然后两个人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看到徐灵抱着脑袋 他们的神色猛然一变 这二人 正是杨伟和方伟 三人集体受伤 他们留在医院住院观察 顺便照顾一下行动不便的徐灵 可哪里想到自己二人 出去抽根烟的功夫 徐灵这边居然出现了变故 杨伟焦急地喊道 老方 你看着他 我去叫医生 叫什么叫 暗铃 哦 对对对 暗铃 不用了 就在两人手忙脚乱的时候 徐灵已经恢复了过来 猙獰的神色也渐渐平息 只剩下满头的汗水 徐灵 你小子没事吧 方伟有些担心地问道 徐灵笑了笑 说道 没事 刚刚就是睡得太久 脖子抽筋了 卧槽 你吓死我了 杨伟忍不住拍了他脑袋一下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方伟也放下心来 徐灵看着杨伟头上的绷带 还有方伟挂着的左臂 开口问道 你们两个没事吧 那些犯人 都被抓回去了没有 他这是明知顾问 不过总得装一下 毕竟要不是有系统提示 他也不知道 人抓没抓住 杨伟点头 放心吧 一个不漏 都被抓了 他朝着徐灵 竖起了大拇指 说 你小子立大功了 我刚刚打听了一下 刑侦那边的兄弟说 那里面至少有三个人涉及命案 尤其是那个王剑成 手上至少有五条以上的人命 徐灵没有开口 但在心里却加了一句 少了 那家伙 手里的命案很多 加起来 至少有十条人命 方伟 这些案子都在调查 后期和我们没啥关系了 杨伟 当然有关系 咱们后面肯定能平得三等功 嗯 至少是三等功 没准还能来个集体二等功 说到这里 他忍不住有些兴奋地颤抖起来 干了七八年了 可是一次功劳都没捞着 这次要是能整个三等功 或者是集体二等功 那么以后他的升迁 肯定会轻松许多 方伟也是差不多 不过兴奋过后 他们几乎同时 把目光转向了徐灵 这小子 怕是会更变态吧 徐灵迎着他们二人那艳羡的目光 有些吃不消 开口转移话题 对了 我昏迷了多久 杨伟 都两天了 是啊 你不知道前天你来的时候有多吓人 浑身都是血 方伟正开口 忽然杨伟口袋里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拿起来一看 发现是赵国栋的 立刻就接了起来 电话那头的赵国栋说了一句话 杨伟的脸色 瞬间就变得极为难看 怎么了 徐灵心中生起一丝不好的预感 杨伟开口说道 那个王健成死了 经过医生检验 说是后脑 遭到重击致死 上面怀疑 这和你有关 说要把你带回去审查 听到这句话 徐灵的脸色 顿时沉了下来 被栽赃了 什么 方伟猛地站了起来 刚刚的喜悦荡然无存 他咬牙切齿地说道 太可恨了 我们当时那种情况 不死已经是万幸 他们持些抗法 而且还公然枪击我们 难道我们反抗都有错了 审查 亏他们说得出来 别说是我们 就算是普通的老百姓 在那样情况下打死人 也是正当防卫吧 杨伟放下手机 起身就朝外面走去 一边走一边说道 王八蛋 老子和他们去理论理论 我要问问这帮家伙 他们是怎么想的 杨队 回来 徐灵开口喊住了杨伟 他的眼神很平静 脑海里却是闪过 一个又一个的想法 尤其是当时的情景 不断地在他脑海里回放 他可以确定 自己并没有 对王剑城下重手 也就是说 致死的根源 并不在他这里 那么到底 是怎么回事 越是想 徐灵就越觉得 有些不寒而栗 仿佛在这上面 有一只巨大的手掌 笼罩着自己和杨伟他们 想要反抗 却让人感到 一丝丝的绝望 因为 他并不知道 组成那一只巨手的人 到底有谁 他们在什么位置 又有什么样的能力 徐灵摇头叹息了一声 的确是麻烦了 他们不但要防着敌人 还需要防着自己人 不过越是这样 他就越觉得不服 自己的血液 已经悄悄然地 开始沸腾起来 他们要压下去 那我就偏偏 不如他们的意 他咬着牙说道 什么 杨伟一愣 徐灵 没什么 方伟 徐灵 那现在 咱们该怎么办 什么都不要做 等着他们过来就行了 那怎么行 万一 没有万一 徐灵摇头 接着他叹息一声 说 这件事情 咱们也没有办法 毕竟我们当时的 执法记录仪和警务通 这些都坏了 没有证据 其次 我们没有抓捕 罪犯的权利 这一点 你们应该比我清楚 后面的这句话出来 两人顿时证了证 徐灵说的没错 他们没有抓捕的权利 而当时那种情况下 他们又不得不出手 没有第一时间呼叫支援 就是他们犯下的最大错误 徐灵当时是自信 可他也没有想到 那踩沙场里面 居然有这么大的问题 而且会牵扯到 这么庞大的利益链 那张黑网 若不是有庞大的利益链牵扯 绝对无法组成起来 更不可能把手伸进 看守所里杀人 病房一时间陷入沉寂 忽然方伟想到了什么 从口袋里 掏出徐灵 在执行任务前 放在车里的手机 小徐 有不少未接电话 我们也不知道是谁的 不敢乱接 方伟说着 把手机交给徐灵 徐灵点了点头 接过之后 看了眼这三天时间里的 上百个未接电话 只是皱了皱眉 并没有搭理 而是直接丢在了一旁 他需要考虑 接下来应该怎么面对审查 其他所有事情 都先放在一旁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左右 病房外响起了脚步声 接着一堆人 登登登地走进了病房 为首的赫然是之前出过现场的那位行侦队长 名字叫做胡刚 看到对方 杨伟和方伟立刻起身 挡在了徐灵的面前 胡刚见了 忍不住微微皱了皱眉 两位兄弟 别紧张 我们只是带他去了解当时的情况 胡刚开口说道 深怕引起什么误会 说实话 他们也不理解 上面为什么要追究这个 毕竟当时的情况 也由不得徐灵控制 有些小题大做 可上面说王剑城是主犯 身上藏有很大的秘密 理由也让他们无法不重视 了解情况 在这里了解就行 没看到小徐还受了伤吗 低沉的声音从门口响起 穿着一身交紧制服的赵国栋 风风火火地走了进来 看他满头大汗的样子 显然是刚刚在执情 收到消息后就赶过来了 怕徐灵吃亏 赵队 很抱歉 我接到的命令 是把徐灵带回去 胡刚苦笑摇头 赵国栋 等着 他留下两个字 拿出手机就拨通了一个号码 很快号码接通 对面传来了一个 中年男人陈后的声音 老赵 如果你是来为那个实习 交警求情的 那我也没有办法 上面点名要的 咱们只能听从命令 这话一出 赵国栋刚刚想要说的 全部都被顶了回来 他咬了咬牙 问道 老黄 到底是谁的命令 李副市长 电话那头的人说道 我知道了 赵国栋无力地放下了电话 连主管政法的那位都出面了 徐灵被带走 几乎已经成了定局 他满脸愤怒 这叫怎么一回事 明明是最大的功臣 却因为一个犯人死了 被带走调查 这个社会到底是怎么了 他们就不怕 底下的兄弟们 韩星吗 就在他愤愤不平 想要发作的时候 徐灵突然开口 赵队 没事 我跟他们走一趟 我相信 这个世界上 还是有正义和公道的 此言一出 胡刚和几个手下的刑侦队员 都羞愧地低下头 他们现在的角色 真的是很不光彩 赵国栋点了点头 陈生说道 你等着 我给你推个轮椅 然后亲自陪你过去 谢谢赵队 徐灵也没有拒绝 点头说了一句 江云锦校 校长办公室 林郑和笑呵呵地放下电话 正好在这个时候 他的女儿林素 走进了办公室 爸 我听说徐灵那个 该死的东西立功了 你到底是怎么搞的 这么点事情还搞不定 还让他立了功 林素满脸埋怨地说道 林郑和文言一笑 立功 哈哈 我看他是快死了 放心吧 素素 我说过要踩死他 就不会给他翻身的机会 还想要亲自抓我 我倒是要看看 当他变成一堆狗屎 人人避而远之的时候 还能不能说出 这样的狂言来 是吗 太好了 爸 等到时候 一定要告诉我 让他在我面前装清高 哼 我林素得不到的 那一定会毁了他 江云市刑侦之队 徐灵坐在轮椅上 由赵国栋推着 走进了一个会议室 当进入会议室的时候 他们就看到了 坐在正前面的四个人 其中一人 大约五十岁左右的年纪 穿着得体的西装 戴着一副黑矿眼镜 目光锐利 不怒自威 这人身旁 还有一个三十多岁 看上去像是秘书一样的人 再然后 就是一个身穿白衬衫 肩膀上挂着橄榄枝 和两颗星 二级警监 听局集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这位就是江云市市局的局长 另外一位 则是穿着变装 但那双如同阴笋般的眼睛 告诉徐灵 这人不简单 赵国栋看着 坐在会议室里的四人 只是淡淡扫了一眼 连敬礼都懒得尽 这次 他是真的被气笑了 英雄的待遇 就是被带过来审问 这帮人 到底是怎么想的 徐灵很平静地 看着自己对面的四个人 审查 那就来呗 徐灵 是你 诧异的声音响起 门口再次走进来一人 赫然是一个肩膀上 挂着三级警监警衔的中年 徐灵在看到对方之后 也是微微愣了愣 郭局 他根据自己的记忆 终于搜索出了对方的信息 郭亮 江云市东城区分局的局长 也是市局的常务副 他们的认识 还是徐灵在警校学习的时候 一次特殊的建议勇为 成就了徐灵身上的三等功勋章 小徐 原来是你 不是 你一个行政专业的警校生 怎么当交警了 不应该 当初你救我那一次 上面和警校那边 可是联合给你颁发了一个三等功 郭亮看了看徐灵 又看了看身旁的几个人 想到他们即将对徐灵进行审查 就忍不住满心的纳闷 三等功 郭局 你没开玩笑 那个面色冷漠的男人 开口说道 接着那位二级警监 也是目录诧异之色 问 郭局 我很好奇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警校容应了三等功的 行政专业警校生 却被分配到交警大队 怎么可能 此时其他的几人都看着他 想要听听他是怎么认识徐灵的 这中间 又有什么故事 他们很感兴趣 郭亮 那是两年前了 他陷入了回忆 当初的场景 一一在眼前浮现 当时的郭亮在下班路上 遇到了一个再逃的通缉犯 身为一个警察 当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罪犯 所以他联系了 局里申请支援后 便孤身一人跟踪对方 进入到了一片棚户区 没想到在跟踪的过程中 被对方发现 两个穷凶极恶的家伙 把他堵在了死胡同里 掏出凶器刺了他两刀 那两刀 直接伤及了他的脏腹 千军一发之际 徐灵刚好从那里路过 二话不说 就抄起家伙 从后面解决掉一个 然后又不顾对方手中的凶器 用板砖拍翻了另外一个 确定没有危险 他立即用麻绳 捆住了两个罪犯 并且报了警 最后才背起失血过多的郭亮 一路狂奔五百米 叫了车送往医院 要不是他 郭亮肯定要没 两个通缉犯 也绝对抓不住 等到郭亮从抢救室醒来之后 便直接向上汇报 市局领导非常重视 得知了徐灵的身份 是一个警校的优等身后 更是对他大位赞扬 通过会议表决 全票通过 颁发给了徐灵三等宫 那位二级警监此刻 露出了恍然大悟的声色 点头说道 我想起来了 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 当时 闹得沸沸扬扬 你给我写报告 说我们江云市 出现了一个少年英雄 夏维海露出了笑容 看着徐灵忽然觉得 这个坐在轮椅上的小伙子 顺眼了许多 如果没有这个小子 自己或许会少了一个 优秀的分局局长了 黄伟寒 也就是那位 一直冷着脸的青年 微微放下了脸上的冷意 随后微不可查地点了点头 既然是这么优秀的 一个年轻人 那么这次审查 就显得有些可笑了 而此时此刻 赵国栋听完郭亮的叙述 却是张大嘴巴 满脸都是难以置信 接着他猛然想到了什么 开口说道 不对啊 郭局 您记错了吧 我看过徐灵的档案 没有记录三等宫啊 不可能 当时 是我亲自给他颁发的勋章 郭亮笃定说道 赵国栋 不对 我刚刚看了他的档案 确定没有这个荣誉 此言一出 两位领导的脸色 都有些不好看 尤其是夏维海的眼神里 透着强烈的愤怒 一个警校的在校三等宫 说没就没了 即便是要取消 也必须要上报到 他们警局这边吧 郭亮和赵国栋的话 不可能有假 那么唯一的解释 就是 有人把徐灵的档案底掉包了 或者说 把档案底修改了 胆大包天 简直是胆大包天 愤怒的声音从夏维海的口中响起 他身上带着一股灵力气势 眼神里几乎要喷射出火焰来 同时 一股寒意 也从他的心中升起 像徐灵这么优秀的人 却因为一些 别有用心的家伙 而蒙沉 那么 会不会也有一些烂鱼冲树的人 被塞入到了 他们这一支队伍当中 如果仅仅只是烂鱼冲树还好 万一是害群之马 那就等同于一颗随时会引爆的地雷 谁也不知道危害会有多大 然后 有没有官官相护 有没有官商勾结 万一这支队伍里有一颗老鼠屎 那么整个江云市的警戒的名声 都会臭大街 小徐 相信组织 我们一定会还你一个公道 夏维海看着脸色平静的徐灵 心中忍不住感慨 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还能安然自若 这小子的城府 看来是不浅啊 这样的人千万不能让他寒了心 否则会出现巨大的麻烦 可不料下一刻 徐灵却是笑着说道 局长说笑了 这个我是真没放在心上 不管是在哪里 都能发光发热 总不能当了交警 就不为人民服务了吧 交警 那也是警察 夏维海看了徐灵几秒钟 便知道他不是在开玩笑 也没有任何埋怨的意思 顿时露出了爽朗的笑声 拍手说道 好 好同志 你说得对 交警那也是警察 不对 等一下 忽然郭亮又开口了 他满脸惊讶 围绕着徐灵转了一圈 说道 小徐 几天前抓获绑架杀害于浩江的凶手的那个交警 是不是你 徐灵文言 微微点头 还真是你 我说这怎么有点像 一时半刻都没认出来 郭亮满脸吃惊 夏维海猛的一阵 这要说起来又是一个三等功了 赵国栋也忍不住开口说道 几天前的那个B级通缉犯王广平 也是小徐抓住的 为此 他还负了伤 此言一出 夏维海和郭亮两个都齐齐倒吸了一口凉气 就连黄伟涵都是仔细地凝视着徐灵露出了佩服的神色 一个交警 能够拥有这种惊天动地的战绩 都已经秒杀他们行侦支队大半的队员了 下局 该说正事了吧 就在众人震惊的时候 一个不嫌不淡的违和声音响起 赫然是旁边一直没有开口的西装中年 夏维海文言愣了愣 接着脸色不好看地说道 李副市长说得对 我们是该开始了 他收起了所有表情 喜怒不形余色 对身边的黄伟涵说道 小黄 你来主导 好 黄伟涵点头 平静地开口 徐灵 先来说说你们 为什么要强行进入建功踩沙场 你应该很清楚 你们是交警 虽然有执法权 但没有抓捕的权利 即便是要抓捕 拘留嫌疑人 也必须要先联系我们刑警 或者接到派出所 此言一出 徐灵身后的赵国栋 脸色变了变 他在去徐灵病房的时候 就在门口听到过徐灵说这句话 没想到被这小祖宗一语中递 对方果然拿这个说事了 这个事情 不好解释 徐灵却是脸上露出了笑容 说道 我们的确没有抓捕权 但那是职能上的规则 你说得对 我们没有这个权利 可是 这并不妨碍我们建议勇为吧 这个反问一出 赵国栋差点激动地拍大腿了 妙 太妙了 我们没有抓人的权利 但建议勇为总行了吧 就算是普通老百姓 都能建议勇为 我们身为交警就不行了 听到这话 黄伟涵脸上忽然露出了一抹隐晦的笑容 显然他也非常满意这个回答 漂亮 夏维海心中忍不住鼓掌 徐灵说的这话 简直是太漂亮了 是应付这次审查的最好反击 审查 审查个锤子 这是夏维海在接到通知之时的第一反应 他们三个交警 敢和一帮持枪抗法的罪犯战斗 这种英勇无畏的精神 本身就值得宣扬 你他妈还要审查他们 在和我开玩笑吗 如果没有徐灵 别说那两个交警 会有生命危险 那些罪犯都要逍遥法外 甚至 他们的死 都没有人会知道真相 说真的 如果不是自己穿着这一身警服 他都直接和上面掀桌子了 一旁 黄伟涵的心里也为徐灵的话叫好 这小子他喜欢 心思缜密 面对审查 还能处遍不惊 是个干行真的了 至于他的身份 黄伟涵敢拍着胸脯保证 没有任何问题 不就是死了一个重要的主犯吗 那个情况下 谁能控制得住 正当防卫 哪怕是过当了 那又如何 警匪是天敌 警察抓人过程中打死罪犯 只要不是故意的 是情节严重 是可以被原谅的 何况对方那是什么人 都是暴徒 死一两个 不是很正常吗 郭亮满脸笑容 朝着徐灵点了点头 显然也是非常满意他的回答 然而 有人却坐不住了 碰 正在夏威海他们 暗自给徐灵喝彩的时候 忽然桌子被狠狠地拍了一下 那位五十岁左右 满脸威严的男子 冷漠地看着徐灵 说道 注意你的态度 现在我们要说的 不是你们的职能和建议勇为 而是你为什么要杀王建成 根据我们所知 他手里没有任何武器 还有 他是主犯 为什么偏偏死的是他 这两个问题 立刻让众人都重视了起来 很明显 这位是在挑刺 但大家都不否认 这是对徐灵的审查之中 最重要的一环 为什么死的人 偏偏是王建成 他手里没有武器 徐灵为什么要下死手 之前在徐灵送进医院抢救的时候 警方出动了大量的人员 针对所有罪犯和杨伟和方伟两个 进行了审讯 包括特警 缉毒那边的志愿兄弟 也都进行了审讯 除了那些个有所隐瞒 死活不肯开口 或者是添油加醋的罪犯 其余参与办案人员的口供 都高度吻合 最重要的一点 王建成手里没有武器 徐灵也神色肃穆 抬起头来看着对方 丝毫没有任何畏惧 说 我没有杀王建成 你有没有杀人 不是你说了算的 而且据我们所知 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个人 那个人在什么地方 那位再次开口问道 徐灵神色一尘 看来是有人看见了金玫瑰 可惜他没有抓住那个女人 否则的话 这个问题就非常好解释了 他道 那个人很强 我当时受了伤 被他给跑了 李副市长的嘴角 露出了一抹冷笑 据我所知 那个人是一个女人吧 你一个男人 被一个女人跑了 你以为我会相信 徐灵 他是高手 那是你的一面之词 听到那语气 凌厉的话语 徐灵也有些不愤了起来 他抬起头 冷声说道 说我杀人 那也是你们的一面之词 不 我没有证据 特警队的隋东队长 亲眼看到你把王建成丢出来 他落地之后就没了动静 昏迷 也是没有动静的 徐灵 铁证面前 你再狡辩 也没有用 知道反抗法律的后果吗 李副市长再次拍了一下桌子 语气愤怒地说道 铁证 在哪里 徐灵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道 除了那个持枪罪犯 我没有杀任何人 那你来说说看 人是谁杀的 李副市长阴沉地说 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查出来 徐灵的回答 依旧很平静 听到他的这句话 夏伟海 郭亮 黄伟寒三个人 都是神色一动 抬起头对视了一眼 眼神里都闪烁着 一丝异样的光彩 自从王剑成死了之后 他们行针的人全面出动 结果到目前为止 一点头绪都没有 人是死在了看守所里 而且 后脑的确有伤口 根据法医的检验 伤口也的确是在三天前造成的 所有的一切 都把苗头指向了徐灵 王剑成的身份摆在那里 所以 上面要审查 他们也没办法申变 查 李副市长露出了一抹冷笑 说道 徐灵 你以为你是谁 还想查 我告诉你 从今天开始 你做任何事情 都必须要在我们的严密监控之内 这话一出 夏伟海忽然眼眸一亮 当即拍着桌子说道 李副市长 既然这小子不承认 那我提议直接把他带进看守所 放心 如果真的是他做的手脚 我们绝不姑息 突然听到这句话 不管是黄伟涵还是郭亮 就连李副市长 也是有些诧异地看着他 郭亮在桌子底下 隐晦地踢了踢夏伟海 可后者根本就没有理会 反而是和李副市长说道 交给我们 我们保证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包藏霍心的人 这话说出来 忽然间郭亮和黄伟涵都论了 包藏霍心 这说的是谁 他们瞬间就明白了过来 然后不再言语 李副市长则是露出了一抹笑容 看了眼徐灵 说道 好 夏局长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 希望你能给我还有上面的领导 一个满意的答复 是 我明白 夏伟海点了点头 李副市长扫了一眼徐灵 嘴角淡淡冷笑 起身带着自己的秘书 离开了会议室 这个李明宇 还真以为自己能一手遮天了 赵国洞撇嘴 眼神里非常的不爽 虽说 这位主管政法 可即便如此 也不能直接插手案件吧 你主持审查可以 但如何审查也是有流程的 严密监控 徐灵不是罪犯 凭什么要被监控 还有夏局等人 想到此 赵国洞狠狠地瞪了一眼面前的几位 他是豁出去了 哪怕是这个大队长不当了 也得给徐灵申冤 夏伟海看了眼赵国洞 但笑起身 来到徐灵身边问道 你确定能查出来 是谁杀的王建成 徐灵闻言笑着点头 夏局 我说到做到 好 夏伟海目露金光 问道 徐灵 现在还能工作吗 完全没有问题 徐灵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这种被自己人信任的感觉 非常好 夏伟海抬起头来 看了眼郭亮和黄伟寒 微微点了点头 那就出发 给我查 一查到底 是 江云市官方四号车 当李明宇上车之后 便拿出了自己的手机 拨通了一个号码 喂 人会送进看守所 交给你们了 他只说了一句话 便挂断了 司机和秘书对视了一眼 什么话都没有说 他们都是李明宇的亲信 只要是他吩咐的事情 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 都会去做 李市长 下午正书记召开会议 我们要不要过去 秘书开口问道 当然要去 接下来的事情 不需要我们过问了 李明宇开口说道 秘书朝司机示意了一下 车子缓缓启动 朝着官方大楼行驶过去 市局会议室外 赵国栋满脸担心地 看着两个上前的刑警 他想要坚持 陪同在徐林的身边 不过却是被黄伟寒 拉到了一旁 老黄 你们到底什么意思 他咬牙切齿地 看着黄伟寒 两人是高中同学 关系很不错的那种 虽说他们后来都当了警察 但是因为分属于 不同的系统 所以基本上 没有太大的交集 关系不如之前了 听到赵国栋的话 黄伟寒笑了 这还是他从见到徐林 开始露出的第一次笑容 他拍了拍赵国栋的肩膀 说道 老赵 你急什么 难不成 我还能害你这个徒弟 他不是我徒弟 算是吧 赵国栋想着 自己第一天 就亲自带徐林出任务 也算是半个徒弟 索性也不在这个方面辩解 他盯着黄伟寒问道 老黄 你给我透个底 到底要干什么 徐林这小子 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 危险就不办案了 郭亮的声音响起 他和夏维海 一起来到了他们的身后 后者看着徐林说道 小徐 接下来可能要委屈你了 徐林笑着点头 说 夏局 这点委屈算什么 只要能给江云氏 一个朗朗乾坤 小小的牺牲 不足挂齿 好 夏维海拍了拍他的肩膀 看向黄伟寒说道 送看守所 徐林 等等 王健成的尸体 还在看守所吗 在 出事以后 我就派人24小时看守 除了我们自己的法医进去过 没有人能够靠近 黄伟寒说道 徐林点了点头 说 我要看法医的验尸报告 行 黄伟寒也没有废话 他现在选择相信徐林 这小子不但亲身经历了战斗 也应该了解其中的厉害关系 相信他会有存分的 既然他说能够查出来 那么相信便是 战友同志之间 这一点信任他 还是有的 夏维海俯身 凑到了徐林的面前 低沉地开口 巡视组马上就到我们江云 你放心大胆地干 我给你撑腰 是 徐林眼中一亮 无比激动 前世他也看到过不少的电视电影 巡视组 是大下的一把利剑 斩尽老虎苍蝇 痴魅王俩 既然他们来了 那就有意思了 走吧 黄伟寒挥了挥手 两个行针的兄弟 立刻推着徐林的轮椅 朝外面走去 赵国动不放心 急急忙忙地跟了上去 等到走廊里只剩下三人 郭亮开口说道 那小子真的能行吗 夏维海 我觉得 他是我们的一个突破口 一旦他进去 那么肯定会有人坐不住的 等到他们出手 我们就收网 黄伟寒 下局 您就这么信任他 我不是信任他 我是相信我自己看人的眼光 夏维海笑着说道 接着惊叹一声 不过说归说 这小子办的是真漂亮 十一个身上背负血案的家伙 其中有命案的 足足有八个人 则则 我现在正在想 到底应该 给予他什么样的弓箭 三等弓肯定不现实 要不然 二等功 必须的 黄伟寒笑着说道 你笑什么 以为自己能把那小子收入麾下 提前庆祝 郭亮看着黄伟寒 这小子是行侦支队的队长 一般像徐林这样的人才 最终都会进入到行侦支队 这是惯例 那国局 您说 他还能去哪 郭亮 这我也说不准 但我觉得 你们行侦支队 容不下他这条真龙 黄伟寒 行了 别废话 去安排吧 夏威海朝黄伟寒说道 后者点了点头 当即朝外面走去 江云逝世局看守所 徐林被两个行侦的兄弟 从车上推下来 然后 两人带着他 朝里面走去 不一会儿 就来到了看守所 最里面的一个笼子 徐林一路走过去 发现了不少熟悉的身影 其中有几个 是他在两天前 坐过的王剑成的手下 那些家伙见到时他 纷纷目露凶光 他只是冷笑置之 兄弟 委屈你了 一个行真的兄弟 在徐林的耳边说了一句 然后就把一叠文件 放在了徐林的腿上 两人转身 退出了笼子 并且关上了门 等到两人离去 徐林正打算 打开手里的文件袋 隔壁就传来了 阴冷的声音 臭交警 你死定了 抓了我们又怎么样 你信不信用不了多久 我们都能出去 到时候不仅是你 你的家人朋友 我们也会一一去清算 老鼠 别吓唬人家 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 嘿嘿 对 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 嗯 偶尔干一些不普通的事情 阴冷的声音 不断从边上的耗子里传来 徐林嘴角上扬 露出了一抹冷笑 他没有废话 打开了文件袋 抽出了里面的厌尸报告 顿气敲击后脑 造成少量炉内出血 因为发现时间较晚 抢救无效死亡 徐林仔细地看着每一个字 然后再看了一眼尸体的照片 以及伤口的照片 见到头皮上那个细微的红肿 他敢保证 这绝对不是自己做的 因为当时他把王健成丢出去的时候 是脑门落地 而不是后脑 而且有一点值得注意 炉内出血 怎么可能熬得过48小时 这其中问题很大 他继续往下看 忽然发现了另外一段文字介绍 死者体内有大量的花粉残留 花粉成分是紫金花和叶来香 紫金花和叶来香 徐林微微皱眉 虽说江云市也是花卉大城 但紫金花和叶来香 这两种鲜花有些小众 除了花卉市场之外 其他地方很少有大面积种植 正在他疑惑的时候 忽然神色一宁 空气中传来了淡淡的花香 脑海里的无数信息瞬间凝聚 形成了两个名字 紫金花、叶来香 这是寻踪技能赐予的能力 蛛丝马迹、化学分析 各种香水和花香气味等等 也在其中 看守所监控室 黄伟涵坐在监控画面前 双目死死地看着画面里的徐林 在他身旁 还有两个人 一个是上次支援徐林的 刑侦二队队长 胡刚 另外一人 长得浓眉大眼 一脸的正气 他是刑侦支队三队的队长 陈华 黄伟涵看了一会儿 抬起头问道 杜志祺呢 杜志祺 正是刑侦支队下面三个大队当中的 第一大队队长 陈华和胡刚 听到支队长的问询 相互对视了一眼 接着陈华就到 杜队出去了 说是在城南发现了一个 疑似B级通缉犯的踪迹 疑似B级通缉犯 黄伟涵文言汉手 没有在说什么 不过从他的神色可以看出 此刻他的心中有些不悦 陈华转移了话题 指着监控画面问道 黄之 他真的能查出来吗 胡刚也满脸好奇 说 是啊 黄之 这小子的确勇猛 但那是靠着一腔热血发挥出来的 毕竟是刚刚从警校毕业的 这种连我们都有些束手无策的案子 他能调查出来 陈华 时间这么紧 咱们可不能浪费啊 胡刚深有同感 黄之 我觉得他就算能查出来 可能也需要一个星期 甚至更久的时间 我们等不起啊 黄伟涵笑了笑 说道 查不查得出来 我也不知道 但我知道他不比你们差 这小子 有勇有谋 是个人才 下局看中他 我也觉得 让他来接手 最合适不过 就算查不出来 也会有人跳出来 到时候 我们一样 能够获得全盘的胜利 这话一出 两个队长都是愣住了 胡刚率先反应过来 说道 黄之 您和下局他们 是拿他当棋子 不对 确切地说是诱饵 对 就是诱饵 黄伟涵非常干脆地承认 接着道 他自己也知道 只要进了看守所 就是一个诱饵 那岂不是随时都会有危险 陈华也领悟了过来 脸上有些焦急 黄伟涵 我们全程监控 就算是有危险 也能及时避免 而且 我觉得那小子 没这么弱吧 连一群穷凶极恶的凶徒 都能放到 何况是这些萧小 两个队长听了 微微一愣 接着都忍不住点了点头 说归说 徐灵的确是猛 尤其是胡刚 看到过那样的场面 是深有体会 但他们还是有些不明白 为什么下局都这么看中徐灵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监控画面中的徐灵 忽然抬起了头 向他们做出了一个手势 看着监控画面的三个人 都是愣了愣 那手势是什么意思 有发现 陈华 跟我走 黄伟还猛地起身 直接朝外面走去 是 陈华满脸震惊 当即跟了上去 这才多久 十五分钟 貌似还不到吧 刚刚他们还在说 徐灵至少需要一周时间 这脸可真是打得啪啪作响啊 胡刚留守监控室 难以置信地 看着监控画面中的徐灵 惊到 难不成 真的有发现 忽然 他看到了监控画面里 一个身影 正在靠近徐灵的那个牢房 杜队 见到那人 胡刚的脸色变了变 杜队是他们 刑侦支队资格最老的大队长 甚至在黄之上位之前 所有人都认为 会是杜队接替老支队长的位置 谁想到黄之空降到了江云市 硬生生地从他手里 拿走了支队的指挥权 目光死死地盯着监控视频 胡刚拿起了手机 拨通了黄伟涵的电话 黄之 杜队去徐灵的牢房了 电话接通 他急忙对着电话那头的黄伟涵说道 正在往楼下走的黄伟涵 听到这话 脸色一变 立刻带着陈华 朝牢房的方向冲过去 不一会儿 他们就见到了门口的看守 见到两人过来 看守的脸色顿时一变 黄伟涵根本就不给他们说话的机会 对陈华说道 叫人 封锁这里 把他们带下去 是 陈华当即拔枪 指着那两个看守 情况突变 那两个看守 根本就不敢抵抗 只能举手投降 交出了自己的武器 黄伟涵从一个看守的手里拿过钥匙 打开门走了进去 陈华利用对讲机 呼叫支援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十多个人就来到了现场 控制了出口 随后 他便带着四人 快步朝着里面走去 看守所尽头 刑侦支队第一大队队长杜志祺 站在了牢房前 目光平静地看着与他对视的徐灵 他脸色有些难看 甚至说 有些阴沉 因为自己的突然到来 并没有给对方造成任何恐慌 相反 那人的脸上还露出了一抹淡笑 徐灵面带微笑 说 你不该来的 杜志祺脸色猛地一沉 他忽然生出了不好的预感 好像这里就像是一个套 正张开网等着自己一样 我只是来看看 到底是谁这么勇猛 能够单枪匹马 打掉一个罪恶的窝点 杜志祺沉声说道 徐灵 没用的 你再怎么解释 都没用 你身上的气味很特别 我在这个牢房里 闻到了你留下的气味 哈哈 笑话 我一个刑侦大队长 进来提审犯人 不是很正常吗 杜志祺的心更慌了 是很正常 但问题是 我听说昨天中午你来了这里之后 并未提审王建成 昨天下午 他就死了 同一间牢房 你是最后一个见王建成的人 我说的对吗 杜志祺眼神里闪烁着阴霾 说道 我离开的时候 他还很清醒 是啊 很清醒 因为他的伤口有问题 徐灵继续微笑 目光一顺不顺地看着杜志祺 仿佛看穿了一切 杜志祺慌了 他忽然抬起手 手中多出了一根针管一样的东西 然而 不等他有任何动作 背后就响起了冷漠的声音 老多 住手 黄伟寒站在距离杜志祺五米的位置 手枪指着杜志祺 眼神极为冷力 背叛 一直都是他们这支队伍中最为痛恨的 杜志祺转过头 看到黄伟寒 又看到迅速跑过来的陈华等人 脸色瞬间一片死灰 他知道自己完了 这辈子都完了 不只是自己 就连自己的亲人都会遭人白眼 被人唾弃 不 他们有可能会被人灭口 想到此 他几乎毫不犹豫 把针管刺进了自己的脖子 药水瞬间注入到了自己的脖子之中 你疯了 黄伟寒立刻冲上去 但已经迟了 杜志祺的脸色在下一刻就变得发青 嘴唇呈现紫色 老杜 你为什么 黄伟寒满脸痛心 抱着杜志祺 声音低沉悲泣 杜志祺 老黄 我不恨你 但 我回不了头了 一步走 回步 当初 短短的十几秒时间 杜志祺便没了气息 徐灵双目瞳孔收缩 沉声道 看来事情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许多 这是一场 你死我活的斗争 看来事情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许多 徐灵沉声说道 难以想象 让一个刑侦大队的大队长甘愿赴死 他们背后的那只黑手该有多强大 王八蛋 黄伟寒一声怒吼 狠狠地踹了一脚墙面 徐灵 黄之 现在还不是发泄愤怒的时候 他们想要我们的命 那我们必须要先一步 把他们给拉下马来 黄伟寒回过神 看向徐灵问道 要怎么做 徐灵 距离我近来只有十五分钟 他们的人就动手了 看来 他们知道自己留下了破绽 走 去看一下王建成的尸体 等看完尸体之后 我才能最终确认 陈华 黄伟寒喊了一声 陈华走了过来 黄之 你处理一下杜志祺的尸体 黄伟寒面带惋惜地说道 是 随后 黄伟寒亲自带着徐灵 来到了看守所后方的一个房间中 房间的空调打得很低 两人进来之后 忍不住微微打了个哆嗦 徐灵的目光 停留在隔着白布的尸体上 随后推着轮椅上前 掀开了白布 王建成已经经过了一系列的解剖 所以 此刻白布上和身体上都带着血迹 不过徐灵仅仅只是稍稍有些紧张 随后就恢复了镇定 他的内心 经历了之前的那一战 变得极为强大 连匪徒都干掉了一个 还有什么好恐惧的 深吸一口气 他戴上了一双手套 轻轻地抬起了王建成僵硬的脑袋 果然发现他的后脑勺上 有一个很小的凹痕 如果不仔细看 根本就发现不了 甚至于 这个凹痕的表皮都没有破 只是凹陷下去一块而已 他脑海里闪过一个个凶器的样式 一件件 迅速地闪现 最终停留在了一件东西上面 救生锤 口中沉生说出了三个字 他抬起了头 说道 走吧 死因找到了 的确是颅内出血 但和我没有关系 只不过 凶手已经死了 我们很难找到凶器 摇了摇头 徐灵立刻把注意力 转到了另外一个东西上 黄伟寒听了 顿时有些泄气 他知道 徐灵指的是杜志祺死了 这家伙是凶手 但是他们现在根本就不可能 从他身上找到任何线索 案子 似乎陷入了死局 两人来到了外面 黄伟寒的神色 有些不好看 小徐 现在杜志祺死了 我们从哪查 他开口问道 之前还有些信心满满 可是杜志祺毫不犹豫地赴死 击败了他那必胜的信念 他们的对手 真的很可怕 徐灵却是笑了笑 凶手虽然死了 但是我们还能找到帮凶 帮凶 黄伟寒神色一宁 帮凶是谁 他又线索了 黄队 空气中的花香闻到了吧 徐灵莫名其妙地问了一句 黄伟寒点了点头 心里急死个人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和我说花香干什么 徐灵 我看过王剑成的伤口 这样的伤口 绝对不可能在短短一天时间里 就能造成炉内大面积出血 物凭我看过王剑成的病例 他有哮喘 还有高血压 两样都站齐了 他要真能挺过来 我反而意外 什么意思 黄伟寒听的云里雾里 完全不明白徐灵这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 徐灵解释道 夜来香在晚上会散发出 大量刺激嗅觉的威力 大量吸入会使高血压 和心脏病患者感到头晕 郁闷不适 甚至病情加重 如果量大的话 可以直接造成高压昏厥 而紫金花 大量吸入 可直接诱发哮喘 呼吸不畅 心脏剧烈跳动 血液循环 至少是平时的三倍以上 哮喘 高血压 血液循环加速 再加上头上的伤口 你说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徐灵说着 看向了黄伟寒 此时此刻 后者张大嘴巴 彻底地猛逼 这些字 他每一个都懂 但连在一起 就感觉是天方夜谭了 花也能杀人 你说笑吧 可是看着徐灵认真的眼神 黄伟寒却已经是深信不疑 这个时候 徐灵再次开口说道 如果我猜得不错 我们看守所附近 应该刚刚搬来 大量的紫金花和夜来香 黄伟寒沉着脸点头 说 前两天几百米外的 一个农场一主 过来一个花农 拉过来大量的紫金花 和夜来香 卧槽 说完他猛地抬起头 然后二话不说 推着徐灵 就朝前冲去 不一会儿 徐灵就被黄伟寒 交给了陈华 随后他亲自 前往那一片农场 很快 花农一家 就被带到了审讯室 隔离审讯 不一会儿 结果就出来了 花农招待有人 要买他之前 种花的那片地 还给他找了一个新地方 价格出得还挺高 于是 花农毫不犹豫地 把所有花都搬了过来 他种植的正是紫金花 和夜来香 只是问花农 对方的样貌之时 他却说自己忘记了 对方戴着帽子和墨镜 也看不清具体长啥样 黄伟寒文言冷笑 这一点事情 根本就难不住他 他立刻组织刑侦的兄弟 对花农原先的那一片 农场周边监控 进行了仔细地筛查 终于 发现了一个目标 当徐灵看到放大的照片之后 脸上露出了一抹诧异的神色 林正和 这个去找花农的人 赫然是景校的副校长林正和 黄伟寒一脸惊讶 问道 你认识 太认识了 徐灵笑着点头 接着把自己 为什么会被分配到交警队 给黄伟寒说了一遍 碰 狠狠地一拳 砸在桌子上 黄伟寒大声骂道 害群之马 徐灵面带笑容 指了指监控画面 说 恍之 我觉得他就是我们的突破口 还有 他身上绝对不指这一件事情 还有他的女儿 据我所知 也是做了多端 交给我 黄伟寒说着 就要带人去抓捕林正和妇女 徐灵听了立刻说道 带上我 抓他们两个 怎么能没有我 我当初可是说过 会亲自抓他们的 呵呵 好 我满足你 黄伟寒笑着说道 他现在是浑身轻松 突破点找到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了 路上的时候 黄伟寒给夏维海 打了一个电话过去 电话那头的夏维海 听到之后 震撼得差点连手里的茶杯 都掉了 你说什么 15分钟就发现突破点 这行侦手段 黄伟寒 你们行侦的人都得失忆啊 挂断了黄伟寒的电话 夏维海笑呵呵地看着 坐在自己对面的那个 穿着一身黑色西装 笑容温和 眼睛里却闪烁着金光的男人 马组长 不好意思 底下人汇报点事情 自从接到电话之后 除了最后一句话 他的笑容都没有断过 对面的马振华皱着眉头 搞不懂面前这个老战友 到底是几个意思 身为巡视组的组长 他奉命来江云市查处一些案子 可是刚刚过来 就被江云市的老义 给安排到了夏维海这边 一开始他并不明白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对夏维海 他是绝对信任的 两个人都是知根知底 对对方的脾气 都了如指掌 只不过从近来开始 他就发现 这老夏好像是得了病 乐呵呵地 感觉是精神出了问题 马振华有些怀疑了起来 难不成自己这个老战友 被案子给逼疯了 他忍不住开口问道 老夏 你和我说句实话 是不是压力太大了 我知道 你们江云市处于西南 本来罪案就高发 如果身体有什么情况 可要及时去医院检查啊 听到他这话 夏维海脸瞬间拉了下来 骂道 你才有病 老马 你就不能盼着我点好 马振华 可你看着 就像是个神经病 滚蛋 再骂一句 我就翻脸了呀 夏维海脸色漆黑 嗯 现在看上去正常了 仔细瞅了瞅 马振华露出了笑容 可以确定 这老夏 还是他记忆中的 那个夏维海 嗨嗨 清了清嗓子 夏维海开口说道 老马 你们巡视组可以开始了 不过我们这边 也要行动起来了 什么意思 马振华满脸疑惑 哈哈 很快你就知道了 夏维海哈哈一笑 咚咚咚 就在这个时候 敲门声响了起来 进来 夏维海喊了一声 郭亮推门而入 看到马振华的时候 当即神色一领 喊了一声 马组长 你好 郭局 马振华起身 和郭亮握手 两人寒暄了两句 郭亮来到了夏维海的面前 拿出了两份请供报告 除此之外 还有一叠的奖金申请表 他道 下局 都是下面的人交上来的 战前派出所张文贵 还有龙华路派出所许青山的 两个三等工 还有差不多两万块钱的奖金 夏维海文言愣了愣 满脸疑惑地问道 什么请供报告 还有奖金 什么奖金 您自己看吧 郭亮没有回答 而是把单子递到了他的面前 结果夏维海一看到名字 顿时笑容满面 原来是这个小子 嗯 不错不错 的确很不错 他笑着点了点头 随后二话不说 直接在上面签字 只要确认是给徐灵的 直接就签字 根本就不看内容 结果对面的马组长看到了 脸色顿时阴郁了起来 等到夏维海签完字 他伸手 按住了那一叠文件 说道 老夏 你看都不看一眼就签了 这不合规矩 夏维海文言笑了笑 说道 放心 我心里有数 老马 你们巡视组这次来我们江云市 我保证会是你巡视生涯当中 最轻松的一次工作 你 马振华再次皱眉 行了 拿走 夏维海也没有多说 直接抽出了文件 递给郭亮 嘱咐道 对了 让交警队那边 自己颁发一下功勋章 我们就不出面了 等到这次行动结束后 那小子就该在我们这里了 明白 郭亮点头 接着和两人打了个招呼 转身离开 什么意思 还是交警队的人 马振华更猛逼了 两个系统的问题 请公居然请到了市局 这江云市都已经这么黑暗了吗 然而这还没完 就在他忍不住想要追问的时候 夏维海忽然接到了一个私人电话 他也没有避讳 直接当着马振华的面接了起来 喂 夏叔 我是颜瑶 电话里传来一个动听的声音 瑶瑶 有什么事情吗 夏维海忍不住问道 此时在办公室里的颜瑶 正用粉底来压着自己的黑眼圈 俏脸满是疲惫的神色 他一边化妆 一边问道 夏叔 我就想知道 那个交警一大队 是不是咱们市局的秘密部队 这话一出来 夏维海彻底猛了 什么意思 颜瑶 之前我去交警一大队 他们全员出动 还说什么持枪抗法什么的 动用交警去执行这么危险的任务 难道他们不是特殊部队吗 夏维海 这情况 应该就是徐林他们的那次踩沙场遇险 交警一大队 的确是过去支援了 还有 夏叔 我向您打听一个人 愣神间 颜瑶再次开口 谁 夏维海问 徐林 听说他是一大队的交警 他放偶鸽子 这辈子 还是第一次被人放鸽子 最重要的是 打他电话 始终联系不上 颜瑶咬牙切齿 这王八蛋 约了自己之后 直接不现身 这都快三天了 一点阴性都没有 打了上百个电话 都是无人接听 虽说两人是萍水相逢 他还帮了那家伙的忙 可说好的事情 他居然玩失踪 这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啊 夏维海梦了 怎么又和徐林扯上关系了 他只能开口说道 瑶瑶 这个我也不清楚 要不然 回头我给你问问 那就麻烦夏叔了 电话挂断 夏维海无奈地摇头苦笑 马振华 老夏 我感觉你们江云市的体质很混乱 包括你在内 都得查一查 随便你查 我无所谓 夏维海说完 摸着下巴问道 老马 你们巡视组进行到哪一步了 马振华文言露出了一抹淡笑 说 手底下的人还在查 别说我不知道 就算是知道了 也不能告诉你啊 组织纪律 你难道忘了 那我们比比 速度怎么样 夏维海脸上露出了笑容 比什么速度 马振华皱眉 夏维海诡异一笑 说 就比一比 我们谁先解决麻烦 好啊 那就比一比 马振华眯起了双眼 他直觉自己的这个老战 有不对劲 只是 不知道是好是坏 江云市某个金碧辉煌的会所之中 王建功脸色阴沉地 看着自己面前的三个人 两位领导 按照你们的计划 我弟弟死了 可是现在 那个交警还没有死 你们说过 会让他给我弟弟陪葬 结果呢 他的语气有些低沉 像急了一头 即将准备拼命的恶狼 小王 不要着急 有些事情得慢慢来 我们这次失手了 但还有更高明的后手 一个沙哑的声音响起 坐在王建功对面的 赫然是一个气度非凡的老人 一身西装笔挺 双鬆斑白 但是脸色却极为红润 且带着一股威严 郑老 别忽悠我了 现在 你们也自身难保了吧 冷冷一笑 王建功说 我听说巡视组已经下来了 而且我那边 已经有人在秘密调查 用不了多久 我们这条船就会沉没 与其如此 我还不如直接动手 坐掉那个交警 然后远走高飞 碰 桌子猛地被拍响 李明宇指着王建功的鼻子骂道 王建功 怎么和我领导说话的 你是想死吗 王建功阴冷一笑 李明宇 你还真吓不住我 我王建功草莽出身 年轻时候就打打杀杀 拼出了一条血路 不知道多少次死里逃生 也不知道 手里到底有几条人命 吓唬我 你还嫩了点 听到这狂妄的语气 李明宇脸色变得极为难看 不过就在他要开口的时候 那个老人拍了拍他的肩膀 他只能信信地闭上嘴巴 老人笑眯眯地看着王建功 说 我已经让人举报那个小交警了 你看着 他很快就会被巡视组关照 至于我在江云市这么久 难道没有布局吗 小王 看问题不能只看表面 有些东西 比你想象的更加可怕 你如果冲动 那死的可不止你一个人 还有可能连累你的家人 我听说 你把老婆孩子都送去了岗城 不好意思 我在那边也是还有几个朋友的 你 王建功的脸色瞬间大变 稍暗无躁 就像我说的 事情不能看表面 你觉得这是一次危机 没准还能给我创造机会呢 要知道我这次检举的 可不仅仅只是那个小交警 还有我们江云市的老姨 你说他若是倒下了 谁能接手他的位置 李明宇 领导 那自然是非您莫属 嗯 老人点头不语 神色淡漠 却隐藏不住眼神里的那种贪婪 王建功也心中一震 如果说 这位真的能够成为 这六百多万人口城市的老姨 那么以后他在江云 就真的可以横着走了 郑王 对不起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王建功起身 九十度鞠躬 无比尊敬 好了 正式说完 小王 我听说 你这里新来了两个叫外语的老师 郑老笑呵呵地说道 脸色有些红润 有有有 我马上给你安排 王建功心中暗骂 但不敢拒绝 立刻起身出去 等到他离开之后 郑老眯起了眼睛 眼神深处闪过一丝狠力 李明宇 领导 这个家伙不能留 先留着 现在不能动 否则容易被巡视组盯上 郑老摇头 马振华从下围海的办公室里出来 立即回到了巡视组的办案驻地 刚刚进门 两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就走了上来 陈硕 杨静 你们两个立刻帮我调查一下夏围海 他直接朝两人说道 二人都是一愣 前者开口问道 马组长 那夏围海不是您的老战友吗 难道 他也有问题 不好说 但我要知道 那家伙到底在干什么 马振华说道 两人点了点头 接着那个名叫杨静的男子 拿过来一份文件 说道 马组长 有人实名举报一个交警 说对方暴力执法 打伤多人 还开车撞死了受害者 无法无天 简直是无法无天 听到这话 马振华气得满脸通红 问道 那个交警叫什么名字 徐玲 杨静立刻回答 嗯 微微皱眉 马振华忽然觉得 这个名字有些熟悉 下一刻就记起来 自己好像在夏围海的嘴里 听到过这个名字 当时 他好像在和一个女孩子打电话 查 彻查 他冷声说道 陈硕 是 马组长 我们现在就去 要不然 先把人带回来 不 先看看 抓人必须要慎重 以免打草惊蛇 是 等到二人离去 马振华看着大厅中忙碌的人群 摇头叹道 老夏 你到底在玩什么把戏 就在巡视组的人 准备调查徐玲的时候 徐玲正在和黄伟涵 以及刑侦之队的兄弟们布控 抓捕灵素 小徐 为什么要先抓灵素 黄伟涵有些不明白 不应该是先抓林正和的吗 徐玲 黄之 抓了林正和 只要他扛住审讯 那我们很难找到证据 但只要我们突破了灵素 那就可能直接掌握一些 林正和的犯罪证据 到时候 突击起来会更容易 好小子 黄伟涵眼中一亮 笑道 你果然考虑得比我远 等回头 我一定得帮你弄过来 复制队长的位置 一定给你留着 哈 那我就不客气了 徐玲咧嘴一笑 全当黄伟涵 在开玩笑 很快 他们就掌握了 林素的行踪 然后迅速地行动 让人有些不可思议的是 他们是在一只鸭子的家里 抓到的那个胖女人 你们凭什么抓我 我爸是林正和 他一定会整死你们的 放我 要不然我就去告你们 那女人被带到审讯室的时候 依旧还在撒泼 两个身材纤细的女警 都被她弄得身心俱疲 徐玲脸色冷漠 黄伟涵亲自推着轮椅 和她一起进入了审讯室 林素 好久不见 当林素看到徐玲那张熟悉的脸 顿时间满脸猙獰 徐玲 原来是你 见到徐玲的那一刻 林素眼神一灵 忽然间就冷静了下来 她冷笑道 你就算抓了 我又怎么样 我没有犯法 你们没有任何证据 最多扣留我24小时 你们就得放我出去 徐玲 是吗 原来林大小姐懂法 不过 你似乎有些很健忘啊 嗯 我来帮你回忆一下 王子玉 李小小 张仙 梁月 随着她口中 漫不经心地说出一个个名字 林素的脸色 瞬间变得惨白起来 身体也在颤抖 我说过 我会亲手抓你 徐玲念完了一圈名字 随后看着林素弹幕地说道 我不但亲手抓你 还能领口供定你的罪 短短的一句话 直接打破了林素的心理防线 说实话 对林素这样的女人 徐玲很不屑 长得丑不是你的错 但出来吓人 那就是你的不对了 至于你残害了那么多学生 那更是死不足惜 但不管怎么说 她代表的是执法者 不能迅思枉法 在这之前 她不找林素麻烦 不是忘了这个女人的恶行 而是没有执法权 而现在 她有夏威海的授权 完全不是问题 在一个小时前 黄伟涵已经派手下的人 把那些受害者和家属 请到了刑侦支队 对林素所犯下的罪行 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取证 林素 她休想再从这里走出去 接下来 在黄伟涵的审讯之下 林家的很多黑料都被挖出来 包括林郑和市里的领导勾结 利益输送 加害警校的学生等等 甚至 故意伤人 杀人等一系列案件 全部都浮现出水面 黄伟涵迅速地开始行动 短短不到20分钟 林郑和就被带到了刑侦支队 当被靠着 走进刑侦支队的时候 林郑和虽然心中紧张 但是却依旧还保留着希望 她的身后有李明宇 还有正经声 他们要是知道自己被抓了 肯定会想办法 帮助她脱罪 走进审讯室 当看到坐在轮椅上的徐林之时 林郑和的眼神猛的一宁 露出了一丝慌乱的神色 两个人见面虽然不多 但一直以来 她都在想方设法整徐林 想要把她彻底猜死 因此 当徐林出现在审讯室 直面她的时候 她心中的惊慌失措 瞬间爆开了 黄之 这个人不应该出现在这里吧 深吸一口气 林郑和有些阴冷地看了眼徐林 对主持审讯的黄伟涵说道 黄伟涵笑了笑 说 林副校长 不好意思 徐林是 你们这个案件的当事人 受害者 同时 她也全权负责这个案子 胡闹 你们的法律都学到哪里去了 身为当事人 就应该避嫌 这样简单的规矩都不知道吗 林郑和满脸凛然地说道 只是在外人看来 凛然的前面没了正义而已 林副校长 很抱歉 我虽然是当事人 但你的案子太大 所以无法回避 你接着说 看看你还能不能找出 让我滚蛋的理由来 徐林笑着抬了抬手 你 林郑和脸色一白 徐林笑着说道 给你看一段录像吧 随着她的话落下 黄伟涵马上就把笔记本电脑转了个面 屏幕对准了林郑和 开始播放林肃的画面 都是我爸 我爸做的 我其实想要向他们道歉 做出赔偿 可是 我爸帮我洗脱了罪名 并且警告那些人 不准声张 还有 唐年校长的儿子 开车撞死人 也是我爸找关系摆平的 他和市里的李明玉有关系 听到林肃到豆子一样 巴巴巴地 把他的一些问题 全部都说出来 林郑和的脸色越来越苍白 是不是觉得很失败 这就是你一直要保护的人 甚至不惜为他以身犯险 结果 他第一时间 把你卖了得干干净净 徐林嘴角露出了一丝嘲讽 继续道 我不为我自己 只是为了那些 被你们家害过的学生和家人 讨回一个公道 说完他自己推动轮椅 转身朝审讯室的门口走去 黄伟涵看着徐林离开的背影 心中有些震撼 这小子 真的是钻研透了人心 从林肃下手 首先他是一个女人 其次在一连串的证据前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抵赖 击溃对方防线之后 就等于是 打破了林郑和的防线 这对妇女两个 全部都跑不了了 继续审讯 黄伟涵朝胡刚说道 林肃开口了 但林郑和没有 相信这老东西身上的秘密 一定很多 徐林刚刚离开审讯室 迎面就看到了陈华 和两个穿着西装 一脸正义的青年 朝他这边走过来 陈华有些面色难看 来到徐林身边 说道 徐林 这两位巡视组的同志找你 巡视组 正巧这个时候 黄伟涵也走出了审讯室 见到那两人 他的眉头就紧紧地皱了起来 怎么回事 他沉声问道 陈硕看着 坐在轮椅上的徐林 皱了皱眉 说道 有人实名举报你暴力执法 对他人进行人身伤害 甚至曾经开车撞死人 现在 我们要来 向你了解点情况 徐林愣住了 暴力执法 这个他倒是不争辩 自己的确暴力过一两回 但也是形势所迫 可你说什么人身伤害 开车撞死人 那就扯淡了 黄伟涵看了眼徐林 抬头冷声说道 谁 是谁说的 把举报者叫来 我要看举报材料 简直是可笑 徐林 这才一共参加工作不到十天 他哪里暴力执法 人身伤害 还开车撞死人 谁说的 我告诉你 这十天不到的时间里 他足足抓了二十多个罪犯 其中还有一个 是B级通缉犯 什么是B级通缉犯 你们知道吗 随着这番话一出来 陈硕忽然笑了起来 他道 黄伟涵之队长是吧 您说的这些 我都知道 就在半个小时前 我们已经调查了 徐林的所有档案 包括他在警校的履历 我们也从他的一些同学 和学弟学妹口中得知 当然 我们也不相信 徐林是那样的人 但我个人觉得 目前他最好 还是在我们的保护下生活 因为 有人想要对他下手 巡视组的调查非常强大 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把徐林的底裤 都快扒出来了 当马振华看到徐林的资料 嘴巴张得老大 该死的 我被老夏坑了 这小子 就是老夏的杀手锏 猛地反应过来 马振华立刻就坐不住了 他们两个打赌 输了虽然不用给钱 但他们就是丢人啊 想想下维海那一副 运筹帷幄的样子 他就浑身不爽 于是把陈硕和杨靖派过来 就想着 是不是可以摘个桃子啥的 可惜有些晚了 当林郑和的审讯结束 陈华拿着口供 来到黄伟涵的办公室之后 黄伟涵就立刻站起来 沉喝一声 行动 收网 江云市官方大楼 在一间宽敞的办公室里 八个人围坐在一起 这八人 正是江云市的核心阶层 从老毅里夙远 到排名最后面的夏维海 都在其中 除了他们之外 还有一位不速之客 那就是马振华 后者坐在夏维海的身边 看着对方脸上的得意神色 牙齿咬得咔咔作响 怎么了老马 不舒服 夏维海故意小声 言语了一句 马振华 老夏 你小子藏得够深的呀 把杀手锏藏在交警队里 然后全面翻盘 一举掀了棋局 厉害 夏维海文言笑着摇头 说老马 这还真不是我不的局 徐林那小子 是被林正和 故意安排到交警队 我不过是 借了别人的棋盘 下我自己的棋局 不管怎么样 你这一招厉害 马振华竖起了大拇指 他之前还怀疑 自己的老战有有事情 现在看来 老战有事早就防备着了 嗨嗨 就在这个时候 坐在首位上面 戴着金丝矿眼镜 一脸严肃的老毅里素远 清了清嗓子 他扫了一眼众人 目光在老二郑金生 老四李明宇的身上扫过 但他说道 今天叫你们来 是告诉你们一声 我被人实名举报 收受贿赂一千万元 针对这个举报 巡视组的马组长 已经进行了深入的调查 他发现了一些 不同寻常的东西 哦 对了 我们还揪出了 藏在组织内部的一批蛀虫 比如说 江云市警校的副校长 林正和 当林正和三个字一出来 李素远的目光 有意无意地 看了一眼李明宇和郑金生 后者依旧是满脸淡然 但是李明宇 却是神色大变 林正和知道的东西 很多很多 甚至足够掀翻 他们整条船 郑金生虽然脸上毫无表情 但实际上 心中已经掀起了惊涛骇浪 林正和的上面是李明宇 而李明宇的靠山 就是他自己 这两个人如果倒了 那么下一个就是他 而且他明显感觉到 李素远的目光中 带着一丝杀气 显然是打算出手了 自己先出手 实名举报对方 而对方则是 直接把自己的牢底 都给挖出来 心中的含义 瞬间不断地上涌 我们这些人里面 有些人已经放弃了 自己的信仰 忘记了为人民服务的誓言 仗着手中的权力 大肆敛财 联合社会上的一些不法商人 进行抢买抢卖 非法占有 一次核心会议 足足进行了一个多小时 当马振华起身的那一刻 老二正经生 老四李明宇的瞬间 脸色煞白 知呀 会议室的门被推开 一行人雷厉风行地走了进来 当他们把传唤文件 放在了郑金生和李明宇 两人面前的时候 这两个人立马就贪了 如果仅仅是势力 还没有权力来处理他们 但此时 他们面对的是京都巡视组 是最权威的监督机构 守直上方保健而来 与此同时 在黄伟涵这边 联合了特警总队 武警 各个辖区派出所抽调的警力 对王建功为首的恶势力 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清除 接近一千多人的队伍铺开来 在一天时间 扫荡了王建功名下的 所有企业和娱乐场所 抓捕了接近三百多人 彻底打掉了这个 笼罩江云市 将近十年的犯罪团伙 整个江云市 从上到下 彻底地清洗了一遍 还给了民众一个朗朗乾坤 当百姓们第二天 看到了新闻之后 无不是拍手叫好 还是那一家饭店 还是那个包厢 也还是那几个人 徐玲和张朝几个同学 相互举杯 庆祝重聚 三杯下肚 众人开始聊了起来 张朝凑近徐玲 开口说道 老徐 现在林郑和已经被抓了 据说很大可能会被判无期 林素那个女人 也至少是十年起步 你的这一口恶气 总算是出了 徐玲笑着点头 的确是出了一口恶气 说实话 她不反对别人喜欢自己 哪怕丑一点也无所谓 你只要用正常手段来追自己 大不了就拒绝了便是 可林素这个女人心如蛇蝎 无所不用其极 要不是自己有系统的话 没准还真能被这家伙给整死 现在吗 波云渐月 总算是到头了 徐玲 你转档报告写了没有 李欣欣略有些羞涩地开口问道 之前她向徐玲表白悲剧 现在已经释然了 反正她喜欢她的 又不影响 实在走不到一起 那再选择 反正现在还年轻 徐玲看到了李欣欣那羞涩的模样 心中无奈 要说这丫头长得也不差 但是她心里的确没啥感觉 想到这里 忽然间脑海里出现了一道 恶魔动人的身影 她忍不住猛地一拍脑袋 好像忘了一些事情 自己貌似答应了那个女人 不过由于行动 放了人家鸽子 想到那一串的未接电话 心中生出了一丝歉意 转岗报告没写 这两天光顾着写行动报告了 她举起手里的酒 朝众人敬了一杯 说道最后一杯 身上的伤还没有好利索 她虽然身体素质强悍 但腿部和肩膀部位的枪伤 至少要半个月以上才能痊愈 换成别人至少要个把月 你受伤了 突然间 两个清脆的声音响起 其中一个是李欣欣的 而另外一个赫然来自于她的身后 并且空气中 也出现了一股淡淡的忧香 徐玲转头 看到来人之后 神色立刻变得尴尬起来 你 怎么来了 站在她身后的赫然是被她放了五天鸽子 打了至少不下于八十通电话的颜瑶 对方的眼睛里带着一丝怒火 胸脯起伏 似是要把徐玲给大谢八块 你还有空喝酒 真是好兴致 颜瑶感觉自己这几天的担心 都花到狗身上了 不 就算是给了狗 狗也能跪舔叫几声 这家伙 自己打了她那么多电话 难道就不知道报个平安 徐玲 那个 非常抱歉 我是真的忙忘了 她开口说道 忙着喝酒 颜瑶冷声问道 好吧 她感觉自己再说 就变成狡辩了 颜瑶也没有再说什么 而是从自己的包包里 掏出了一张发票 放在徐玲面前的桌子上 你不是说 要赔偿我的修车费用吗 这是发票 回头给我钱 她说着 不失优雅地 朝着目瞪口呆的张朝几人点了点头 露出一抹微笑 接着转身离开 徐玲倒也没有追出去 而是拿起了桌子上的发票 卧槽 六十二万 一声惊呼 她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她脑海里瞬间跳出来一句话 女人 你已经涉嫌敲诈勒索了 拿起发票 徐玲起身就下了楼 等到她离开 张朝几个才回过神来 我去 那女人好漂亮 人间仙子啊 老张 徐玲到底是咋认识她的 她们的关系 好像不一般啊 妾 老女人一个 欣欣 你这是极度 几个人纷纷开口 李欣欣一脸吃味的神色 看得几个男同胞 都忍不住心中凄凉 同样是男的 为毛人家吃着碗里的 连锅里的都垫着她 而自己搁几个 却只能在一旁干看流口水 然子 大风 搁得心好痛 张朝捂着心脏 看向了郭小然和王峰 哥 别说了 我的心已经碎了 王峰五脸泪奔 徐玲急匆匆地下楼 就看到颜瑶打开车门 坐上了驾驶位 她二话不说上前 拉开副驾驶的门 坐了进去 颜瑶看着她 冷若寒霜地开口 你上来干什么 徐玲拿着发票 郑重地说道 美女 给你个机会 把这张发票收回去 要不然 你会有大麻烦 颜瑶 什么大麻烦 劳烦你告诉我一下 徐玲满脸 高深莫测的笑容 说 你知道不知道 自己已经涉嫌 敲诈勒索了 我之前看了 你这辆车 不过就是 撞碎了一个 前保险杠 和一个大灯而已 不管怎么修 都修不到62万吧 别忘了 我是交警 就算买不起 你这样的豪车 但价格 还是知道一点的 你确定知道价格 颜瑶一脸细血 接着微微侧身 靠近了徐玲 幽香扑鼻 徐玲吓得立刻 往后靠了靠 举手说道 你想干什么 呵 颜瑶痴笑 伸手从副驾 下面的盒子里 拿出了一份 类似于 合同一样的东西 直接甩在了 徐玲的怀里 徐玲疑惑地翻开 果然是购车合同 只不过上面的文字 让她整个人 都感觉不好了 全英文 但她能看懂 冰临墓上 定制款 全车价格 112万哦 112万哦 徐玲感觉 自己的嘴唇 都在哆嗦 真的是贫穷限制了想象力啊 她认为的兵力 就是四五百万顶天了 就算撞坏个大灯 和保险杠 最多也就是 十万块钱就能搞定 到时候跟领导申请一下 没准上面 能拨款下来 62万 都特末能买一辆 顶配的武器 还有富余 自己找大队长开口 估计都能被骂死 她善善地看着 炎妖那张精致无瑕的翘脸 有些难为情地问道 那个 你有没有走保险 没有 你不是说你来赔吗 我就没有走保险 炎妖嘴角掀起一丝弧度 这家伙 好玩 如果徐玲知道自己 在她心中 是好玩两个字的评价 估计能活活气死 听到这话 徐玲嘴角抽了抽 你这车 我真心赔不起 嗯 炎妖点头 嗯 徐玲满脸惊疑 问道 然后呢 没有然后了呀 你既然赔不起 我就只能找你们领导去 实在不行 就找势力 停停停 徐玲抬手 说 你至于吗 不去找也行 这点钱对我来说 其实也不算什么 这样吧 那就换一种偿还方式 炎妖笑着说道 行 你说 把衣服脱了 傻 徐玲吓了一跳 姐姐 虽然你很漂亮 但我卖一不卖身的好不好 呸 什么卖艺 我是人民警察 你脱不脱 炎妖美眸里闪烁着一丝冷意 缓缓拿出了手机 行行行 脱就脱 徐玲咬牙 反正在这大美女面前脱个衣服也不吃亏 男人嘛 大街上光膀子都正常 他二话不说 把自己的上衣给脱下 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扯到了伤口 疼得倒吸了一口凉气 炎妖的目光汇聚在了他的身上 第一眼就看到了 前几天他见到徐玲之时的刀伤 再然后就留意到了徐玲肩膀上的枪伤 两个伤口都还用绷带包扎着 他眼神震惊 脸上动容 伸手想要触碰一下 却是微微一颤 缓缓地收回了手 目光从伤口上移开 他看向了那完美的健硕身材 脸颊微微泛起了一丝红色 那个 裤子也脱了 他开口说道 啥 姐姐 别过分啊 徐玲当即满脸戒备 这女人不正经 过分 弟弟 你怕是不知道姐姐的手段 颜瑶笑眯眯地看着他 双眸弯成了月牙 迷人至极 徐玲咬着牙 我是一个有底线的人 哈 颜瑶更开心了 他觉得 逗一逗这小子 能够给自己紧张的工作和生活 带来无限的欢乐 行了 带着你的底线 下车 他觉得自己的要求 似乎也有些过分 直接让徐玲下车 拜拜 徐玲下车 直接夺路而逃 好像跑得慢一些 就会被颜瑶生吞活泼一样 女人 洪水猛兽啊 哥哥哥 身后的宾利车里 传来了银铃般的笑声 颜瑶看着那个背影 笑着笑着 翘脸微微红润起来 他之所以答应徐玲的见面 是因为那一次亲眼看到了 他奋不顾身扑救孩子 甚至不惜 以自己受伤的代价救下孩子 被放鸽子的当天 又看到了一大堆的紧急支援 听到了持枪抗法四个字 不免对那个只见过一面的大男孩 担心了起来 徐玲的彻底失联 更是让他提心吊胆 心底的善良 让他无法忽视 这个大男孩的生死 今天再次相见 看到这小子的一身伤痕之后 他心中更是确定 这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英雄 心中有些难言的感觉 尤其是他带给自己欢乐的时候 颜瑶感觉到了一种甜蜜的味道 脆 他忽然脆了自己一口 满脸通红的驾车离去 第二天早上七点 徐玲还在家里呼呼大睡 一通电话就把他给吵醒了 小祖宗 你小子赶紧来队里 快点 有大事 电话接通 赵国栋在对面兴奋地叫嚷了起来 赵队 你一大早发什么疯 我还在休病假呢 徐玲嘟囔道 赵国栋 休个屁 赶紧起床 来领功勋章 支队长和夏局亲自给你颁发 他们马上就要到了 赶紧的 徐玲文言猛地睁开了眼睛 脸上露出了喜色 功勋章 对于任何一个警察系统的人来说 都是一种荣誉和肯定 徐玲知道自己立了功 心中早就已经期待 佩戴上功勋章的那一天 只是没想到 居然来得这么快 他立即穿戴好衣服 洗漱之后就匆匆出了门 火急火燎地赶往了交警一大队 出租车刚刚在大队门前停下 下车之后 他第一眼就看到了 同时来到大队门前的三辆车子 三辆车都挂着警用牌照 最前面那辆车的司机 在见到徐玲的时候立刻停下车 降下了车窗 黄之 见到对方 徐玲开口打了个招呼 黄伟寒严肃的脸上 难得露出了笑容 说道 小徐 我今天是来看你风光的 赶紧进去吧 徐玲兴奋地点了点头 大步走进了队里 大队的会议室里 徐玲刚刚进去 大队长赵国栋就率先鼓起了掌 哗哗哗 掌声雷动 数十个一大队的交警和辅警 所有人都面带笑容地看着徐玲 尤其是杨伟和方伟两个 尤为激动 手都快拍红了 很快 徐玲的身后响起脚步声 接着几个大佬走进了会议室 首先 是一个身材高大 浓眉大眼的中年人 他穿着一身交警长服 面带笑容地扫了一眼大家伙 支队长 赵国栋连忙上前 敬礼喊了一句 徐玲他们也都急忙站直了身躯 敬礼 来人正是江云市交警支队的支队长 卢庚 看了眼 这群精神满满的年轻人 卢庚笑容更盛 双眼都眯了起来 他来到了徐玲面前 主动伸手和徐玲握了握 说 小徐同志 你真是给我们交警队长脸 我看以后谁还敢说 我们交警只能站站岗 查查车 徐玲有些小激动地 握着面前这位支队大佬的手 咧开嘴 笑得很开心 我说老罗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我们谁说过 你们交警只能站岗查车了 你这是赤裸裸的污蔑 声音传来 门口再次走进来一人 赫然是市局局长夏伟海 在夏伟海的身后 还跟着郭亮这个分局局长 以及黄伟涵这个 刑侦支队的支队长 对于徐玲来说 除了黄伟涵差一点 这些可都是大佬 卢庚神色严肃地 和夏伟海握了握手 说 老夏 你可能没说 但流言蜚语多的是 你也说了 那都是流言蜚语 不过 你放心吧 从今天开始 我们这个系统里 绝对不会对你们有任何流言蜚语 夏伟海握着他的手说道 那还行 卢庚露出了笑容 夏伟海一笑 问道 行了 直接进入主题 你先来 还是我先来 卢庚 我手底下的人 当然是我自己来 说着 他从自己的口袋里 拿出了一份稿子 看了一眼激动的众人 大声念叨 至江云市交警支队 交警一大队 全体警员 辅警 应一大队全体警员 在9月11日至24日期间 连续破获多起盗窃 绑架 杀人 打击罪恶势力等案件 在此过程中 全员群策群力 不畏艰险 表现突出 特授与交警一大队 集体三等攻一次 以资鼓励 哗哗哗 当念完稿子上面的内容 一群交警队的兄弟们 纷纷鼓掌 激动得满脸通红 要知道他们交警队一年到头 都不见得能够拿到什么功勋章 一次三等攻 就足够让他们所有人都激动了 然而 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卢庚亲手把一枚三等攻的功勋章 还有上级签发的嘉奖 送到了赵国栋手里后 他回到了原地 继续拿出一份稿子 应一大队交警杨伟 方伟 二人在917大案的行动中 表现突出 不畏生死 守护人民财产安全 献特授与杨伟个人三等攻一次 方伟个人三等攻一次 望你二人继续努力 为百姓服务 917大案 也就是小弯堂彩沙场的案子 虽说两个人基本上都是陪衬 但他们的确是不畏生死 汉勇至极 拿这个三等攻也是在情理之中 宣布完了之后 卢庚亲手给两人佩戴了功勋章 并且发放了嘉奖 最后 他再次回到了原位 目光看向徐灵 露出了一抹笑容 从口袋里 掏出最后一份文件 他大声念叨 徐灵同志在9月11日破获绑架杀人案 并且帮助警方抓获凶手 在之后的两天时间里 抓捕盗窃犯20余人 缴获赃款赃屋高达200多万 9月12日抓捕B级通缉犯 应勇负伤 并在917大案之中 无畏无惧 成功帮助警方捣毁了一个庞大的藏黑窝点 击毙通缉犯一人 帮助警方抓捕通缉犯11人 经江云市交警支队 联合江云市局会议研究决定 献授与徐灵同志二等功一次 并破格提拔为一级警司 以资鼓励 哗哗哗 整个会议室里 都回荡着震耳欲聋的掌声 徐灵马上上前 立正敬礼 卢庚来到他身前 从一个红色的盒子里 拿出了一枚二等功勋章 亲自给徐灵戴上 并且将加奖令 亲手交到了他手里 小徐 恭喜你 他笑着拍了拍徐灵的肩膀 脸上虽然很开心 但也有些无奈 优秀的人才 终究是留不住的 这一点他非常清楚 掌声再次响起 徐灵挺直了胸膛 对着所有人敬礼 这个时候 卢庚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退到了一旁 夏威海走上前 看着徐灵 脸上近视微笑 此时的徐灵 满脸都是激动的神色 不是说三等功的吗 怎么突然就变成了二等功 他还有不敢相信 大家都说二等功躺着领 不过想到自己这一身伤 要是换成别的人 或许真的是躺着领了 徐灵同志 我这里还有呢 就在他案子窃喜的时候 夏威海开口了 徐灵抬起头 一脸疑惑 还有 前者从口袋里 掏出了一份文件 开口念叨 应交警一大队徐灵同志 在清扫行动中 协助我方成功破获一起凶杀案 并且寻找到重要线索 帮助我方成功铲除 盘踞在江云市十多年的毒瘤 经市局党委会议表决 授予徐灵同志二等功一次 当夏威海的二等功三个字出来 徐灵都差点陷入当机的状态 一个还不够 再来一个 自己这当了十多天的交警 居然直接获得了两个二等功 如此恐怖的战绩 怕是整个大厦 也找不出一只手来吧 不 那是前无古人 要知道 他可是交警 两次二等功 从实习警员连跳五级 升到了一级警司 警起来得有些快 有些猛 让他一时之间都有些猛 看着自己胸前的两枚勋章 感觉就像是做梦一样 当卢庚亲手给他换上尖章后 他才回过神来 看着肩膀上的一条杠杠 和三枚四角星花 自己现在的行政级别 至少也是妇科级了吧 别看 政科待遇 卢庚笑着说道 是 徐灵一挺身躯 大声喊道 卢庚拍了拍他的肩膀 转过身 笑容瞬间消失在脸上 赵国栋 跟我出来 赵国栋文言 立刻老老实实地跟了上去 两人来到外面 卢庚的脸色瞬间变得阴沉 冷声道 我就去省里学习了一趟 你小子连这么点事情都处理不好 你知道 现在有多少双眼睛盯着徐灵 就不能给我打个电话吗 赵国栋很憋屈 开口说道 支队长 我是一天十个电话 都不止吧 您一个都打不通不说 连回都不给我回 我有什么办法 政委那边说 让我找您 但也得找得到啊 卢庚嘴角抽了抽 好像自己前几天 的确是看到未接电话了 不过根本就没有打算回复 好不容易出去学习 顺带休息一下 谁想到 居然遇到了这样的事情 徐灵这小子 他是真想留下 半个月时间里 他们交警一大队 就一个集体三等功 两个个人三等功 还有徐灵自己的两个二等功 可谓是一飞冲天 名动天下 如果说 把他留在队里一年 两年呢 什么都别说 他进到省里 绝对有希望 可是现在 那么多人盯着 说句实话 他根本就扛不了多久 这样 卢庚对赵国栋开口 说道 你什么都别说 别人找你你也别搭理 就说得经过我的同意 我先走了 继续学习去 对了 告诉徐灵 就说那辆车的修理费 我们前天已经给他报了 让他专心工作就行 为了他 我可是下了血本 说完之后 他转身就朝外面跑去 等等 老罗 你跑什么 正巧这个时候 夏维海走了出来 看到卢庚快速离开的背影 急忙追了上去 只不过他这一追 卢庚跑得更快了 转眼就冲到外面 上车迅速离开 这老东西 夏维海一瞪眼 哪里不知道 卢庚是在回避自己 他气冲冲地转身 回到了赵国栋的面前 说道 小赵 不管怎么说 徐林我们必须要调走 您应该知道 他更适合的岗位是刑警 赵国栋深有同感地点头 说 下局 您说得对 不过 您和我说不着 得找我们支队长 夏维海 他后悔了 早知道刚才就跟出来了 不过 随后他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笑 逃避有什么用 这个人 他是要定了 他心中暗道 支队长没人 交通局那边 你总跑不掉了吧 只要上面出具调令 有你卢庚和没你卢庚 还真就没有任何区别 小黄 走了 他打开会议室的门 朝依旧 还在和徐林套近乎的黄伟涵说道 后者愣了愣 走出来问道 下局 成了吗 夏维海摇头 没有 不过你放心 这个人肯定是你们行侦的 最多半个月 我就给你弄过来 赵国栋不屑一笑 要是他们支队长半个月不出面 你怎么掉 夏维海注意到了他 嘴角微微上扬 露出了一抹鬼笑 他开口说道 小赵 既然人不给我们 那打个商量行不行 我们戒掉几天 就几天行不行 最近行侦那边有几个大案 我想请徐林帮个忙 刑事案件 还是大案 你知道造成的恶劣影响 我想早点给百姓和受害者 一个满意的答复 这话一出来 赵国栋倒是不好拒绝了 都是为人民服务 他们卡着徐林不帮忙 那到时候被上级知道了 估计能被骂死 不说上面 就连老百姓 也会对他们有怨言 行 戒掉可以 不过戒掉几天你 可得说清楚 赵国栋神色肃穆地说道 七天 我们就戒掉七天 怎么样 夏维海也没有过分 说出了一个数字 行 这个我可以做主 赵国栋点了点头 反正是戒掉 也没什么 徐林 出来一下 夏维海满脸笑容 立刻走进会议室 让徐林出来 夏局 赵队 黄芝 怎么了 徐林面露疑惑 他有预感 自己应该是要被调走了 心中不免有些兴奋 没想到夏维海说道 小徐 我们要把你戒掉到刑侦支队几天 那边有几个大案 想请你帮个忙 徐林愣了愣 只是戒掉 不过 很快他就释然 也无所谓了 话说回来 自己在交警队 混得也是可以了 整个一大队 就连赵队 都把自己当成小祖宗一样供着 食堂阿姨打菜 都是给自己打双份 小日子 简直不要太舒服 我没意见 服从组织安排 他摇头说道 见到他答应 夏维海立刻对赵国栋说道 小赵 那人我就先借走了 回头你和老卢汇报一下 行 下局 我知道了 赵国栋点头 接着看向了徐林 说 小徐 到了刑侦那边 可别给咱一大队丢人 徐林 放心吧 赵队 我什么时候丢过人 臭小子 不是小祖宗吗 徐林嬉皮笑脸地说 滚 赵国栋瞪着眼珠子 正要转头离开 忽然想到一个事情 又开口说道 对了 你那三万块钱奖金 我已经打到你的卡上 还有 如知让我告诉你一声 说前天他已经把那辆豪车的修车费给解决了 让你专心工作就行 上面可是很支持你的 啥 听到这话 徐林张大了嘴巴 他不由地想到了昨天晚上的那一幕 自己 好像是白嫖了 女人 果然是越漂亮越会骗人 他气得咬牙切齿 按道下次绝对要提防这点 不能看见美女 就心慈手软 必须两手都要抓 两手都要硬 头可断鞋可留 美女面前不低头 行了 走吧 黄伟涵拉着徐林 急匆匆地朝外面走去 现在他们的确是遇到了一个棘手的案子 时间很紧迫 刑侦支队 当徐林跟着黄伟涵走进支队会议室的时候 赫然发现 整个会议室几乎是坐无虚席 其中大多都是穿着警服 还有一部分身穿便装 徐林穿着交警队的制服 胸前挂着交警的警徽 毕章也是交警的毕章 当他走进会议室里 很多人都把目光投向了他 陈华和胡刚两人眼睛一亮 盯着徐林的眼神里 充满了喜色 太好了 大队长终于是把人给弄过来了 他们在之前的王剑成死亡案件中 对徐林真的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15分钟找出线索 然后直接破案 他们困了一天一夜 却毫无头绪的案子 却被他轻而易举地破了 这小子绝对有一套 但还是有很多人不认识徐林 大家看着这个穿着交警制服的年轻人走进来 一个个脸上都露出了狐疑的神色 尤其是一些老行侦 一个个看着黄伟涵 脸上满是疑惑 黄伟涵没有去搭理那些疑惑的目光 扫了一眼众人 开口说道 人都到齐了 那么现在我们开会 他抬手示意徐林 自己随便找个位置坐下 然后让一个技术警员打开了投影仪 一个画面马上就出现在了前方的墙上 何聪 男 42岁 江云世人 家住华茂街 幸福花园小区 三状502 六天前被发现在家中烧炭自杀 无目击者 尸体是周末从学校回来的儿子发现的 其妻子接到电话 也从外地赶了回来 王盈珍 男 42岁 江云世人 家住洪河小区A座601 三天前被发现字役在家中 家中的监控录像清晰拍摄到 他是自己主动把自己悬掉在家中的房梁上 钟明 男 42岁 江云世人 家住万泰豪园酒栋501市 今天早上9点20分 外出买菜的死者妻子回家之后报警 说丈夫在家中割腕自杀 同样 全城都有监控画面 经过技术组仔细甄别 确实是自杀 徐玲认真的看着投影的画面 神色严肃 全神灌注 眼神里带着兴奋的神色 行真 这是他第一次真正接触 比起直接动用善恶之眼抓罪犯 这个难度更加高 因为就算你动用善恶之眼 知道了罪犯的信息 又能怎么样 他需要的是 完整的证据链 没有这个 根本无法提起公诉 明知道罪犯是谁 却拿对方没有办法 这样的事情 难道还少吗 善恶之眼对徐玲来说 刷积分很合适 到了这类案件面前 只能是个辅助 他觉得 最好还是先忘掉这个技能 动用施语者 寻踪这些真正的专业技能 来提升自己的行真经验 想到此 徐玲把善恶之眼抛在脑后 沉入到了案件当中 三起案件 就目前看来 有多个共通点 第一就是都是男人 第二个就是全部都是自杀 还有一点 那就是 全部时隔三天 搞得像举行仪式一样 但是他觉得这也太巧合了 如今这个社会 生活水平高 百姓安居乐业 除了一些抑郁症患者之外 几乎很少会有人选择自杀这条路 或者说 根本就不可能 除非 有人在他们身后 逼他们去死 比如说高利贷等等 黄伟涵继续说道 在过去的一年中 我们江云市的自杀案里 只有四起 但是在这个月 短短不到十天的时间里 就发生了三起 这是巧合吗 质问声 在所有人的耳边回答 每一个人的神色 都非常严肃 巧合 不可能 行真的工作 那就是击碎各种巧合 不可能 以及剖析一切匪夷所思的事实 寻找根本和答案 他们绝对不相信 世界上会有这么多巧合的事情 但是根据现场的勘查 还有法医的尸检 都告诉他们 这三个案件 似乎真的没有任何关联 仅仅只是一个巧合 徐灵摸着下巴 目光死死盯着投影画面 一丝一毫都不愿意放过 从死者死亡之时的神态 还有他们当时所处的环境等等 都进行了细致的观察 虽然没有什么发现 但他相信 细节总会浮出水面 小徐 这是资料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刻意压低的声音响了起来 赫然是陈华来到了徐灵的身边 给了他一份三个死者的尸检报告 和家庭背景等资料 谢谢陈队 徐灵笑着说道 陈华拍了拍他的肩膀 重新坐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殊不知 他的举动 却是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有些吃惊 即便是那些干了七八年行征的老队员 也都满脸不可思议 陈华和胡刚这两位 可都是破案狂魔 在他们手底下破获的大案要案 不计其数 干了十几二十年的行征 功劳都挂满墙了 自然这样的人会更加高傲 对年轻人会鼓励一番 但绝对不会像现在这样 刻意去结交 很多人都在好奇 这个交警到底是什么来头 莫非 又是某个来杜金的子弟 胡刚看到这一幕 咬了咬牙 对着陈华就骂了一句 拍马屁也没用 人家不可能去你们三队的 你懂个屁 陈华瞪了一眼老伙计 他确实想让徐玲来 自己的三队 但也知道这可能性不大 而之所以把资料给徐玲 其实也带有一丝考验的意味在内 主位上的黄伟涵 继续在说案情 而徐玲已经沉入到了 手里的掩饰报告 和三个死者的所有资料当中 很快 他就发现了另外两个共通点 他们三人的死亡时间 都在早上八点到九点之间 还有一个更加直观的就是 他们的年龄都是42岁 再往下就是法医报告 这三个死者的身上 除了他们死亡时 留下来的伤口痕迹 没有任何外伤 连一个针孔都没有 胃里残留的食物和胃液 还有血液检测 都正是没有中毒的迹象 法医出具的三份报告 死亡原因都是疑似自杀 因为没有足够的其他证据 所以他们也只能挂上 疑似两个字 不敢确定 再往下就是走访调查之时的材料 根据周围的邻居说 这三人生性开朗 和邻里关系也非常好 平时也没有任何暴躁的迹象 待人和善 为人正直豪爽等等 随后又是几份医疗卡的调查记录 除了一些小感冒之外 他们几乎没有上过医院 也证实没有抑郁症的迹象 然后是背景调查 深挖他们的身份 几乎所有的证据都表明 这三个死者中间 不存在任何联系 似乎 这三起案件 就是一个巧合 徐林也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他觉得光光看这些资料还是不够 必须要出一次现场 三个现场必须要看 嗯 他正准备放下资料 忽然心中一动 脸色瞬间就变了 在三个死者的子女关系一栏里面 写着他们三个分别有一个儿子 年龄都同样是17岁 父亲岁数相同 儿子岁数也相同 他猛地眯起了双眼 拿过边上的那个刑警手里的笔和笔记本 在对方满脸不悦的怒视下 恍若未觉得 开始刷刷刷写了起来 你 那刑警见到徐灵不搭理自己 顿时忍不住有些动物 猛地想要拿回自己的东西 但黄伟涵却直接喊了一声 小叶 原来 这位支队长也发现了徐灵的异常 随着他的这句话 所有人的目光都转移到了小叶和 正在埋头疾书的徐灵身上 黄伟涵第一个站了起来 悄悄地来到了徐灵的身后 接着是陈华 然后还有胡刚 三人一起站在徐灵身后 目光死死盯着 他写在笔记本上的字 第一行两个大字 外加问号 巧合 看到这两个字 黄伟涵三人就知道 徐灵肯定是发现了什么 紧接着 徐灵在下面写上了一条条巧合 一 自杀 二 年龄均为42岁 三 家境中等偏上 四 间隔三天 五 死亡时间大致相同 六 子女年龄均为17岁 一条条的信息出现 黄伟涵和陈华 以及胡刚三人 都有些诧异 从近来到现在 也就是十分钟的时间 难不成这小子 再次发现了什么不成 这速度 也太快了吧 见到三位之队长和队长都如此 也有一些老资格的刑警站了起来 朝着徐灵这边靠过来 想要看看 能让三位队长都如此关注的人 到底在写什么 而原先被徐灵 抢了笔记本的青年刑警 则是一脸震惊地 看着徐灵写下的一条条巧合信息 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发现这么多巧合 足可见这个小年轻 心思极为缜密 他不由地抬头看了一眼 猛然双眼一瞪 发现了徐灵的警衔 赫然是一杠三星 一级警司 死 他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自己当了三年的刑警 也破获了几个案子 拿了一个三等功 但是到目前为止 他还是一个三级警司而已 身边的这个年轻人 年龄最多二十出头 比自己小了四五岁 这就一级警司了 不可思议 匪夷所思 就在这个时候 徐灵写完了自己想要写的东西 接着一条条地开始梳理 最后直接在子女年龄 均为十七岁的下面 画了一条粗线 他猛地抬起头 看向黄伟寒的方向 赫然发现没人 而且他还发现了 周围的人似乎都在看着他 眼睛一眨不眨的那种 你们 他刚要开口 身后就伸过来一条手臂 一把拿走了他刚刚写完的笔记本 看了起来 徐灵见到是黄伟寒 当即说道 一般的孩子 上学的年龄都是一样的 他们都是十七岁 会不会在同一个学校 或者说 参加过同一个比赛 甚至是同班同学 当然 他们现在可能不是在同一所高中 但是小学 初中 或者是幼儿园的时候呢 我觉得 这方面可以入手 黄伟寒双目闪烁着金光 当即大声说道 胡刚 马上给我查死者的孩子学校背景 是 胡刚 沉赫一声 一挥手 马上带着七八个刑警 离开了会议室 陈华有些羡慕地 看了一眼这个家伙 撇了撇嘴 他也想去啊 下一刻 徐灵终于反应了过来 开口对黄伟寒说道 黄之 我想去现场看看 三个现场都要去 好 陈华 别说我厚此薄彼 你带小徐过去 能到什么程度 就看你的本事了 黄伟寒意味深长地说道 是 陈华立刻一脸兴奋地敬礼 太好了 能跟徐灵出现场 那绝对会有收获 虽说他刚刚也是在考验徐灵 但此刻却已经被震撼到了 仅仅十分钟 这家伙就发现了一个疑似的线索 给他们整个支队 都注入了一记强心针 不管有没有收获 那都是宝贵的经验 这小子 果然是不简单 尤其是在想到 上次在牢房里 这小子闻了闻花香 就找到了线索 简直是不可思议 他越加兴奋了起来 对徐灵说道 小徐 我带你过去 徐灵点了点头 没有理会周围那些震惊的目光 和陈华一起朝外面走去 等到他们二人离开 那些刑警终于是忍不住了 黄之 这个小交警是什么人啊 是啊 黄之 这是您请来的高手 他说的这条线索 有用吗 一群人纷纷开口 黄伟涵则是扫了一眼众人 气横横地说道 你们自己想想 一个个都干了几年的行侦了吧 为什么这么关键的信息 都没有想到 你们都把目光 放在受害者的人际关系上面 或许注意到了家庭关系 但是你们却习惯性地 把学生这个群体 给摒弃在了线索之外 我看你们 一个个都得再学一遍行侦 黄伟涵说着 忽然老脸一红 自己似乎也忽视了这一点 毕竟这三个家庭 本身没有任何交集 谁会想到那一层上去 走访调查 也没有注重这方面的信息 他再次看了眼 手里的笔记本 拿起手机 拨通了夏伟海的电话 喂 夏局 我是黄伟涵 自杀案有点头绪了 我建议成立一个专案组 此言一出 所有站在会议室里的刑警 都神色肃目了起来 专案组 非但要案不成立 一旦成立 便必须要限期破案 是 黄伟涵听到电话里 传来确定的回复 立刻大喊了一声 这边 徐灵和陈华 一起来到了案发现场 他刚刚进去现场的时候 就开启了 自己强大无比的寻踪技能 首先捕捉到的 就是一股股气味 属于不同人的气息 自从学到了寻踪技能之后 他的鼻子远超常人 可以分辨出多种气味 甚至能够根据气味进行追踪 不过案发现场的气味非常之多 因为没有提前接触过 所以他也无法分辨出来 到底是什么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味 他看着地面上的白色线条 还有旁边的一个早已经熄灭的碳炉 以及地上散落的一些碳灰 脚印等等 沉默片刻 他微微摇了摇头 没办法 根本就没有任何线索 叹了一口气 他来到了窗户的位置 目光朝着楼下扫视了一圈 又看了眼对面的那栋楼 随后转身 刹那间 他忽然眼神一宁 目光看向了窗台位置 窗台上 有一盆绿植 是市面上常见的春蓝 但这并不是关键 关键就在于 这盆绿植下面的蓄水盘里面很干净 没有一丝一毫的污渍 手套 徐灵一声沉喝 听到他的话 陈华神色一领 连忙拿出了一双白色手套 徐灵迅速地戴上手套 轻轻地捧起了春蓝 陈华有些猛逼 这上面似乎啥都没有吧 他眼中 的确是什么都没有 但徐灵的双目 在寻踪技能的加持之下 却如同一台显微镜一样 他看到了被人擦拭过的痕迹 而当他缓缓地拿起蓄水盘的时候 赫然发现 蓄水盘下面的一个 不规则圆形印痕 养过绿植的都知道 长时间把花盆放在外面 底部肯定会出现 圆形的脏污印痕 而此时此刻 他们面前的印痕 就是一个证据 因为它并不规整 好像有些椭圆 如果不是仔细看的话 人眼都很难发现 并且印痕上面 有非常细微的破坏迹象 马上寻找周围的监控 看看有没有能够 拍摄到这个窗户的 徐灵放下东西 陈生说道 事情大了 他有90%的把握 这是一起凶杀案 陈华听到之后 马上安排人展开工作 仅仅15分钟时间 他就找到了一架 街边店铺的监控 但是那个监控 只有案发前的监控画面 案发当天的监控 却是因为检修中断了半天 巧合 又是巧合 徐灵不死心 立刻让监控主人 联系监控厂家 结果厂家那边回复 根本就没有进行过 上门检修的服务 等到从街边的店铺里走出来 徐灵和陈华两人 都脸色凝重地对视了一眼 谋杀 两人几乎一口同声地 说出了两个字 而就在这个时候 陈华的手机响了起来 陈华的手机响了 电话是胡刚打的 当他接通电话之后 那头的胡刚 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老陈 马上回队里 陈华 好 两人随即上车 陈华一脚油门踩下去 大众车顿时快速地 朝着市局方向开去 回到了市局 两人立刻朝着支队 所在的三楼跑过去 不一会儿 他们就来到了会议室里 和之前一样 会议室里作无虚席 徐灵和陈华进去之后 黄伟涵第一个站起来 手里拿着几份文件 交给徐灵 他接过来一看 眉头渐渐松开 确定了 谋杀 而且根据我的推断 仇杀的可能性最大 抬起头来 他的神色极为自信 语气也是非常笃定 黄伟涵点了点头 给他竖起了一根大拇指 好小子 十分钟就给我们找出了线索 有你的 我们这些人 看来都得回路再造了 之前我们大家都陷入了思维误区 拼命小把三个死者联系在一起 但却光光从他们的人际关系上找 加上他们是自杀 所以着重关注的 就是他们身边的人 而凶手又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作案手段真的很高明 徐灵 光光从死者的人际关系 肯定是不行的 一个人的生活轨迹 其实非常简单 职业工作 家庭生活 娱乐交际 只需要从这三点入手 串联整个关系网 我们想要的答案就一定会浮出水面 哪怕凶手在高明 只要他们之间存在关系 就一定会被我们锁定 说得好 黄伟涵拍了拍手 看向在场的几十个行政队员 说道 都给我记下来 对你们以后破案有帮助 本来还处于吃惊和震撼中的 一群刑警 纷纷反应过来 立刻拿起笔 开始写了起来 黄伟涵看向徐灵 咧嘴笑道 徐灵 以后你就是咱们江云市刑侦支队的专家了 徐灵 别 黄之 我就是个交警 嘿 迟早你 都是我们刑侦的人 黄伟涵黑黑一笑 不再纠结专家的事情 继续问道 你们去现场了 说说看有什么线索 徐灵点头 道 我们有重大发现 现在可以确定 这就是一起连环凶杀案 哪怕是没有去过另外两个现场 我也可以肯定 首先 根据我在死者何聪家的案发现场发现 凶手是从窗户进入 完成杀人后再离开 我们在对面的一家零售店 找到了一个可以拍摄到死者家窗台的监控 可惜的是 案发当日的监控丢失了 联系厂家和运营商 我们得到了一个线索 他们没有派任何人上门维修 此言一出 众人纷纷变色 徐灵继续道 再加上黄之刚刚给我的这个 那我就可以百分之百断定 谋杀 黄伟涵给他的 正是胡刚去调查的三个死者的儿子的学习档案 档案表明 这三个孩子在一年前 都是江云市役中的学生 而且还是同班同学 在去年的四月份到六月份 三个孩子相继转学 到现在各自所在的学校 那么问题来了 江云市役中 可以说是整个江云市最好的中学 没有之一 本来好好的 在重点中学 为什么要转到相比之下第一级的学校 这里面就有耐人寻味的东西了 徐灵 黄伟涵沉喝一声 到 徐灵一愣 但还是立正喊了一句 经过局里研究决定 成立自杀案专案组 我为组长 现在任命你为专案组的副组长 从现在开始 整个支队的资源 你都可以调用 所有人 包括我在内 都服从你的指挥 限期十日 必须破案 啊 徐灵猛了 不是 黄之 你开玩笑吗 我是交警 来帮忙的 你给我弄一个专案组副组长的头衔 那些老型真能答应 啊什么 我现在就问你 有没有问题 黄伟涵沉声说道 报告 没有问题 听到这话 徐灵直接硬着脖子 大喊了一声 这可是送上门的功劳 白要白不要 随后他的目光看向了陈华 又转到了另外一边的胡刚身上 只见他们都舔着脸微笑 胡刚 放心 徐副组长 没有人会有意见 对 谁有意见来找我 我让他服服贴贴 陈华也笑呵呵地说道 一群刑警也都纷纷点头 徐灵刚刚的那一手 已经征服了他们这些老行真 黄伟涵 既然没有意见 那就可以开始了 徐灵点头 看向陈华说道 胡对 你负责 从那三个孩子身上获得信息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在不违法的情况下 找出我们想要的东西 明白 胡刚点头 胡对 徐灵又看向了陈华 说道 咱们去另外两个现场和法医那边 我要知道 凶手到底是怎么杀人的 好 陈华当即点头 最后 徐灵看向了黄伟涵 问道 行政一队现在的队长是谁 他是知道的 之前来刺杀自己的那个行政一队的队长 已经死了 那自然会有人升任队长职务 报告 副组长 是我 我叫张公 是一队代理队长 一个大约三十多岁的青年起身说道 徐灵点头 说道 张队 你现在的任务是去学校 查清楚在去年江云事宜中高一年级第二个学期 除了三个受害者的孩子以外 还有没有别的学生转学或者退学 明白 张公点头 随后三组人迅速地离开了支队会议室 各自去调查去了 黄伟涵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咧嘴笑了笑 这小子一定要弄过来 不行 要让下局到交通局那边催一催 一般情况下 交警队归公安局管辖 需要听从公安的指挥和政策 一般情况下 大政方针都是由公安局传达给交通管理局 最后再落实到各个辖区交警队 从他们的上级部门入手 卢庚那个支队长在不在 都没有任何关系 时间流逝 很快就大半天过去 徐灵对三个案发现场 进行了一遍又一遍的搜索和梳理 然后又对实体重新进行了一遍勘验 最终他也不得不承认 凶手的确做得非常完美 除了一些只能证明是他杀的蛛丝马迹之外 几乎没有任何线索 现场和死者的身上 都没有留下任何实质性的证据 但越是如此 他心中就越兴奋 如果没有挑战 那多没意思 晚上 刑侦支队临时办公室 徐灵正坐在桌前 看着自己手里画出来的一张案情分析表 第一个死者 烧炭自杀 尸检确定为一氧化炭中毒而死 第二个死者 割腕自杀 尸检确定为失血过多死亡 而且还有死者家里的监控视频作为证据 监控画面里 的确是死者自己划破了自己的手腕 这一点 徐灵来来回回看了十多遍 的确没有任何问题 第三个死者 自意而亡 尸检也确定是自意 根据死者家里的监控画面来看 也的确没有任何问题 案子似乎进入了死胡同 问题到底在哪里 徐灵想了半天都没有头绪 皱眉沉思了片刻 徐灵随手拿起边上 已经泡得差不多的泡面 准备先对付一口 可就在这个时候门被人推开了 张公走进了办公室 徐副组长 我调查了整个江云事宜中 在去年一整年的时间 除了三个死者的孩子以外 就只有一个同年级的女学生病故 张公开口说道 病故 徐灵抬起头 脸上露出了惊讶之色 张公对病故 那个女学生有先天性的心脏病 我们从医院调取了 她的过往就诊记录 的确如此 她的死亡时间是3月19日 抢救记录我已经带回来了 而且我还专门找到了那个医生 医生说当年她也是主治医生 当时她也认为 女孩子的情况可能活不到20岁 只是比她预想的提前了一些 说完 张公把一张照片放在了徐灵的面前 照片里的女孩子长相清秀甜美 站在一片花海之中 整个人天真烂漫 仿佛一个花海中飘飘起舞的精灵一样 蒋月月 徐灵念着女孩的名字 随后叹息了一声 老天不开眼啊 随后她抬起头 查一下女孩子的家庭情况 最好能和她的父母谈一谈 张公 她站在原地 沉默了一会儿 开口说道 徐副组长 这会不会太残忍了一点 毕竟 他们一年前刚刚失去了他们的女儿 徐灵文言 拿着泡面的手 微微停顿了一下 是啊 这么做 真的很残忍 但为了破案 她也没得选择 直觉告诉她 这里面或许会有关联 哪有那么巧的事情 女孩子3月19号死亡 三个人就在4月份开始转学 最早的一个转学记录 是4月3日 她朝张公说道 张队 你先去调查这个女学生父母的信息 到时候 我们暂时情况定 张公从包里拿出了两份档案 说道 我已经查过了 女孩的父母都是在通讯运营公司上班 一个是通讯部门的高管 一个是网络工程师 徐灵点了点头 从张公手里 接过两个人的档案 她看了一眼 两人都是高材生 名校毕业 而且职业也非常不错 行 资料放在这里 我先看看 好 张公点了点头 转身离去 等到张公离开后 徐灵一边吃着泡面 一边把一份份资料摆在桌上 看着那一张张照片 她忽然眼神一鸣 脑海里灵光一闪 似乎是错过了一些东西 她放下泡面 撕下了亡顾女生 和其父母的照片 迅速地来到了身后的白板前 直接用自己的袖子 擦掉了上面的案情分析 然后 把照片用小磁铁 一一贴了上去 接着又把死者的照片 还有死者家庭成员的照片 都贴了上去 接着 就在照片下面 写下了各自的职业 还有有可能存在的关联等等 啪 突然间 她狠狠地一拍手 死死盯着亡顾女孩的父母 确切地说 是盯着他们的职业上面 文奇 移动通讯公司运营部主管 蒋真斌 移动通讯公司 网络通讯副总工程师 转身跑回到办公桌前 寻找桌子上的那些资料 很快就从乱糟糟的 一堆资料里面 找出了几份文件 一号死者家马路对面的小店里 用的是移动通讯公司的监控 二号死者和三号死者家里 都是最近半年 通过上门推销 才安装了监控 而且都是移动通讯公司的产品 三个死者 用的都是移动的号码 所有的巧合联系在一起 那么就不再是巧合 但是 她还有一点疑问 那就是 三个死者如果互相认识 他们为什么从来都没有联系的通讯记录 她立刻拿起电话 拨通了张公的电话 三分钟不到 张公去而复返 一旦挂职专案组 那么这些老刑警就等于上了战场 拼的都是命 72小时不回家 都是常有的事情 本来张公想在办公室对付一宿 没想到还不等自己休息 徐灵的电话就来了 徐副组长 是不是有什么发现 他急急忙忙地回到了 徐灵的临时办公室里 语气有些吃惊地问道 徐灵点头 说道 张队 你马上联系通讯公司 确定文琦和蒋振斌两个人 是否正常上班 还有 马上给我把三个死者 最近半年内的所有通话记录 都给我找过来 还有 请一个他们公司精通通讯付费的人过来 听到徐灵的话 张公先是一愣 接着二话不说 就去执行了 哪怕时间已经到半夜 他也没有任何犹豫 对一个刑警来说 命案大如天 等到张公离去之后 徐灵立刻联系了黄伟涵 胡刚 陈华 把他们全部都叫来了会议室 看着三个满脸疲惫的面孔 他确实异常兴奋 开口说道 黄之 胡对 陈对 不出意外的话 案子已经破了 哦 黄伟涵习惯性地点头 接着猛地一瞪眼 直接站了起来惊呼道 小徐 你说什么 案子破了 胡刚和陈华也愣了 陈华下意识地说道 徐副组长 别闹 哪有这么快 胡刚则是看着徐灵那自信的眼神 忍不住问道 徐副组长 你说真的 徐灵笑着点了点头 顿时间三人都震惊无比地看着徐灵 随后只见他咧嘴一笑 我已经让张队去找证据了 如果这次线索还是断了 那我觉得咱们专案组可能要挨批了 见到他一脸轻松的笑容 三个人对视了一眼 这丝 不会说真的吧 真破了 徐灵带着黄伟涵三人在办公室静静等待着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 凌晨一点的时候 张公终于急匆匆地拿着一个U盘 回到了支队 他的身后 还跟着一个移动通讯公司的经理 戴着黑矿眼镜 丝丝纹纹地 乍一看还以为是个女孩子 徐灵当即起身 黄伟涵三人也站了起来 张队 把三个人的通话记录给我 他开口说道 张公和黄伟涵他们打了个招呼 随后就把带有通话记录的U盘 交给了徐灵 紧接着 众人就在电脑前坐了下来 他开始迅速地查看 三个死者的通话记录 一条一条仔细查看 再开一台电脑 我也来看看 黄伟涵说道 听到他的话 胡刚马上就开启了边上的 一台笔记本电脑 老张 我们两个看一台 陈华也招呼张公 两个人看一台 很快 他们就聚精会神地 看起了通话记录 六个月的通话记录 足足有数千条之多 包括短信在内 更是达到了上万条 这可是一项极为复杂 而且浩大的工程 那个移动通讯公司的经理 则是被安排在了边上 徐灵让他休息一下 等会儿可能需要他的帮忙 足足接近两个小时 就在每个人都看得 双眼布满血丝的时候 终于对照完了 所有通讯记录 我这边没有 他们相互通讯的记录 黄伟涵首先开口 他摸了摸口袋 拿出一包烟 给陈飞他们散了一根 满面愁容地点起来 吸了一口 陈飞 徐副组长 我这边也没有 众人的神色有些凝重起来 难不成徐灵刚刚发现线索 又要被掐断了吗 徐灵则是笑了笑 说道 看来他们的确非常谨慎 或者说凶手非常谨慎 什么意思 凶手能把三个死者之间的 通讯记录给删了 黄伟涵说着 眼神猛地一宁 徐灵则是来到了那位 移动通讯公司的经理那边 轻轻拍了拍 正在休息的男人 说道 为经理来帮个忙 哦 来了 那个温温静静的经理 马上就从沙发上起来 戴上眼镜来到了电脑前 徐灵 魏经理 麻烦你把这三个人的 所有通话记录综合一下 然后给出他们的花费 开销费用 记住 一定要算准确 好 魏经理是专业的 仅仅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就把三个人的消费 全部都清算了出来 连续算了两遍 数字一模一样 徐灵则是打开打印机 打印出了三条短信内容 这三条短信 赫然是移动通讯公司 发送给客户的月账单 从去年三月份到八月份 每一个月都有 当账单摆在魏经理面前的时候 那个魏经理顿时一瞪眼睛 师生喊道 怎么会这样 三月份通话费 足足多出了19块 四月份多了26块 五月份18块 六月份数字准确 七月份 数字准确 八月也没有出入 为什么单独这三个月 他们的通话费用 都是虚高的 看到三个死者的 通话时长结算费用 以及移动通讯公司 真正收取的费用对比 魏经理愣住了 黄伟涵 张公 陈华 胡刚四个人 死死盯着电脑屏幕 只觉得头皮发麻 汗毛都竖了起来 恐怖 太恐怖了 他们不由地看了眼徐林 只见这小子面带笑容 神色中带着自信 黄伟涵 魏经理 你们公司不会多收用户的费用吧 不 绝对不可能 以前 或许有个例 但是现在是系统自动清算 绝对不会出现错误 魏经理急忙摇头 找到了 黄伟涵深吸了一口气 而张公 则是脸色有些阴沉 他抬起头来看着徐林 说道 真的是那对夫妇 徐林 八九不离十 不过现在还差最后一步 我想要知道 当初是谁送那个女孩子 去医院急救的 又是哪个医生 给女孩做的急救手术 只要证实了这点 整个犯罪过程 基本就完整了 两起案子 可以同时结案 两起案子 黄伟涵猛地一震 陈飞则是惊呼 什么两个案子 胡刚 另外一个是什么案子 只有张公语气低沉地说道 心脏病女孩被害案 徐林打了个响指 道 就是她 张公深深地看了一眼徐林 心中涌出了一丝佩服 不得不说 他和徐林的差距 真的不小 叮叮叮 正在几人表情各异的时候 黄伟涵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拿出来一看 接近凌晨四点了 电话是从值班室里打来的 他当即接了起来 喂 喂 黄之又有人死了 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声音 碰 黄伟涵脸色一变 沉声问道 什么情况 还是自杀 死者是江云市东方医院的 急诊科主任 名叫王凯 哄 听到声音 徐林猛地就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身后的椅子轰然倒地 走 他立刻朝外面跑去 黄伟涵等人也瞬间明白过来 当即朝外面狂奔去 不过跑在最后面的张公 想到办公室里还有一个卫经理 便马上折返回来 告诉他需要在这里配合他们调查 喊来两个年轻的刑警看着他 很快 一行人都赶到了医院 最终在急诊科的一张轮床上 看到了那个自杀的医生 手术刀割破颈部大动脉 血流了一地 他的手里 还拿着那一把手术刀 徐灵看着床上的尸体 脸色铁青 怒道 马上给我调出监控 所有出入急诊科的人都要查 还有 我要知道 谁最后见了这个医生 他的话刚刚落下 张公手里拿着照片 走进了急诊手术室 他看向徐灵 扬了扬手里的照片 说道 刚刚我问了值班护士 还有护士长 正是一年前是三个死者送蒋月圆 进的急诊 接诊的医生名为王凯 就是这位 随着张公指了指已经死亡的王凯 众人的神色都变得非常难看 到了这一步 可以说案子已经差不多真相大白 但 还是迟了一步 他 或者说他们 完成了复仇 小徐 黄伟涵看向徐灵 刚要开口 徐灵却是抬起头 神色冷漠地说道 抓人 愣着干什么 抓人 黄伟涵当即看向了陈飞几个 低吼了一声 是 三个队长齐刷刷往外跑去 很快行侦支队的所有队员 几乎全员出动 奔赴嫌疑人的家中 徐灵低头看了眼尸体 转身就朝外面走去 虽说他对于这个叫王凯的医生 心里充满了痛恨和不耻 但毕竟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 他应该接受的是法律的制裁 而不是私刑的审判 黄伟涵也追上了徐灵的脚步 两人来到外面 徐灵习惯性地想要抽上一口 徐灵 黄之 给我来一根 黄伟涵愣了愣 随后给了他一根 并且亲自给他点上 徐灵吸了一口 缓缓地吐出一片烟雾 前世的他是一个老烟枪 但这一事 他一直控制着没有抽 但此时此刻 他觉得应该来一根 缓解一下内心的那种愤怒 小徐 仔细和我说说案情 黄伟涵开口说道 说句实话 他这个专案组的组长 到现在还不是很明白 整个案情的来龙去脉 就看着徐灵在那里发灰 云里雾里的 徐灵文言 微微点头 吸了一口烟 他道 案子应该从一年前说起 根据我的推断 蒋月月的死亡 绝对不是一般的心脏病发 或者说 他的心脏病发 是因为受到了什么刺激 而这个刺激 就和三个死者的孩子有关 等到蒋月月发病 三个孩子知道自己都不住了 于是叫来了家长 他们把蒋月月送进了急诊室 然后是里面躺着的那位接的急诊 他们双方很可能是认识的 然后蒋月月死了 并且这些人肯定隐瞒了一些东西 或许就是蒋月月的真正死因 而后来 那个蒋月月的父母 肯定是得知了女儿受害的情况 一年的时间 足够他们策划复仇行动了 随着徐灵平静的徐术 黄伟涵感觉有些毛骨悚然 案中案 而且还是良寝命案 绝对能算得上是特大案件了 五个死者连环复仇杀人 那个蒋月月的父母 简直就是一对疯子 徐灵继续说道 我之所以锁定了嫌疑人 是因为他们的身份 都是移动通讯公司的员工 而且还是高管和工程师 他们完全有能力 掩盖自己的犯罪证据 比如说监控维护 比如说 清除掉三个死者的联系等等 将他们分成三个个体 就不会有人怀疑到他们的身上 实际上 他们差点就做到了 徐灵说着 看着手里忽明忽暗的烟头 低沉地说道 其实 他们本可以相信我们的 可是偏偏 他们要走向极端 抬起头看了眼 天空渐渐出现的一丝雨堵白 一夜时间就这么过去了 他掐灭烟头 起身说道 走吧 雪崩之下 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皇之 把那三个死者的家人 也抓了吧 一年前的案子 必须要沉冤昭雪了 对 不管蒋真兵如何穷凶极恶 那个女孩子 才是这个案子的第一受害者 是应该还她一个公道了 黄伟寒也点头起身 两人开着车 迅速地回到支队 路上的时候 黄伟寒就给下面打了电话 除了蒋真兵和文琦 夫妻二人之外 三个死者的儿子和妻子 也一并抓捕归案 徐灵很困 回到了办公室之后 直接躺在沙发上 就睡了起来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被人给叫醒了 迷迷糊糊抬头 发现是黄伟寒 黄之 他当即起身 黄伟寒 给你买了早点 起来吃吧 徐灵看了眼时间 发现是早上八点半 自己大概睡了三个多小时 总算是缓解了一下 他先喝了一大杯水 然后拿起桌子上的包子 就咬了一口 黄伟寒也抓起了一个包子 说道 人全部都抓回来了 不过蒋真兵和文琦两个人 一直都没有开口 徐灵文言微微点了点头 说 意料之中 这对夫妻的心理素质 都是极强的 换个方向 先审那三个死者的儿子和妻子 审讯他们 只能证实 一年前的蒋月月一案 不是心脏病发 也不能证明蒋真兵有罪 黄伟寒道 是 的确不能证明 他们有罪 哪怕明知道 他们篡改移动通讯公司的数据 我们也只能按照伪造数据 商业欺诈这类的罪名 来起诉他们 而不是故意杀人 但是通过审讯三个孩子知道当年的真相 才能想办法撬开他们夫妻的嘴 黄伟寒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于是三下五除二消灭掉桌上的包子 带着徐灵进入到了一个审讯室当中 审讯室中 一个十多岁的少年正满脸煞白地坐在椅子上 他的身形略微有些颤抖 口齿不清地在说着什么 徐灵只是看了一眼 就知道 这孩子根本就扛不住刑警审讯的压力 他摇头走了出去 来到了第二个审讯室 第三个审讯室 结果都差不多 三个半大孩子哪里见过这样的世面 只要稍微给点压力 他们就会全盘拖出 果然 仅仅不到二十分钟 第二个审讯室的门打开了 陈飞拿着一台笔记本电脑 来到了徐灵的面前 口中还低沉地说道 他们就是一群畜生 是真该死 视频开始播放 随着里面的那个少年 缓缓说出当年的真相 就连徐灵都忍不住要说一声杀得好 三个少年 因为看了一些少儿不移的片子 就想着找个女同学发泄一下 结果就遇到了蒋月月 他们借着补课的名义 把蒋月月带到了何聪的家里 实施了侮辱 并且是三个人都参与了 徐灵忍不住想到了 照片中那清秀可人的女孩 想象到她 那个时候的绝望 脸色瞬间变得无比阴沉 根据他们的交代 等他们发泄完授欲之后 才发现蒋月月心脏病发 已经昏死过去 他们终于害怕了 联系各自的父母 三个家长得知情况之后 第一时间就把人送到医院 但人已经死了 而根据当时的检查 蒋月月的真正死因 不是心脏病发致死 而是大出血致死 其中一个孩子家长颇有能量 和医生的关系也不错 在说明情况之后 便让医生处理掉所有痕迹 装作是心脏病发的样子 之后才试着去联系蒋月月父母 可是当时蒋月月父母出差去了 需要一周才能回来 当得知这个消息后 三个家长和医生串谋 直接通过关系 把蒋月月送进了火化厂 用火化炉清除掉了所有的证据 徐灵看到这里 握紧了拳头 眼神里透着冰冷的怒气 连父母见女儿遗体一面的权利 都要剥夺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么恶毒 父母连女儿最后一面都见不到 甚至连遗体都没能见上一眼 这简直就是在挖他们的心 割他们的肉 试想一下 当蒋镇兵和文琪夫妻二人出差回来 看到女儿的骨灰之后 是何等的绝望和痛苦 对于那三家人的审讯结束 众人也终于知道 蒋镇兵是从三号死者的儿子 口中得知的真相 然后用拾近一年的时间密谋报复 一年前的案子真相大白 但众人的心情却怎么都轻松不起来 整个办公室里都充斥着压抑的气氛 黄伟涵 徐灵 三个刑侦队长 还有二十多个刑警 全部都是目录目役 一切的根源 竟然都是因为一次少年的犯罪 而三个家庭的家长 竟然表现出了如此丑恶的一面 实在是让人不寒而栗 可恨的是 那个医生 居然也做出了 如此违背一封一德的事情 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 他们那么做的时候 恐怕都不会想到自己 会有这么一天吧 最让人痛惜的是 蒋镇兵夫妇 在得知真相后 竟然没有选择报警 而是化身为复仇的恶魔 亲手杀了四个元凶 但最让人意外的是 他竟然放过了那三个孩子 那三个导致蒋月死亡的始作俑者 心软了吗 下面谁去审讯蒋真兵和文琪 黄伟涵抬起头来问道 徐灵 我去吧 行 黄伟涵文言 微微点了点头 来到了审讯室外 徐灵深吸一口气 推门而入 审讯室中 男人正满脸平静地 看着走进来的徐灵 他的目光带着一丝诧异 因为他第一眼就看到了 徐灵的交通警察警徽 交警 他不由疑惑地说了一句 对 我是一个交警 徐灵笑了笑 说 不过刚刚被戒掉到了刑侦 现在由我来审讯你 蒋正斌微微点头 同样回忆微笑 道 警察同志 我已经说过 什么都不知道 徐灵双目凝视对方 这个男人很平静 谈吐得体 心性沉稳 这样的人 想要突破他的心理防线 会非常难 不过在他看来 或许根本就不需要这么麻烦 他现在要确定的是 到底是谁杀的人 善恶之眼 心里默念 启动了善恶之眼的技能 下一刻 蒋正斌的信息 就浮现在他的面前 那血红的颜色 尤为刺眼 蒋正斌 连环凶杀案凶手 连杀三人 仅仅看第一行 就已经让徐灵大吃一惊了 连杀三人 那就是说死的四个人当中 有一个不是蒋正斌杀的 除了他 那便只有他的妻子文奇 徐灵缓缓开口 蒋正斌 你确定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吗 是不是觉得 我们真的什么证据都没有 你们能篡改通讯数据 但是你们并不能篡改掉通讯公司的收费 因为那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存在 是由总公司直接管理的 我说的对吗 这几句话一出 蒋正斌的脸色瞬间一凝 不过他还是露出了一抹淡笑 说 光从这一点 并不能证明我做了什么 大不了就是起诉我 修改公司的核心数据 损害公司的形象 最多也就是以商业罪名判刑 的确如此 徐灵点头 道 那么你的妻子文奇呢 他也参与了 而且亲手杀了一个 你觉得 他能像你一样 扛住审讯吗 这句话一出来 蒋正斌的瞳孔一阵收缩 脸上终于是露出了慌乱之色 他怎么知道自己妻子杀了一个 不应该 不可能的 他已经把现场处理得很好了 每一个现场都很完美 绝不可能 蒋正斌的心中在怒吼 在咆哮 你是怎么知道的 蒋正斌嘴唇略有些颤抖 双眼死死盯着徐灵 眼神里闪烁出了 彻骨滔天的恨意 他恨世界不公 为什么要这么对他们的女儿 他已经很可怜了 医生都说他活不过二十岁 是一个没有明天的女孩 他们夫妻两个疯狂地工作 就是为了攒够手术费用 带着女儿去国外最好的医院 做手术 为了给女儿一个明天 他们夫妻几乎放弃了 自己的一切梦想 可是 却有人害死了女儿 击碎了他们的精神寄托 徐灵看着双目发红的蒋正斌 他的心理防线 已经开始松动了 他道 蒋正斌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何从家的细节太粗糙了 还留下了半枚指纹 我们只需要稍微比对一下就行了 不可能 蒋正斌突然咆哮 说 你在污蔑我们 徐灵看来你很自信 那么我问你 阳台上的花盆底部 你擦了吗 蒋正斌正住了 不敢擦拭吗 因为擦了花盆的话 那就留下了破绽 所以 你连下面的脏物印痕 都小心翼翼处理了 却唯独没有去触碰花盆底部 徐灵但笑 半枚指纹是真的 他们已经提取 很快就能做出比对 这也可以说是 他们调查到现在为止 唯一的实质性证据 而他刚刚的话 也是在旁敲侧击 再赌 第一个案发现场 实在是太粗糙了 更像是冲动杀人 而不是蓄谋 和后面的两个现场 根本就没法比 蒋正斌低下头 身形颤抖 双目凝视着自己的双手 徐灵见他不再开口 知道这家伙 还处于崩溃的边缘 并没有真正的破防 于是他把面前的笔记本打开 开始播放三个少年的审讯记录 蒋正斌猛地抬起头来 脸色瞬间变得无比猙獰 畜生 都是畜生 都该死 都该死 他疯了 眼睛赤红 仿若癫狂 实际上 任何人在遇到这样的事情之后 都会疯的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他便浑身是汗 仿佛刚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 徐灵关掉了笔记本的审讯视频 问道 你为什么不先对他们三个动手 我想 你的复仇计划 应该是包括他们在内的 对于犯罪心理学 徐灵并不是很清楚 但他知道人性 恶魔一旦被释放 那么他就将操控灵魂 杀一个是杀 杀两个也是 那为什么不干脆把害得 他们家破人亡的所有人都杀了呢 这三家人 加上那个医生 他们没有一个是无辜的 蒋正斌缓缓地抬起头 开口说道 我承认 都是我杀的 四个人 都是我杀的 徐灵眉头一皱 他已经猜到了 这个男人要扛下所有 看到蒋正斌扛下了所有案子 徐灵心中微微一探 他要是不扛下来 自己还真的会有些看不起他 但即便如此 他依旧不会罔顾法律 现实的确很残酷 但让他眼睁睁看着 杀人凶手逍遥法外 他做不到 不管他们有什么理由 杀人是事实 他道 你想扛下所有 根本就不可能 何聪家的指纹 是你妻子的 哪怕你真的把所有罪责 都揽在自己身上 他至少也是帮凶 不不 不是 他不是 啊 啊 蒋正斌彻底失控 他双目赤红 不断地发出一声声咆哮 被手铐靠着的双手 疯狂扭动挣扎 但不管他怎么用力 都无法挣脱束缚 徐灵淡淡地看着 并没有去理会他 直到过了接近五分钟 蒋正斌渐渐地冷静下来 他双目死灰 没有了神采 我说 我全说 他沙哑着开口 目光陷入了回忆 月月一直以来都很懂事 她是我们一家的骄傲 可是 就在去年三月十九日的那天 我们最疼爱的女儿 她 就那么被几个小畜生玷污致死 更可恨的是 他们居然连我们 见一面尸体的权利 都不给我们 你知道 当我们看着月月的骨灰之时 心里是什么感觉吗 从那一刻开始 我就死了 死了你懂吗 蒋正斌的情绪 再次变得激动 徐灵朝单向玻璃外面招了招手 黄伟寒当即走了进去 黄枝来一包烟 后者点了点头 拿出自己的香烟 点燃了一根 给到了蒋正斌的手里 谢谢 蒋正斌有些麻木地点头道谢 她接过烟 看着鸟鸟的烟雾 放在嘴边抽了一口 月月很听话 从来都不需要我们操心 她的心脏病 每天都有药物压制 一般不会出现发作的情况 再加上那些家伙 居然未经我们夫妻的允许 就对她的尸体进行了火化 所以我就怀疑她的死有蹊跷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我一直都在跟踪她们三家人 一直到三个小畜生转校 我终于确定 她们肯定对月月做了什么 于是我就开始进行调查 黄天不负苦心人 终于从那个信中的孩子口中 得到了真相 当时 我就想要直接杀了她 但不够 我觉得远远不够 她们三个家庭都有罪 她们都得给我们家月月陪葬 一个都不能放过 歇斯底里的声音 那怨毒的语调 让整个审讯室的温度 都凭空下降了十几度 徐灵抬起头 所以你开始蓄谋报复 对 蒋镇冰点头 再次吸了一口烟 说 我开始在暗中观察 她们的生活习惯 包括她们每一个人的 行为习惯等等 每一天除了工作之外 我都在谋划 如何杀她们 而不被别人发现 我其实并不怕别人发现 其实我害怕的是 在被你们发现之前 不能把她们全部都杀了 徐灵 所以 你制造了自杀的假象 不错 这个就是我的计划 首先就是解决掉 威胁最大的三个男人 然后再对那三个小畜生动手 最后 我会再处理掉那三个女人 一开始 我并没有告诉我的妻子 但随着我的行为 越来越反常 终于在我即将实施计划的时候 她发现了 我在公司里做的一些手脚 在她的追问下 我不得不告诉她内情 可这也正是我最后悔的地方 说到这里 蒋镇冰再次激动了起来 她 她居然独自一个人 去找那个合聪对质 结果你们知道 那个畜生做了什么吗 她居然抢上了我的妻子 她该死 该死 死一百次 一千次都不过分 啊 他们害死了我的女儿 还玷污了我的妻子 他们不该死吗 说 说啊 歇斯底里的咆哮 再次响彻整个审讯室 徐灵和黄伟寒的眼神里 也带着杀意 该死 那个家伙的确是该死 黄伟寒暗想 如果对方站在自己的面前 她会忍不住拔枪 把对方给直接毙了 先是女儿被害死 然后自己又遭受这样的屈辱 我的妻子已经心存死至 她趁着那个畜生睡觉 点燃了炭炉 幸好我在她的手机上 安装了定位 等我找过去的时候 她已经激进昏迷 听到我的声音 用尽最后的力气 为我开了门 我看到了她单薄的身体 恨不得把那个畜生碎尸万段 可是我忍住了 因为我要让他们全家死绝 接下来 我就开始布置现场 可惜那里 留下的痕迹太多了 我没能全部都清理掉 否则你们应该找不到我 接下来 我就开始进行 针对另外两个人的复仇 首先我利用自己的技术能力 替换了监控内容 你们所看到的 那个监控画面里的人 其实都是我利用技术 进行覆盖后的画面 随着蒋真兵娓娓道来 案情彻底还原 徐灵和黄伟涵听完之后 忍不住苦笑摇头 这个家伙 还真是天才 难怪他们无论如何 都找不到另外两个死者 他杀的线索 因为那些监控 都是被蒋真兵替换过的 而他的体型 和那两个人也差不多 并且经过长期的模仿 在不露出面部轮廓的情况下 几乎没有人能够发现 徐灵他们 也曾试着 拿监控里的人 去问周围的邻居 邻居们也都立刻辨认 的确是那两家的男人 殊不知 却是陶江里带 审讯持续了 接近两个小时才结束 当蒋真兵被带走的那一刻 徐灵忽然开口说道 黄之 把他和他的妻子关在一起吧 什么 你小子 别瞎指挥 破坏了规矩 出事了 你担不起 黄伟寒沉声说道 而蒋真兵的脸上 却是露出了西纪的神色 看着徐灵满脸感激 随后他又摇了摇头 说 谢谢你 警官 不过 我知道自己犯下的是滔天的罪孽 不奢求了 徐灵则是开口说道 黄之 实在不行 就关在乡邻的牢房 最好让他们能够相互看得见 这个可以 黄伟寒点头 谢谢 蒋真兵眼眶通红 脸颊滑落了两道悔恨的泪痕 不用谢 这是公道欠你们的 徐灵摇头 说 其实 当初你知道真相的时候 还有另外一个选择 不 没有另外一个选择 只有这一个 为了女儿 我们都可以付出生命 只求一个公道 可惜的是 没能杀了那三个小畜生 早知道你这么厉害 我就先对那三个小畜生下手了 徐灵 他们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法律的制裁 不 太轻了 和生命比起来 那些算什么 蒋真兵说着 在两个刑警的押送下 离开了审讯室 从蒋真兵的审讯室里出来 徐灵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这凑蛋的案子 他摇了摇头 感觉还是直接去大街上抓人爽 破这种案子 都能给自己整抑郁了 黄伟寒拍了拍他的肩膀 说 我们干刑警的 什么案子都能遇上 这算什么 你都没有见过 亲手把自己孩子杀了的 徐灵文言 眼眸一鸣 黄之 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畜生 虎毒尚且还不识子啊 有 我就亲身经历过 黄伟寒神色沉重地点头 黄之 我突然有点 想回交警队了 行真 太特么治愈了 徐灵说 那不可能 以你的能力 以后只会接触 更加不可思议的案子 小子 咱要学会坚强 你可别忘了毕业宣誓 还有我们的信仰 行吧 徐灵苦笑 案子正式告破 原本定下十天时间的专案组 直接就原地解散了 徐灵和黄伟寒 一起来到了局长办公室 见到了正在忙碌的夏维海 夏局 黄伟寒开口喊了一声 夏维海示意徐灵和黄伟寒先坐下 自己继续看着手里的文件 一边头也不抬地说 先坐 我看完这份文件 不一会儿 他终于看完 随后拿起茶杯 亲自给他们两个 泡了一杯茶 怎么样 案子进展如何 在他们二人面前坐下 夏维海开口便问了起来 专案组是昨天成立的 他这边还有不少事情 也顾不上去那边 黄伟寒 下局 案子已经破了 破了 夏维海文言满脸不可思议 他看向了徐灵 见到后者点头之后 这才敢相信 抬起手腕看脸时间 好家伙 仅仅二十一个小时 这是一天都不到啊 这破案速度 也太快了吧 来 说说经过 他压下了心中的震惊 开口让徐灵他们汇报情况 徐灵 你来 黄伟寒推了推徐灵 他确实美好气地白了他一眼 道 你自己说吧 我怕忍不住说脏话 行吧 黄伟寒点了点头 随即将整个来龙去脉 都全盘拖出 当夏维海了解到 整个案情的经过后 一直沉默不语 但是他那起伏的胸膛 还有逐渐怒红的脸 告诉了他们 此时这位大佬 正满腔的愤怒 想要发泄 却找不到对象 碰 最终 他猛地一把抓住茶杯 狠狠地砸在地上 世界上 怎么会有这么恶毒的人 该死 的确是该死 他有些失态了 事实上 只要是了解过 这个案子的人 没有一个不是如此的 徐灵 下局 我觉得 我们在提起公诉的时候 应该适当给予 人情上的考虑 老实人被逼到 一定情况下 是真的会被逼疯的 我理解 夏维海点了点头 说 但作为执法者 我们只能陈述事实 给出意见 至于采不采纳 那是检方的事情 徐灵点了点头 也没有再强求 案子终于结束 黄伟涵开着车 把他送回了家 这一天一夜 的确是累得够呛 得好好休息一下 回家之后 他倒头就睡 足足睡了 接近13个小时 一直到第二天 早上8点钟才醒来 他匆匆起床 穿上制服 洗漱之后 就下楼吃早饭 随后便打车 来到了市局刑侦支队 赵国树和他说了 他只是戒掉过来7天 7天之后 还是要回交警队的 虽然累了两天 但今天满血复活 昨天的阴郁 也是一扫而空 坐在车里 徐灵拉出了系统 看到昨天 因为抓捕 蒋振兵和文奇 而获得的800点积分 加上之前的 又过了千 可以再次抽取技能了 他没有犹豫 直接点下了抽奖界面 恭喜宿主 获得特殊技能 特殊标记 特殊标记 高级技能 可以在任何目标上 进行标记 标记过后 宿主可以清晰地 知道对方的位置 提示 最多可以标记五个目标 最远标记距离10米 徐灵双目圆征 喜色异于眼表 特殊标记 那不是和追踪器 一个道理吗 牛逼 太牛逼了 简直是大杀气啊 压下心中的兴奋 他准备找一个人实验一下 当然目标肯定是罪犯 刚刚来到市局楼下 他从出租车上下来 就看到夏维海 亲自送一个女人下了楼 脸上还带着笑容 徐灵看到那个女人 顿时瞪眠 这个女人还赶来 白嫖的账还没有算呢 徐灵 过来 正巧这个时候 夏维海看到了徐灵 当即朝他招了招手 徐灵走上前 看了眼那如鲜花般 娇艳欲滴的女人 和夏维海近了个礼 随后说道 下局 我还有事情 先上去了 你小子 先等等 夏维海连忙一把拉住他 人家是来找你的 你急什么 周围有几个刚刚好路过的 行侦兄弟 听到这话 都忍不住驻足观望 要知道 徐灵现在 在他们的心里 那是神一样的存在 神的瓜 那是神瓜 没准吃一口都能变强 徐灵 他找我 眼咬美眸略带一丝愤闷 称怪地说 怎么 我就不能来找你 你有什么事情吗 徐灵感受到那强大的诱惑 直接眼观鼻鼻关心 按道 坚决不能再让这个女人 占自己便宜 我是来向你道歉的 上次是我不对 忘了 你们已经给过我修车费了 颜瑶面带微笑 眼眸中却带着狡诈 徐灵 故意的 他绝必是故意的 马德 豁出去了 他收起漆黑的脸 露出了一抹笑容 说 既然这样 那我给你的赔偿 是不是得还给我了 我记得 上次可是把我的衣服 都脱了来着 今天 是不是得让我也过过眼福 啥 夏威还猛了 满脸难以置信地看着徐灵 却只见这家伙似笑非笑地看着颜瑶 仿佛已经占据了上风 更没想到的是 颜瑶满脸 认真的看着她 过了几秒钟后 微微点头 伸手就拉住了徐灵的胳膊 说 走 咱们去车上 我给你拖 你 你你说什么 怎么 玩不起 颜瑶一脸细血 徐灵咬牙切齿 行 算你狠 我玩不起 走了 再见 女人不要脸 真的能无敌啊 作为一个执法者 边上还有这么多人呢 要真是上了车子 哪怕什么都没看 自己也无法解释 这个女人绝非善类 她怕自己被坑死都不知道 不过 在临上楼之前 她嘴角露出一抹坏笑 隔空甩了一个特殊标记过去 特殊标记 被标记者颜瑶 标记实现72小时 看我整不整你就完事了 她咧嘴一笑 消失在楼道里 看着徐灵一溜烟地跑上楼 颜瑶嫣然一笑 脸颊微微泛红 小弟弟 跟我斗 你还嫩了点 夏威海一脸惊讶地 看着自己这个战友的女儿 好家伙 平时那一股乖巧的 进哪里去了 怎么 现在就变成了女流氓了呢 周围的那些人 则是对跑上楼的徐灵 极度羡慕 要是换成他们 绝必上车 哪怕打断腿 也要爬上去 徐灵来到办公室 把刚刚楼下的那个女人 抛在脑后 和黄伟涵等人打了个招呼 她就无所事事地 闲逛了起来 刑侦之队 没有案子的时候 还是挺清闲的 尤其是她 一个戒掉的交警 那就更闲了 黄伟涵即便再不要脸 也不可能什么案子 都找她 徐灵晃晃悠悠 来到了一个刑警的岗位上 忽然发现 那小子正在刷电脑 电脑上赫然是一张照片 兄弟 这是啥来着 她忍不住好奇问道 徐哥 这些都是同级犯 那刑警抬头 见到是徐灵 立马笑着回答 徐哥 这些都是同级犯 刑警小鹿见到是徐灵 当即笑着开口解释 徐灵 大哥 你都快三十了 叫我哥合适吗 她不知道的是 自己经手的两个案子 再加上她在交警队时候 办的踩沙场案子 已经在整个刑侦支队宣扬开来 一群老刑警 都被这个刚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 彻底征服了 徐哥 你要不要来看看 小鹿笑着说道 行 徐灵也没有在纠结称呼 当小鹿让开之后 她就坐到了位置上 仔细地看了起来 姓名 王瞳 B级再逃通缉犯 身份证号 涉嫌多宗故意伤害 故意杀人案 姓名 李峰 A级再逃通缉犯 身份证号 涉嫌三起绑架杀人 一起抢劫杀人 姓名 胡永华 B级再逃通缉犯 身份证号 涉嫌非法集资 金额达到3 5亿 姓名 郑国立 B级再逃通缉犯 身份证号 高利贷集团主犯 非法放贷获利 超过4000万 并涉嫌故意伤害 寻衅滋事 致多人伤残 姓名 高宇 A级再逃通缉犯 身份证号 涉嫌多起杀人碎尸案 受害者多达8人 一条条通缉令看过去 徐灵忽然发现 自己的脑瓜子 好像灵光了不少 看过的每一个人的身份信息 以及他们所犯的案子 都清清楚楚地记在了脑海里 尤其是他们的长相 仿佛都烙印在了记忆中 他嘴角微微一笑 有些惊喜 但也没有太过惊讶 自从系统激活 他的能力 似乎就提升了不少 后来又使用了体制提升卡 各方面的能力 都比以前更强了 迅速地扫过一条条信息 同时把通缉犯的相貌和信息 记在脑海里 徐灵保证 如果让自己在大街上遇到他们 哪怕不动用善恶之眼 都能认出来 就算是对方进行了伪装 也逃不过自己的双眼 即便是整容 眼睛之间的距离 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还有一个人的眼神 也没有办法改变 他一样能够认出来 寻踪技能 其中有一个能力 就是放大任何蛛丝马迹 从现场 到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等等 都能应用 身后的小鹿 看到徐灵飞速翻阅档案 满脸狐疑 他本以为徐灵对这个没啥兴趣 所以翻阅得这么快 可是渐渐地 他发现徐灵看得非常入神 连自己喊他吃饭都没有搭理 一坐就是接近三个小时 如果说他没有兴趣 那怎么可能 顿时间他有些怀疑 该不会这位大神 真的把通缉令上的所有人 都记住了吧 徐哥 徐哥 他又喊了几声 徐灵终于回过神来 抬起头看了他一眼 满脸疑惑地问道 怎么了 小鹿 徐哥 该吃饭了 不是早饭都刚刚吃完 吃哪门子的饭 徐灵嘀咕一句 当看到电脑右下角的时间之后 瞬间就呆之主了 11点50 好家伙 自己这不知不觉间 就做了将近三个小时了 他看了眼自己看过的 所有在逃通缉犯数量 足足有一千多个 剩下的至少还有接近两千人 三千多的在逃通缉犯 这些人当中 有的钱藏在国内 有的或许已经死了 还有不少人 都跑到了国外逍遥法外 不管怎么说 只要是被自己遇到了 那肯定是要将其绳之以法 嗯 还剩下两千个左右 下午继续 徐灵点了点头 起身就朝小鹿招呼 走了 吃饭去 小鹿有些猛逼 瞪大眼睛看着徐灵 问道 徐哥 你该不会告诉我 刚刚看完那一千多人 你全部都记下来了吧 徐灵看着他 理所当然地道 看过的当然得记下来了 那要不然 我花这个时间干什么 小鹿 他满脸不可思议 说道 哥 那可是一千多号人 不是几十个 更不是十个八个的 你怎么可能记得下来 徐灵文言笑着说道 姓名 王瞳 B级再逃通缉犯 身份证号 涉嫌多宗故意伤害 故意杀人案 姓名 李峰 A级再逃通缉犯 身份证号 涉嫌三起绑架杀人 一起抢劫杀人 姓名 胡永华 B级再逃通缉犯 姓名 郑国立 当小鹿听到徐灵 从头开始报名字 就跟报蔡明似的 一个个资料信息都说出来 脸上忽然间露出了 难以言喻的表情 好吧 他承认自己就是个渣渣 不 和这位比起来 他们行真之对的 没有一个敢说 自己不是渣渣 天才 不对 这位完完全全就是个妖孽 而且还是神级的 走 吃饭去 突然有些饿了 徐灵拍了拍他的肩膀 来到了市局的食堂 刚走进去 就发现各部门的警察 三三两两地坐在桌子上吃着饭 还有几个行真的兄弟见到他 都目光火热 邀请他过去他们的桌子上 徐灵笑着点头 却突然发现自己好像没有身份 也没有饭卡之类的 这饭貌似还吃不成 小鹿见了 马上就拿出了自己的饭卡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声音从食堂里面响起 你就是小徐吧 下局吩咐过 你打饭不用付钱 随便吃 那是一个中年男人 只有一条手臂 一条腿也是瘸的 但身上的那一股惊奇神 却是让人无比诧异 谢谢老哥 徐灵马上咧嘴笑了起来 而身后的小鹿见到那个中年 却是肃然起敬 喊了一句 曹队 什么曹队 我现在就是个打饭的大叔 中年男人板着脸骂了一句 然后给有些哑然的徐灵打饭 红烧肉 油闷茄子 黄瓜炒蛋 小黄鱼 菜说不上好 但在这样的机关食堂 也算是不错了 徐灵 刚刚打好饭 就听到有人再喊自己 他转头看去 发现是黄伟寒和下局 后者正一脸笑容地朝徐灵招手 他们两个坐在一张桌子上 整个桌子就他们二人 徐灵见了 便端着盘子走了过去 整个食堂里 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徐灵 知道他身份的并不好奇 但这里大多数人 都不知道他的身份 众人在怀疑 这个穿着交警队制服的小年轻 到底是谁 下局可是整个市局的一把手 看他那客客气气的表情 让众人感觉自己 简直是见了鬼一样 怎么样 这菜还行不 比你们交警队 应该不算差吧 等到徐灵坐下 夏维海笑着说道 那比我们要好不少 徐灵点头 接着他满脸 好奇地问道 下局 黄之 里面那个打饭的老哥 什么来头 我听小鹿喊他曹队 哪里退下来的 夏维海闻言 看了眼食堂里面的 断壁中年 探到市局特警队 前任队长曹云华 执行一次排报任务 被炸掉了一条手臂 和一条腿 一等功臣 同样是英雄模范 死 徐灵倒吸了一口凉气 怪不得他能够感受到 对方身上的那股 惊奇神 的确很强 看着远处的曹队 徐灵心中 生出了一股敬意 而曹队迎上了他的目光 咧嘴笑了笑 给他竖起了一根大拇指 徐灵也笑了 两人之间 似乎产生了一种默契 一种特殊的传承 是老一代警察 向新一代警察 传递自己的信仰和荣誉 匆匆吃完饭 徐灵再次回到了办公室里 开始继续扫荡电脑里的通缉犯 凭借着他近乎变态的大脑 一个个人只要是进了他的脑子 就基本上不会再遗忘 一直到深夜 直到看完了所有的再逃通缉犯档案 他才回家休息 实际上 这些东西 他根本就不需要去记 凭借着善恶之眼 就可以直接甄别出通缉犯 不过他也并不是任何时候 都开启善恶之眼的 那玩意儿时间久了 脑袋就胀 双眼酸色 蒸都蒸不开 他之前做过一些试验 善恶之眼 每天最多 也就使用个四个小时左右 超过这个时间 就会出现轻微不适 时间越长 不适感就越强 所以 保险起见 不必要的情况下 还是不要使用为好 掌控了这些通缉犯的信息 以他的能力 就算不开启善恶之眼 也能认出来 而且 和之前调查的 蒋正斌案件一样 善恶之眼 最大的弊端摆在那里 人在你面前你 才能看出来 人家是凶手 人不在你面前 你就是个瞎子 所以以后办案 还是要以其他技能为主 譬如寻踪 譬如施语者 又或者是特殊标记 想到特殊标记 徐林忍不住心中一动 想到了自己的那一只小白鼠 他躺在床上 拉出了系统面板 随后打开 特殊标记的目标信息 面板上出现了 一个巨大的图案 仔细一看 赫然是整个 江云市的三维立体地图 等到他再细看一眼 地图上显示出了 对方的位置 还有一个缩小的目标画面 徐林有些好奇 点开了画面 下一刻 一个能勾人犯罪的场景 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Pull 徐林差点滴血飙射 只见在一个巨大的浴缸里 一个白花花的人正在泡澡 水面上漂浮着一些玫瑰花瓣 那完美的身体 在水波荡漾下 若隐若现 徐林急忙关闭了画面 按道一声 系统里牛逼 非礼物事 非礼物事 他口中嘀咕了半天 脑海里的那些 少儿不移的画面才消失 等到恢复了平静后 他摸了摸发烫的面颊 这女人 多快一点了 居然还在泡澡 他心中说着 忽然间闪过了一个 恶搞的念头 拿出手机 拨通了颜瑶的电话号码 电话响了三声 便被接通了 一个慵懒 充满诱惑力的声音响起 喂 小弟弟 怎么的 半夜想解解我了 颜瑶笑着 言语了一句 徐林文言 语气很是郑重地说道 小姐姐 过了十二点 就是夜半子时 一天中阴气最重的时候 我就是想告诉你一声 这个时候 千万不能洗澡或者泡澡 否则会引来脏东西 至于到底是什么 你懂的 啊 刺耳的尖叫声 瞬间从手机里面响起 接着就传来 颜瑶气急败坏的叫骂 徐林 你混蛋 我 你吓我 王八蛋 你个王八蛋 颜瑶此时拿着手机 整个人缩在浴缸的一角 眼神警惕地看向四周 然后哗啦啦一声 从水里出来 急急忙忙套上睡袍 把家里的等全部都打开 那惊慌失措的脸上 这才稍稍安定了几分 女人 就算平时是个女强人 在一些特定的东西面前 总会恐惧 徐林 你 颜瑶刚想再次喝骂 却突然正了正 不对 徐林 你怎么知道我在泡澡 你你 你在我家安装了监控 颜瑶的脸色 瞬间变得阴沉起来 面如寒霜 声音也冰冷无比 啥 小姐姐 你真在洗澡 哈哈 逗死我了 被我说中了 哈哈 徐林不是甘大的大笑 借口非常合理 内心却极为不好意思 王八蛋 你给我等着 颜瑶眼神里 闪烁着凶险的光芒 徐林 你威胁我 哼 小姐姐 我听说半夜洗澡的时候 就会有东西在一旁看着你 她要是看上你了 晚上就会把你当成新娘接走 等你醒来 你会发现 啊 住嘴 徐林 我错了 别说了 解错了 尖叫声再次响起 徐林满脸得逞的笑容 说道 好吧 既然你不愿意听 我不说了 晚安 啪哒 哈哈 电话挂断 这丧良心的家伙顿时哈哈大笑 这个阶段性的胜利 实在是值得庆祝 结果邻居直接在墙内头 狠狠地来了两圈 吼道 还让不让人谁了 大半夜的 你发颠啊 徐林急忙收声 然后带着微笑躺在床上 闭上眼沉沉睡去 在梦里 她看到了一个浴缸 浴缸里还有一个女人 那完美的身材 雪白如玉的肌肤 晶莹剔透的 哗啦 卧槽 一盆水当头浇下 徐林直接从床上蹦起 她瞪大了眼睛 瞬间发现 自家的灯是开着的 一个女人正气势汹汹地 站在她面前 手里还端着一个脸盆 在女人的旁边 还有一个拎着工具包的 开索师傅 脸上正带着一股子 茫然之色 不是 你怎么来我家了 发什么疯 徐林脸色彻底黑了 好吗 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 开索师傅见到 果然和女人说的一样 她俩认识 于是善善说道 那个美女 前妇一下 好的 谢谢师傅 颜瑶嫣然一笑 扫码之父 那笑容 把师傅都看得 差点流口水了 她看着徐林 与众心肠地道 小伙子 有这么漂亮的女朋友 可一定要珍惜啊 这是我的名片 下次 找我开索打八折 徐林握着名片 一屁股坐在床上 欲哭无泪 亲自送开索师傅出门 颜瑶关上门 回到了床边 奄然笑道 哎 弟弟 继续说故事 姐姐想听 徐林直接白了她一眼 起身到浴室拿起了浴巾 擦了擦身上的水 然后来到沙发上躺下 没心情 请自便 我盆呢 颜瑶起身去找水盆 徐林 你还没玩了是吧 我投降 投降总降了吧 不行 哄我睡觉 颜瑶一本正经地说 你是小孩子吗 不是 但我被你吓得睡不着 我 怎么哄 徐林心中发誓 以后绝对不再招惹这个女人 我要听歌 听你妹 不唱歌也行 抱着我睡 颜瑶嘴角带着一抹坏笑 徐林精神一震 你确定 对 但姿势得我来选 颜瑶点头 继续问道 就是不知道你行不行 放心 绝对行 来吧 第二天一早 徐林顶着一双熊猫眼 来到了刑侦之队 刚刚走进办公室 正巧碰到黄伟涵也在 后者看到她一双黑眼圈 一脸没睡醒的样子 等时忍不住开口问道 小徐 昨天晚上是去抱姑娘去了 徐林美好气地看了她一眼 这家伙是神算吗 她信心道 姑娘不好抱啊 哟 看来还真是 黄伟涵 似乎有些八卦体质 凑上前几眉弄眼地说 说吧 抱了几回 徐林 一回 一回 战斗力这么差 年轻人 看来你得多补一补啊 黄伟涵笑呵呵地说着 又问了一句 多长时间弄成这鬼样子 徐林 呵呵 你笑什么 黄伟涵继续一脸好奇 随后就听徐林嘴里 蹦出几个字 六个小时 他爸 黄伟涵的下巴都快惊下来了 满脸不可思议 震惊无比 一回六个小时 就算嗑药 也没这么猛的吧 关键 你他妈还能来上班 徐林露出了一个 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黄之 九十斤的女孩子 公主抱你能坚持多久 破 黄伟涵正准备喝口水压压惊 瞬间直接喷了出来 他上下打量了徐林 只见这家伙手有些哆嗦 时不时还扶着腰 双腿也有些打颤 你 你抱着人家姑娘 站了六个小时 徐林委屈巴巴 我第一次遇到 要人抱着哄睡觉的 那女人 简直就是个巨婴 我的腰 我的手 哎呦 哈哈 见到这小子 那一副生无可恋的神色 黄伟涵乐地拍大腿 哈哈大笑 整个办公室里 都回荡着他的笑声 黄之 什么事情笑得这么开心 门口走进来一人 赫然是陈华 他看了看徐林的鬼样子 又看了看黄伟涵 觉得肯定有事情发生 黄伟涵直接把他拉到一旁 小声说了起来 三分钟后 又是一个大笑声响起 一传十 十传百 很快 整个刑侦支队的人都知道 徐林被一个女人拿捏了 自此 六个小时的传说广为流传 当然 到底是谁 他们并不知道 徐林也懒得去理这帮家伙 找了个舒服的位置 躺下就睡 脑海里突然想起了一首歌 小和尚下山去画斋 老和尚有交代 山下的女人是老虎 迷迷糊糊间也不知道睡了多久 徐林被人叫醒了 一抬头 发现站在自己面前的是陈华 小徐 别睡了 起来 咱巡逻去 他开口说道 巡逻 徐林一时间没有回过神 等明白过来后 顿时一脸不可思议 陈队 咱们是刑警 还要去巡逻吗 一般用不上我们 但是最近南华小区那边 发生了十多起盗窃案 金额达到了上百万 还都是白天作案 那贼娃子闹得人心惶惶 投诉电话都打到局长那里了 下局直接把电话打给了黄芝 一顿臭骂 黄芝让我们先去看看情况 好 徐林坐了起来 揉了揉脸 便和陈华一起出了门 但他们并没有第一时间出去 而是来到了支队的装备库 当徐林看到陈华领出来的 一把五十四手枪和两个弹夹时 眼神变得有些火热 只要是男人 哪个不爱枪 他在警校的时候 射击考核可是常年都保持第一的 看到枪 手指头都似乎有了感觉 愣着干什么 拿上啊 陈华说着 再给了他一副手铐 给我的 徐林有些吃惊 自己都还不是行政支队的人 这都能配枪 陈华 黄芝交代 你小子情况特殊 都听你们大队长说了 至少两次你 差点就没命了 配把枪 安全点 不过 你可得给我注意了 非必要不要把枪 他在后面叮嘱了一句 徐林咧嘴笑着 连忙拿过手枪 一边点头一边说道 晓得晓得 腰间别着枪 徐林感觉自己腰杆子都硬了很多 像昨天晚上的公主报 再来两个小时都能撑得住 很快 两人就驱车来到了南华小区 这南华小区本身就是一个高端的小区 住在这里的人 基本上都是有点家底的 一直以来 这里的安保都非常不错 自从护主入住开始 就没有出过什么事情 但自从隔壁的小池一条街建成之后 三轿九流的人也多了 于是南华小区就被一些贼娃子给盯上 三天两头都会丢东西 小区里虽然不满了监控 但终究会有盲区 那些贼娃子还都蒙着面 就算是被监控拍到了也不怕 两人开着一辆普通的黑色大众车 来到了小区门口 观察了一下门口是否有可疑人员 几分钟后 陈华和徐林两人下了车 徐林的目光看向了距离小区门口 仅仅不到三百米的小池一条街 哪怕此时正值中午 也已经非常热闹 他观察了几眼 转身准备跟上陈华 但忽然间微微皱了皱眉 他刚刚在转头的时候 被反光镜黄了一眼 似乎像是望远镜的反光 因为那玩意儿有两个光点 如果是常人被这么黄一眼 或许根本就不会注意 但徐林是谁 他瞬间就觉得有些不正常 你没事用望远镜看自己这边干啥 要偷窥 你还偷窥大马路 心中瞬间警觉 他朝着正要过马路的陈华喊道 老陈 等我一下 我去买点吃的 陈华一听 诧意回头 随后 就见徐林自顾地朝前方的小池街走去 来到了小池街入口的位置 他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 出来的时候 陈华换了变装 而徐林则是依旧穿着一身 交紧大队的反光服 迷惑性极强 不过 当他走进小池街的时候 还是有不少人 向他投来不一样的目光 毕竟交警也是警察 当然 这也能让不少人放松警惕 就比如 一个正从窗户探出头 往下面看的家伙 徐林抬头扫了一眼 随后仅仅一秒钟就低下头 双目瞳孔猛地收缩 脑海里瞬间出现了一个人的信息 丁文武 B级通缉犯 身份证号 涉嫌抢劫 盗窃 寻衅滋事 故意伤人 罪名不少 十几二十年都够判的那种 不过在这之前 徐林还是开启了善恶之眼印证了一下 丁文武 好了 后面的已经不用看 确定了对方的身份 徐林来到了一个摊位前 对老板说道 老板 来一碗炒粉 说着 他还掏出手机 扫码付了钱 好嘞 这位交警叔叔 您稍等 那老板三十多岁的年纪 笑着喊了一声交警叔叔 让徐林顿时有些无语 他装作有些别扭地说道 老板 这附近哪里有厕所 老板文言 笑道 后面这出租房的楼道里 就有 二楼拐角 谢谢老板 徐林文言 马上就朝楼道小跑上去 见到这一幕 三楼探头往外看的那个年轻人 马上就缩回了脖子 对正躺在床上的一个中年男子说道 老大有个交警上来了 说是借厕所 那个中年猛地坐了起来 他从床头下面 拿出了一把三十公分长短的匕首 脸色阴沉地看了眼房门 小五 去看看 六子 准备杀出去 他对着丁文武吩咐了一句 接着对另外一遍的一个精手青年说道 后者点了点头 手里也出现了一把短刀 这家伙说道 老大 这地方不能待了 等这批货出手 我们马上离开 嗯 我知道 中年人点了点头 丁文武看了他们一眼 随后来到房门前 先是贴着门板听了几秒钟 然后缓缓打开一道门缝 往外面看去 就是这一眼 他看到了一只四十三马的大脚 哄 一声闷响 门直接被踹倒 跟着飞出去的 还有丁文武 他的额头一片血迹 整个人已经躺在地上不再动弹 草 干 房间里响起两道声音响起 那中年男人和金兽青年瞬间跳了起来 手里拿着刀 死死地盯着从门口进来的那个交警 徐灵见到这两人 眼睛微微一眯 王二和 A级再逃通缉犯 身份证号 涉嫌故意杀人 故意伤害 强奸 盗窃等多起重大刑事案件 邵子聪 毕急再逃通缉犯 身份证号 涉嫌组织贩卖人口 绑架勒索 盗窃 两个人 全部都是通缉犯 哪怕不用开启善恶之眼 徐灵也一眼 就能确认 再加上他们手里拿着的家伙 什么都不用说 直接拿下就是了 他仿佛看到了积分 在向自己招手 不许动 就在他准备走进去动手的时候 忽然身后响起了声音 正是陈华的 在徐灵往这边走 他就已经察觉不对劲 于是跟了上来 果然 这小子发现了目标 此时 陈华手里拿着枪 冷冷地看着房间里 两个手持凶器的歹徒 他眼角的余光 看到了床上对着的现金 和各种高档手势 甚至是金条金砖等等 立刻就明白 这是遇到盗窃案的正主了 不过徐灵这小子也是真勇 不和自己打招呼就上来了 万一出点事情怎么办 干 拼了 就在这个时候 那王二和一声怒吼 直接扑向了徐灵 并且借着徐灵的身体 挡住了陈华的枪口 那个金兽的青年速度更快 一个翻滚 就来到了徐灵的身前 两人直接一上一下 对面前的这个交警展开攻击 王二和还想挣扎一下 似乎要挟持徐灵做人质 然而 就在他们的刀 即将来到交警的面前之时 只见眼前一晃 然后凌厉地进风响起 徐灵先是一巴掌抡起来 狠狠扫在了王二和的脸上 速度快得离谱 啪 当巴掌声响起的那一刻 他的脚也狠狠地 揣在了弯腰的邵子聪脸上 恐怖的力量 直接给他踹飞出去一米多 随后他一步跨出 抓住王二和握刀的手臂 腰扶用力一个过肩摔 好巧不巧地 砸在了邵子聪的身上 动 哦 啊 沉闷的声响之后 就是两声惨嚎 仅仅三秒钟 两人彻底失去抵抗力 陈华瞪着眼睛 难以置信地 看着面前这一幕 刚刚他已经被吓出一身冷汗 现在这些冷汗 直接被逼了回去 卧槽 这么忙 他感觉 就算是自己遇到了徐灵 恐怕也得被秒杀啊 这哪里是警察 简直是一台进攻的机器 那时机掌握得太完美了 不是说他两次差点被歹徒给捅死吗 就这格斗能力 那歹徒得有多强 徐灵制服了两人之后 立刻把凶器给踢开 然后从腰间掏出手铐 给王二合戴上 这个时候 陈华也终于反应过来 迅速地给邵子聪戴上了手铐 至于那个丁文武 徐灵则是直接找了一条绳子 将其捆了起来 做完这一切 徐灵找了一个包 把床上的脏物全部都装了进去 而陈华则是开始打电话给黄伟涵 恭喜宿主抓捕A级通缉犯 获得780积分 恭喜宿主抓捕B级通缉犯 获得460积分 恭喜宿主抓捕B级通缉犯 获得390积分 爽 出手一次又是1500多积分 加上原先剩下的600多积分 可以直接来两发抽奖了 不过徐灵也不着急 等回去的时候再抽 仅仅不到十分钟时间 黄伟涵带着人就赶到了 他看到徐灵和陈华压着三个鼻青脸肿 浑身血迹的家伙蹲在小赤街路口 立刻带人过来 当他发现徐灵这小子 正在大口吃炒粉的时候 脸色一黑 老陈 他们就是盗窃犯 黄伟涵也懒得去管这小子 对陈华问了起来 陈华点头 扬了扬手里的旅行包 道 脏物都在里面 初步估计大概在200万上下 不止 徐灵胡伦吞早逝地 咽下最后一口炒粉 还打了个宝格 黄伟涵不止200万 徐灵摇头 我说的是 他们不只是盗窃犯 这个王二和 A级通缉犯 这个邵子聪 这个丁文武 都是必通的榜上人物 哦 对了 这个丁文武已经招了 他说是王二和 胁迫他干的 他愿意戴罪立功 死 听到这家伙的话 陈华一个哆嗦 你那么早说啊 这么危险的人物 怎么也得等到大部队过来 才动手 刚刚多危险 黄伟涵则是眼皮直跳 难以置信地 看着蹲在地上的三个人 三个通缉犯 他看着徐灵 这小子 也不像是在开玩笑啊 胡刚 张公 先带着那两个人回队里 路上小心点 既然是三个通缉犯 那就绝对不能忽视 他命令两个小队 押送两人 是 明白 两人立刻挥手 队员们三四个人一起上 按着两人往车子走去 黄伟涵看向了丁文武 说 既然你愿意带罪立功 那就先带我们指认现场 好 好的 警察叔叔 我一定全部交代 一行人浩浩荡荡 进入到了南华小区 然后找到了物业 开始指认现场 本来这一步 是要审讯完了才进行的 不过既然丁文武愿意交代 那正好也是验证一下 那些财务的施主 有没有谎报失误 十多户被盗的家庭 很快就被联系上 有的已经往回赶 有的则是有人在家 很配合地支持 刑侦支队的工作 一路走过去 他们很快就确认了 十几户被盗的人家 就在他们来到 最后一户的时候 户主迎了出来 黄伟涵上前 和对方交谈了起来 而徐灵 则是看向了旁边的 那一栋别墅 眉头微微皱起 他使劲抽了抽鼻子 脸色逐渐变得凝重 上前一步 打断黄伟涵的话 他指着边上的别墅 朝户主问道 先生 请问那一栋别墅 有人住吗 哦 你说六号别墅啊 有人住的 之前是一对年轻的夫妻 住在这里 不过 后来他们搬走了 隔两天 又搬来了一个 年轻漂亮的女人 怎么了 警官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那户主有些好奇地问道 徐灵脸色肃目 说道 先生 请您马上回家 关好门不要出来 说着 他拔出了腰间的手枪 黄伟涵等人还在纳闷 这小子干嘛 见到徐灵拔出手枪 他们瞬间汗毛竖起 整队人瞬间下意识地 全部都拔枪 黄伟涵双手持枪 枪口朝下 几步就来到了徐灵的身后 小徐 什么情况 他神色无比正重 他刚刚听了陈华的汇报 徐灵在冲进王二和三人的 出租屋的时候 见到对方手持凶器 依旧没有拔枪 可是现在 这家伙再没有看到人的情况下 直接拔枪 这组可见事态的严重性 徐灵目光注视着前面的那一栋别墅 双目微微眯起 指了指别墅二楼的窗台位置 他没有开口 甚至连动作都很小心 黄伟涵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 一开始还没有看出什么来 可是等到他看见之后 双目瞳孔猛地剧烈收缩 他们所在的位置 距离那栋别墅直线距离 虽然超过了二十米 但只要是视力好的人 都可以看到 在那一户人家的二楼阳台角落位置 靠着的一面玻璃镜子 徐灵看到的东西 就在那一面镜子里 如果说不是刻意去寻找的话 或许就算是盯着看半天 都未必能发现 镜子里映照出来的东西 尸体 两具尸体 不错 在那二楼的阳台里面 窗帘遮挡的后方 有两具被绑在椅子上 嘴巴也被交代封死的尸体 两个人都是投靠后 脖子上有一道猙獰的刀疤 一刀致命 黄伟涵看见了 过了几秒钟 陈华也看到了 然后一个个 努力寻找目标的刑警队员 也陆陆续续地看到了尸体 大家的脸色 瞬间就变得凝重起来 黄伟涵看向徐灵 沉声道 你是怎么发现的 徐灵 闻到了血腥和淡淡的尸臭 我估计 死亡时间不超过三十六小时 又吹牛了不是 黄伟涵忍不住一声嘀咕 你光靠闻 就能闻出来尸体的死亡时间 徐灵没有解释什么 向后面的人压了压手 随后收起手枪 后退了几步拉开距离 跟着快步朝别墅跑去 你干什么 黄伟涵见到他的举动 脸色大变 陈华等一群人也无比紧张 拿着枪的手心里都是冷汗 然而下一刻 他们就看到了 让人永生难忘的一幕 只见徐灵冲到了别墅的墙角 整个人猛地高高跃起 单脚踩在墙面 身体拔高 左脚再次踩在墙上借力 嗖的一声 这家伙的身体就挂在了高度至少有四米多的阳台排水沟上 接着双臂用力 一个翻身就上了阳台 双脚刚刚落地 他的枪就已经再次来到了手里 目光冷漠地通过玻璃镜 看了眼屋子里的环境 由于是角度的原因 他已经能清晰地看到屋子里的一切 然而也正是因为如此 他倒吸了一口凉气 不是两具尸体 而是四具尸体 除了坐着的两个人之外 还有两个躺着的 四个人都是一刀毙命 凶手出手极快 切口非常平整 仿佛是一条直线一般 他走进屋子 迅速地扫射了一圈 确认没人之后便蹲了下来 看着面前的尸体 死者是三男一女 看上去都还很年轻 应该不超过三十岁的样子 尸体上面都出现了尸斑 按照现在的温度 如他所猜测 至少已经死亡二十四个小时以上 但不超过三十六小时 也就是说 人是昨天死的 而且很明显 被捆绑的一男一女 在死亡之前 都遭受过类似于 刑讯逼供一样的手段 他们身上布满了伤痕 指甲盖几乎全部都被拔掉 牙齿也被拔掉了几颗 并且分别被割掉了一只耳朵 就丢在尸体旁边 登登登 楼下响起了脚步声 黄伟涵带着人从正门进入 终于是来到了楼上 当房间门被打开的那一刻 哪怕是有了心理准备 众人也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四具尸体 黄伟涵一声惊呼 脸色极为难看 这绝对又是一件特大案件 搞不好省厅那边都会挂牌的案子 他沉着脸 正要往里走 徐灵却直接抬手制止 先不要进来 我看一遍现场 黄伟涵听了 脸色一黑 几个意思 勘察现场不让我们上 你小子 怕不是忘了自己身份了吧 不过他也就是心理想想而已 对徐灵的能耐 他还是很佩服的 再加上整个房间 几乎都是已经干涸的血液 一个不小心 还真容易破坏现场 所以他就带人站在门前 没有再进去 徐灵趴在地上 侧着脸朝有光线的阳台那边看过去 一席间能够发现地面上的几个脚印 其中一些脚印 很明显就是被绑着的 两个死者身上穿着的拖鞋 另外一批脚印 则是躺着那两具尸体穿着的皮鞋 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一个人的脚印 一个女士皮鞋的脚印 38码尺寸 根据几个留在干涸血液中的脚印来判断 是一个成年女性 且脚部力量平稳 均匀 不像是仓促留下的 第五个人 她心中暗自说了一句 鼻子轻轻抽动 空气中残留的气息中 的确是有五个人 不过因为湿臭和血腥味的缘故 这五个气息被冲淡了很多 几乎已经很难辨别味道 徐灵确定了存在第五个人之后 便朝黄伟涵他们点了点头 随即一大批刑警队员都进来 开始进行现场的勘察 徐灵则是站在一旁 仔细地看尸体 每一具尸体的身上 除了脖子上的一刀之外 就没有别的致命伤 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尤其是那两个躺着的家伙 人高马大 还没有被捆绑 居然也是一击毙命 凶手绝对是高手 杀人不眨眼的那种 而且 根据徐灵的判定 那第五个脚印的主人 也就是那个 穿着38码鞋子的女人 就是凶手 因为她在两个 坐在椅子上的尸体面前 还有那两具躺着的尸体后方 都看到了那个脚印 和走路不一样 那脚印略微缺少一块 并且有脱痕 显然是在脚步弯曲 用力的情况下 才能踩出来那样的脚印 杀人后 完全不掩饰痕迹 这也证明了 凶手极为自负 甚至是根本无视 江云士的刑侦之队 徐灵脸色有些阴沉 这特么有些猖狂了 要是不把凶手抓住 刑侦之队丢不丢人 她管不着 但自己这一关是过不去的 恍之 徐灵抬起头来 正好看到黄伟涵 已经在安排工作 便也没有再说什么 仅仅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整个别墅里都勘察完毕 别墅里的财物都还在 现金 首饰等等 都没有丢失 这个情况告诉他们 应该不是一次 入室盗窃杀人 那么 凶手到底为什么要杀人 很快 法医那边的人也过来了 在进行现场采样之后 他们就把尸体装上车给带走了 他们会对尸体进行解剖 出具详细的解剖报告 小洛 秦大利 你们两个看守现场 其他人回队里开会 黄伟涵见到已经差不多 留下了两个行政的兄弟看守现场 带队准备返回支队 如此重大的案子 必须要立即开会 研究破案的思路 然后向上面做书面的汇报才行 徐灵剑留下来也没啥意思 也跟着黄伟涵离开 坐在车里 他一直都皱着眉头在想案子 凶手很专业 像这样的人 是绝对不会轻易出手的 这其中 必然是牵扯到了某些利益 而另外那两具男性尸体 明显不是和那对男女是一伙的 如果是仇杀 那两具尸体 没办法解释 他闭上双眼 脑子里不断地闪过一个个可能性 他们还经受了言行逼供 凶手是在找东西 那么换成我是他们 会把东西藏在什么地方 还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 他们在别墅中发现了作案痕迹 但在别墅外面 却没有任何凶手留下来的痕迹 连他的寻踪技能都没有发现 那人究竟是怎么离开的 老方 这个人你们必须放 我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 不就是想把他留在交警队 再靠着他多捞几个功劳吗 你们这些家伙 丢不丢人 我告诉你 这根本就不现实 刑事案件 功劳落一两次 你们那边就已经烧高香了 多了你认为可能吗 交警那边的升迁制度靠什么 你比我更清楚 徐林是个人才 你觉得这样对他来说公平吗 别的不说 以他的能力 我保证一年之后 他的警衔是警督 夏维海坐在办公室里 手里拿着电话 脸上带着愤怒 电话那头的是交通局的领导 显然卢庚在出去之前 是和交通局沟通过的 所以他们坚持不放人 眼看着徐林的戒调时间 都过去了三天 要是再搞不定 人就被交警队收回去了呀 老方 你别逼我翻脸 再怎么说 你们都是归我们公安系统管辖 逼急了我 我直接去省厅找厅长去 这话一出来 电话那头 显然是有些底气不足了 老夏 你看你还急了 行行行 我们开会讨论一下 就这样 我先挂了 啪 听到电话里的盲音 夏维海一脸黑线 开会讨论 还讨论个屁 他咬着牙 很想拿起电话 向省厅汇报 可是想想还是忍住了 他怕省厅也和他们抢人啊 到时候 关大一急压死人 调徐林来市局 就真的泡汤了 咚咚咚 就在这个时候 敲门声响起 进来 夏维海放下电话 黄伟涵走进了办公室 手里拿着一份文件 神色凝重地说道 夏维 又是一起答案 他说着 把文件放在了 夏维海的办公桌上 正是下午发现的 那个案子的书面报告 以及有关现场 和法医检验的报告等等 混蛋 这些该死的凶手 他们把人命 当成了什么 看着被割破喉咙的尸体 夏维海脸色铁青 他道 黄伟涵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限期一个月 一定给我把凶手找出来 绳之以法 是 黄伟涵立正喊了一句 接着又道 下局 还有个事情 徐林那小子 今天下午又抓获了 三个通缉犯 一个A级 两个B级 他们的身份都已经确认 你说啥 夏维海猛地支冷了起来 满脸都是难以置信 好家伙 这通缉犯 怎么就跟路边的大白菜一样 等着那小子去拔市的 他看着黄伟涵 脸色有些黑 说道 小黄啊 和那小子比起来 你们之对这段时间来 都是吃了干饭啊 黄伟涵 他真想吐槽几句 可是想不到任何措辞 人下局说得对 他们就像是吃干饭的 别说是通缉犯了 就连刚刚的这个大案现场 都是徐林发现的 行了 这三个通缉犯 我会立刻上报 估计咱们今年的奖金 又会多不少了 嗯 顺带给那小子请公 你先回去吧 记住了 务必要保证好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 是 夏绝 那我先走了 黄伟涵点头 苦笑着离开了夏维海的办公室 等到他离开 夏维海立刻拿起了电话 再次拨通了交通局领导的电话 喂 老方 人必须要给我 我现在就打电话给省厅 电话那头的人梦了 他从夏维海的语气里 听出了不容置疑 不过打电话给省厅的话 这事情就闹大了 到时候省厅那边一到命令下来 他估计还得IP啊 老夏 有话好说 刚刚我们已经开会讨论了 人可以给你们 但是吧 我们今年好像少了两辆车 哦对了 摩托车也差了十辆 还有各个大队中队的人手都不足 你看看 是不是请上级部门 帮我们解决一下 电话那头 一个长得丝丝纹纹 戴着黑矿眼镜的中年人 开口说了一大堆 夏维海听了 脸色铁青 敲竹杠都敲到 他这个市局局长头上来了 可是想到徐林这块宝贝疙瘩 他就咬着牙 死死地忍住没有爆发 行 老方 你够狠 车子 摩托车 人 我都给你想办法 你马上给我出调令 不行 东西到了我放人 电话那头 传来强硬的声音 夏维海咬牙切齿 行 老子这就给你去弄 徐林这边下了班 低着头正从刑侦支队走出来 忽然迎面 差点撞上一个人 抬头一看 只见一张笑音的 妩媚俏脸的主人 正用那双水灵灵的毛子 凝望着自己 你 徐林顿时脸一黑 案子的事情瞬间抛在了脑后 姐 大姐 姑奶奶 我错了 咱以后就当作谁都不认识谁 您别折腾我了行不 他立刻举手投降 炎瑶凤眸白了他一眼 风情万种地撩拨了一下头发 说道 不行 你招惹我了 就得付出代价 他心中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总觉得和徐林在一起很轻松 时不时欺负一下这个小弟弟 也很不错 再加上那一身健子肉 完美的壮硕身材 能够给自己带来足够的安全感 当然 最主要的还是好玩 开心 这些东西 都是他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 没有体会到过的 之前遇到的男人 要么对自己是居心叵测的虚伪凤凰男 或者一些只用下半身思考的富二代 要么就是唯唯诺诺的男下属 他还是第一次遇见 主动和自己拉开距离的男人 不得不说 这小子让他感兴趣了 徐林看着那娇媚的女人 咬了咬牙 说 你到底想怎么样 说吧 也不是他矫情 实在是他现在一心扑在破案抓人赚积分上面 女人 只会影响自己拔枪的速度 我家的水管漏了 小弟弟 帮忙修一下水管呗 还有下水道 也帮忙通一下 严谣略有些脸红的开口 这话搞得自己和某些小电影女主角一样 可是自己家的水管和下水道是真的堵了 修水管 下水道 徐林神色一宁 脸上瞬间出现了一抹震惊的神色 水管 下水道 他猛地惊醒 终于知道 为什么除了现场之外 没有任何凶手留下来的痕迹了 别说外面的监控视频 他们都看了 一个影子都没有 怎么解释 凶手要么就是没有离开 要么就是从其他地方离开了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他兴奋地喊了两句 考虑了一个下午的事情 终于是想通了 于是二话不说 在严谣惊慌失措的眼神下 他冲上去拥抱了他一下 通了 都通了 接着这家伙转头就朝外面跑去 一边跑一边对严谣说道 嗯 你先回去 我办完案子来帮你 小混蛋 严谣又羞又怒 可转眼间 徐林已经没了踪影 他有些气急败坏 不过渐渐地 脸上的神色被笑容取代 上车 他朝开车的司机说道 清简 去封林路 还有 给昨天的开锁师傅再打个电话 麻烦他再跑一趟 好的严总 女司机看了眼后视镜 心中忍不住嘀咕 自家的这位女总裁 似乎是看上那个小交警了 徐林这边 他急匆匆地跑出了市局大楼 打了一辆车 就直奔案发现场所在的南华小区 师傅 开快点 南华小区 他看了眼外面的天色 脸上带着一丝交集 马上就天黑了 他怕出事 徐林心中颇有些着急 如果自己猜得没错的话 凶手恐怕并没有离开南华小区 甚至 很有可能没有离开那一栋别墅 有时候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由于是晚高峰时期 车流较大 出租车的速度并不快 而且 后面就做了个交警 他的心里更加紧张了 本来是半个多小时的路程 足足花了近一个小时 车子才在南华小区的大门外停下 徐林付了钱 下车之后 就匆匆来到了小区外面的治安港厅 港厅外有两个保安职守 在里面还有一个保安 他们在见到徐林跑过来的时候 都是微微愣了愣 有些不明白 这个交警着急忙慌地跑过来 有什么事情 警官 有事吗 一个保安开口问道 徐林 开门 我要进去 保安一愣 随后说道 抱歉 警官 我们这里是高端小区 除了业主之外 想要进去 就得凭借户主本人 或者家人带领 才能进去 或者 你需要持有执行任务的公函才行 开玩笑 这两天南华小区频频失窃 业主们都已经怒了 住在里面的 都是有钱人 或者是有权有势的人 物业公司都快被弄哭了 不得不加强防守 除了港厅的三个保安之外 里面至少还有两对12人的保安 在24小时巡逻 徐灵听到保安的话 眉头顿时皱起 他想到了 下午被黄之留下来的两个兄弟 一个就是小鹿 另外一个 则是一对张公的手下 名叫秦大力 拿出电话 马上就拨通了小鹿的电话 喂 小鹿 徐灵开口 但是电话那头并没有回复 而且他还听到了 众物落地摔碎的声音 糟了 徐灵脸色一变 他也顾不了那么多 直接对那个保安吼道 我是下午发现 六号别墅尸体的警官 让你们经理打电话 给刑侦支队的黄伟韩支队长 请求支援 快 他突如其来的大吼 直接震慑住了那个保安 紧接着直接推开保安冲向大门 一个轻松的跨越 直接飞过了高度 接近两米的大门 卧槽 超人 那保安一瞪眼 接着回过神来 急忙准备按下警报 可就在这个时候 他想到了徐灵刚刚的那句话 着急忙慌冲进港厅 陈队长 刚刚那个交警说 港厅中的那个陈队长 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 等到这个保安说完 立刻就从看向了桌子上的一张名片 然后拨通电话 喂 是黄之队长吗 我们这里是南华小区的安保队 是这样的 刚刚有一个人闯入我们的小区 说让我们给您通报一声 还要请求支援 电话这头 黄伟涵正在看卷宗 看到陌生的电话 他本来还不想接 可是 想想还是接了起来 结果一听到对方的话后 蹭的一声就站了起来 你说什么 谁 谁让你请求支援 他急忙问道 我 我们也不知道 他穿着交警的制服 陈队长马上回复 卧槽 黄伟涵听了 哪里还不知道是谁 他直接挂断电话 打开门 对着外面的办公室 吼道 所有人 跟我走 支援南华小区 快快快 哗啦啦 整个刑侦支队瞬间炸锅 一个个人都开始拿装备 然后在门外集结 上了一辆辆车 车子启动 警笛声阵阵 直奔南华小区 徐林这边刚刚进入小区 就迅速地朝着六号别墅的方向冲过去 大约十多分钟 他终于来到了别墅前 目光一凝 他的视线锁定住了一个正从别墅里面出来 浑身脏污 双眼却是锐利如刀的女人 是你 徐林的脸色瞬间大喊 那个女人不是别人 正是和她有过一面之缘的金玫瑰 她怎么也没有想到 当初在踩沙场被这个女人跑了 这女人居然还没有离开降云市 而是继续作案杀人 杀 她瞬间拔枪 而金玫瑰的速度也不慢 两人几乎同时用枪指向了对方 然后枪声瞬间响起 碰 碰 碰 沉闷的枪声响彻整个小区 徐林和金玫瑰二人一边闪躲 一边相互射击 短短的几秒钟时间 两人的弹夹同时清空 咔嚓 徐林迅速地换上了弹夹 她躲在一片绿化的后面 深吸一口气 没有探出身体 而是直接高高跃起一米多 由于那绿化的高度有接近三米 她跳起来一米多 才看看见到绿化后方的场景 只见金玫瑰握紧手枪 枪口正对着绿化的边缘位置 只要徐林探出身体的刹那 就可以瞬间开枪将其干掉 但是她怎么也没有想到 徐林居然会直接跳起来 脑袋从绿化中间冒了出来 同时冒出来的 还有一个黑洞洞的枪口 碰 碰 连续亮呛 金玫瑰的腹部 猛地爆出一股血花 她闷哼一声 身体借势后退 徐林则是在这一瞬间 给系统下达了命令 特殊标记 特殊标记 被标记者金玫瑰 时效72小时 一抹光芒 进入到了金玫瑰的身上 她自己本人 却是根本就没有任何感觉 此时 金玫瑰已然受伤 右侧腹部重担 她抬起头 脸上带着一抹猙獰 咬牙转身 朝后面跑去 徐林这个时候 已经打开了系统面板 随后她马上发现 金玫瑰想要逃离的举动 正要追上去 却忽然看到了别墅大门前 躺着一个人 赫然是小鹿 脸色一变 她顾不得追击 无论如何 自己占有的安全要紧 金玫瑰跑了就跑了 反正有特殊标记 只要她还在大厦境内 就绝对跑不掉 小鹿 小鹿 徐林抱起小鹿 顿时间发现 这小子的腹部 还有肩膀位置 都中了刀伤 显然和金玫瑰缠斗过 此时 她已经因为失血过多 脸色变得惨白 徐林拿出手机 直接给黄伟涵打电话 喂 徐林 怎么样 黄之 救护车 快叫救护车 好 黄伟涵听到徐林 那焦急的语气 直接挂了电话 拨打了120急救 徐林把小鹿放下 进入到了别墅中 很快就在别墅的正厅里 发现了另外一个 刑侦的兄弟 当他看到那兄弟的 模样之后 眼神瞬间就红了 死了 那个叫做秦大利的兄弟 牺牲了 一把匕首 穿过了他的脖子 鲜血流了一地 浓郁的血腥味 扑面而来 看着那死不明目的眼睛 徐林的心 像是被刀狠狠地扎了一下 这是他第一次 看见身边的兄弟牺牲 滔天的怒火 在心中几乎要爆炸一般 抓住他 心中咆哮 徐林只剩下这一个念头 突如其来的枪声 让整个南华小区 都炸了锅 一个个业主 纷纷打电话给物业 物业的安保队伍 已经是冲到了 六号别墅的外面 等他们看到 徐林阴沉着脸 从别墅走出来 众人的脸色都变了 徐林的眼神很冷 目光如同野兽一般 那些保安 不过都是普通人 最多也就是训练了一段时间 哪里见到过这样的眼神 一个个顿时间 全部都后退 照顾好我兄弟 他沉声开口 转身就朝着 前方的黑暗中冲过去 几秒钟 就消失在了一群人的眼前 王队长 怎么办 李队长 我咋知道怎么办 两个保安队长 你看我我看你 都是一脸猛逼 他们看着倒在血泊中的小鹿 撞着胆子走过去 查看了一番情况之后 两个队长都面色凝重 伤得很重 危及生命 地屋地屋地屋 就在这个时候 身后灯光闪烁 警车和救护车 几乎同时进场 哗啦啦 警车上冲下来 一个个矫健的身影 全部都是手里拿着枪 火速冲到了别墅跟前 后面的救护车上 也下来了两个医生 和三个护士 快步地来到别墅门前 黄伟涵看到在场的 两个保安队伍 见没有徐林的踪迹 立刻问道 我们的人呢 黄之 您说的是 那位交警同志吗 一个保安队长问道 对对对 他人呢 黄伟涵有些急切 走了 他说 让我们照顾好他的兄弟 他就朝那边跑了 保安队长急忙指了一个方向 赫然是小区的东门 这小子 疯了 黄伟涵脸色一变 黄之 发现弹壳 就在这个时候 陈华来到了黄伟涵面前 摊开手掌 里面有四个弹壳 刚刚有人开枪 黄伟涵脸色一鸣 看向了那两个保安队长 是啊 黄之队长 刚刚噼里啪啦的一阵枪战 你们的同志 手里就拿着枪 其中一个点头说道 草了 黄伟涵抱了一句粗口 正在此时 张公从别墅里走出 眼眶通红 煞气冲天 啊 老子要宰了那个畜上 他骂的 突如其来的爆发 让所有人都转过了头 大猎 大猎 接着凄厉的嘶吼声 从别墅里面响起 黄伟涵等人全部脸色大变 快速地冲进了里面 当看到躺在兄弟怀中的尸体之时 每一个人的眼眶都变得通红 黄伟涵的呼吸变得极为粗重 过了足足十多秒钟 他忽然一声咆哮 我要全是所有的监控 查 给老子查 草他妈的 陈华 你留在这里帮助医生抢救伤员 照顾好牺牲的兄弟 一对二对 跟我走 一声令下 黄伟涵立刻上车 然后拿出了自己的手机 电话拨通 那头传来了气喘吁吁的声音 喂 黄之 徐灵开启系统面板 快速地朝着面板上提示的那个光点 追了过去 刚刚入夜 现在正是人流密集的时候 他也不敢咬得太紧 如果被金玫瑰发现了 周围的老百姓就会有危险 徐灵 你在哪里 喂 徐灵 电话突然断了 徐灵喊了几声 发现那头没动静 连忙放下手机看了一眼 没电了 此时 他也管不了这么多 根据特殊标记的指引 继续朝着金玫瑰所在的位置追过去 脑海里反复地出现秦大力的脸 那一地的鲜血 仿佛把他的双眼瞳孔都染红了一样 愤怒 仇恨 杀意 填满了他的脑海 现在的徐灵非常危险 整个人都处于极度暴躁的状态 只需要一根导火锁 就能够点燃 瞬间爆炸的那种 出城了 追击了大半的小时 徐灵脸色忽然一变 他发现 金玫瑰的速度瞬间提升了很多 然后直奔郊外的方向而去 他当即准备拦一辆车 不过当他看到 那一辆辆从身旁 急驰而过的私家车之时 在灯光的照射下 脑子立刻清醒了一些 嘎吱 一辆车子 骤然停在了他的面前 车子上下来了一个人 赫然是赵国栋 徐灵 你什么情况 赵国栋降下车窗 开口问了起来 但下一刻 他看到了这小子手里的枪 脸上的神情瞬间一凝 徐灵见到是老领导 也没废话 直接开口说道 赵队 车先借我 赵国栋没二话 迅速下车 他打开了后座的门 里面下来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 和一个八九岁的小孩子 抱歉了 赵队 嫂子 我有急事 回头给你们把车子送回去 徐灵说完 上车一脚油门就冲了出去 和亚看到自家的车子远去 忍不住推了一把赵国栋 问道 老公 这谁啊 赵国栋 我们大队走出去的牛人 你不是问我 之前我们大队的荣誉怎么来的 奖金怎么会多好几千吗 莫 那小子给我们争取到的 和亚 他就是你说的那个 天生就是干刑警的料 的交警 赵国栋 对 就是他 走了 丫头 爸爸抱你 夫妻二人看了眼远去的车子 直到看不到尾灯后 这才带着女儿离去 江云市的东郊 连接着大山 别说是一个人了 就算是十个一百个人进去 也根本就找不到 徐灵却不急 特殊标记 能够给他准确的定位 他不仅要亲手抓住金玫瑰 还要让这个女人彻底绝望 后悔来大下 要把人玩死 方法有很多种 时间流逝 转眼就过去一个多小时 金玫瑰的速度依旧很快 徐灵也不慢 两人一前一后 已经来到了南陵市 和江云市的交界地带 这一片区域是秋林风貌 连连的山丘 足足有上百公里 别说是一两个人 就算是拉一个集团军进去 人家要真想藏起来 都很难找得到 而且 南陵市由于靠近 边境这个地域的原因 各方势力错综复杂 犯罪猖獗 尤其是走毒的人和偷渡的人 更是数不胜数 徐灵看到了金玫瑰的目的地之后 眉头微微扬起 觉得应该让黄之联系一下 南陵市行政的兄弟 不求他们拦截 就是和他们打个招呼说一声 别到时候 把自己也当成罪犯了 掏出手机 看着那漆黑的屏幕 才记起来 手机没电了 得 单挑吧 摇了摇头 徐灵的眼神 除了仇恨的光芒 还有兴奋的火焰 自从系统抽奖了这么多技能后 他从来都没有动用自己全部的实力 这次正好可以试试 自己全力发挥 看看到底有多强 等等 我好像还有两次抽奖 等等 我好像还有两次抽奖 徐灵忽然想到 刚刚抓了两个B级通缉犯 一个A级通缉犯 自己的积分凑到了2000多 还能抽两次 所谓一多不压身 万一金玫瑰有帮手 自己好歹也能多一些保命的手段 系统 抽奖 恭喜宿主 获得枪王时效卡 时效三小时 枪王时效卡 时效之内提升至世界及枪王水平 但无虚发 备注 该时效卡可让宿主 瞬间掌握各种枪械知识 时效过后 有概率提升宿主的枪械技能 徐灵一愣 时效卡 仅仅只有三个小时 说实话 这还是他第一次抽到 具有时效的东西 不过 根据系统的解释 他绝对是非常牛逼的存在 世界及枪王 那就是整个世界 用枪最顶尖的存在之一 还有就是备注那一行字 哪怕是时效过去 也还能有概率提升枪械技能 这两点就很牛逼了 比起永久性的一次性体质增强卡 都不遑多让 系统 继续 徐灵有些兴奋 这玩意儿 对自己来说 绝对有用 恭喜宿主 获得全新技能 鹰眼 鹰眼 终极技能 宿主的视力提升三倍 夜间视力提升三倍 注 可进行升级 脑海里再次出现了提示 徐灵只觉得双眼一阵凉爽 随后 整个世界仿佛都变了颜色 原本是黑暗的天色 在他眼中变得不再黑暗 差不多就和太阳下山 黄昏降临差不多 完全不用灯光 也能看得清清楚楚 而且他的视线距离也增强了 一般的情况下 普通人20米左右 就无法看清 一个成年人的面部轮廓 距离100米 基本上就像看蚂蚁一样 分辨不清了 而现在的他 哪怕是在60米外 也能看清轮廓 视线距离 可增强到300米以上 300米 能够准确地看清 对方的轮廓 这就很变态了 徐灵突然觉得 枪王时效卡 和鹰眼这个技能 简直就是绝配 如果他手里 有一支突击步枪的话 两三百米 绝对是一尊杀神 出手就能要人命的那种 这一波 稳了 如果说徐灵之前 还担心自己一个人 能不能真的把金玫瑰玩死 那么现在 他就有绝对的自信 能把对方玩得不要不要的 他压下心中的兴奋 当即拉出了特殊标记界面 忽然眼神一鸣 猛的一个急刹车 就在他抽奖的功夫 金玫瑰居然停下来了 不对 不是他停下来了 而是他放弃了车子 选择徒步 透过特殊标记的监控 他可以清晰地看到 金玫瑰正在丛林里穿行 你跑不掉的 徐灵冷笑 看了眼双方的距离 只有不到五公里 不一会儿 他就看到了一辆 被丢弃在路边的越野车 徐灵却没有停下车的意思 反而加快速度 朝着前方行驶 他的脑海里 早就计算好了路线 他准备绕到金玫瑰的前方去 就在徐灵这边 切而不舍地追击之时 丛林之中 一个队伍正在快速地 朝丛林深处穿插 红队 前方三公里 就是挖林寨了 根据我们的调查 目标会在挖林寨边上的 黑鸡鼓修整 等待他们的街头人 一个气喘吁吁的声音响起 这支队伍从他们的装备上 可以分成两拨人 一拨人一共12个 每一个都身穿大夏陆军的迷彩服 全套的特种作战装备 这些人一个个精神饱满 眼神锐利 仿佛野狼一样 而另外一拨人 则是有十多个 他们都穿着变装 外面套着一件防弹衣 手里拿着手枪 不出意外的话 这些人是刑侦或者击毒的警察 开口说话的 就是警察中的队长 少队 先休息一下 那个红队 听到那个警察队长的话 开口说了一句 其实他就是照顾一下对方 以他们的特种训练 武装越野十公里都是机操 就他们奔行的这段距离 根本算不上什么 但少队就不一样了 他们可没有这么多的时间来训练 平时查案子查的睡觉时间 都少得可怜 体能自然也和红队不能比 行 休息一下 少长青点了点头 心中松了一口气 他看了眼自己手底下的人 一个个都和他差不多 甚至有的嘴唇都开始发白 连续跑了接近五公里 还是丛林越野 他们哪能和特种部队相比 别到时候遇到敌人 他们连枪都举不起来了 红文汉看到少长青一屁股坐在地上 大口喘息着 微微摇了摇头 他没有看不起少长青的意思 不过像这样延误战机的情况 是他最不喜欢的 他们特种作战 最擅长的就是 提前渗透到敌后 然后做好部署 在关键的时候 给敌人致命一击 不过也没办法 他们没有任务的时候 就天天训练 可警察的兄弟 却没有这么多的时间 一个是军队 一个是在地方维护治安 守卫法律的尊严 虽只能不同 他对警察部队 还是很佩服的 毕竟他们要面对的 可是千千万万的人口 时时刻刻 都会遇到棘手的案子 十分钟后 少长青从地上起身 对红文汉说道 红队 我们都休息好了 出发吧 红文汉文言 轻轻地打了个手势 出发 队伍再次快速地 朝着挖林寨的方向 渗透过去 与此同时 另外的两个方向 也有两个身影 正在朝挖林寨赶过去 金玫瑰满脸大汉 一手捂着自己伤口的位置 一边踉跄地 朝自己的目的地赶过去 只要到了前方的那个寨子 他就安全了 因为那边有一支雇佣兵队伍 正在接应自己 中了一枪 还能跑这么远 不得不说 金玫瑰的意志力 强大到有些可怕了 足足接近两个小时 跑了数十公里 哪怕此刻的他 已经是强弩之末 但那双胸利的眼神 依旧透露着不可小觑的气势 在金玫瑰左侧的山林中 徐林如同一只猎豹一样 快速奔行 他在三分钟前丢弃车子 开始快速地 绕前拦截金玫瑰 不过那个女人 似乎发现了他的存在 朝西南方向快速跑去 这个时候 如果从高空看下去 就能发现 丛林里的几批人 目标都是一样的 那就是挖林寨 这也是挖林的